1996年林振英的《僵尸道长2》上映 此后仅仅一年的时间 殷熟就因病过世 新人合作过的演员们 为了纪念一代宗师林振英 特意邀请了大量原班人马 在1998年共同创造出这部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话不多说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部影片 僵尸乃怨气晦气的化身 他们拥有不老不死之身 在六道之外 以人间众生的鲜血为生 但是常言道一物降一物 有僵尸作恶 世间自会有正义之人维护和平 其中包括驱魔龙族马氏 以及一代僵尸道长毛小芳 毛师父刚正不阿 一生降妖出谋无数 立下的功劳数不胜数 美名也是流传千古 被世人谨记 可惜凡人皆有意思 纵使毛师父神勇无敌 也逃不过自然规律 私人已逝 但他的精神气概 却一直影响着其他正义之辈 此时中日战争爆发 双方无意间放出了僵尸王 匠臣 一时间内外双敌 因此马氏后人马当娜 在毛师父的坟前起誓 一定会继承他的遗志 将匠臣收服 僵尸的问题 马当娜可以处理 可战争方面的事 他就干预不了了 1938年 在日军司令部内 邵左山本一夫 正在台上传达天皇的命令 而与此同时 游击队队长邝国华 带人悄悄潜了进来 并在日军的炸药库中布下炸弹 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 等山本一夫演讲完毕 带领日军去查看武器的时候 他们就立刻引弹爆炸 炸死了大批的日军 还无意间打爆了这里的生化毒气 山本一夫的父亲直接命丧当场 就在他无比愤怒的时候 刚好看到了还没跑出去的邝国华 于是便将满腔怒火 发泄在其身上 幸亏邝国华跑得快 只是受了轻伤 事后他被附近的村民所救 并得知这里叫洪西村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在后山西间有一只僵尸 每次他吸血的时候 吸水就会变红 吸的血越多 吸水越红 当地村医阿秀 一直在尽心竭力地照顾邝国华 小男孩附生 还给他拿来了普通村民的衣服 毕竟邝国华身上还穿着日本军装 要是被发现就坏了 但是当天下午 阿秀上山采药的时候 发现山本一夫正带队朝这边赶来 想必是来寻找邝国华的 于是众人便让附生带着他去后山上躲躲 为了不连累村民 邝国华只能尽快跟着附生离开 村民们则准备把那一身军装烧掉 甚至两人刚走没多久 山本一夫就带队赶过来 他们找到了没烧完的日军军服 知道村民们在包庇邝国华 他遗气之下便开始屠杀全村 即使这样 依旧没人肯供出邝国华的去向 很快听到枪声的他意识到不对劲 于是便让附生待在原地 自己则拼命往回赶 成功在阿秀被杀的前一刻救下他 双方一言不合便开打 没过多久 游击队的其他队员赶了过来 幸存的村民趁乱跑走 山本一夫跟邝国华则在决斗 两人实力不相上下 你刺我一剑我捅你一刀 从陆地打到河流 他们的血染红了河水 即便如此还是不肯停下 一直到了晚上两人还在对打 最终山本一夫落入了下风 没想到一名日军竟然劫持了附生跑过来 邝国华只得收手暂时屈服 但是日军生性狡诈 开枪射伤了他们两个 他在倒下前一刀扔出去 刺死了那名日军 眼看山本一夫拿着50刀冲过来 突然将成出现在这 阴差阳错下替邝国华挡了一刀 山本一夫被他一巴掌拍飞出去 将成随即便咬伤了邝国华和复生 幸亏马当娜及时赶到 他手持桃木剑上前跟将成对战 用符咒将其捆住 随后拿出毛派三宝 打得将成浑身噼里啪啦的 眼看情况不妙 他直接闪身走人 马当娜见状急忙上前追击 而被咬伤的邝国华和复生 则发生了变化 他们的尸毒蔓延至全身 已经变异成僵尸 身上的伤口也因此消失了 等马当娜回来的时候 两人早已不见踪影 他从古书上发现 凡是被将成咬伤或抓伤的人 都会变成僵尸 而且斜的越斜 正的越正 至于解救方法 上面并没有记载 现在不仅没抓到将成 还平白无故 多了两个僵尸 马当娜担心的不得了 时间来到1998年的香港街头 当地警方正在抓捕一名 再逃毒贩 邝国华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不劳不死 他改名为邝天佑 以新的身份生活 邝天佑经常单独行动 他想在其他人前面 抓住了毒贩 将自己和对方的手 靠在一起 然后直接跳下楼 来回晃荡 磨得毒贩 嘎之窝生疼 靠着这种方法 邝天佑成功逼问出 毒贩背后的老大 叫韩百涛 住在日本三厅目 邝天佑听完 直接解开手铐 掉了下去 下一秒 却也出现在毒贩身后 就这样 他成功完成任务 但是虚荣的上级 却把功劳 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 之后 他们联系到了 日本警方 抓捕韩百涛 上级特派 邝天佑和搭档高宝 前去监视 加送过程 直到韩百涛 顺利抵达香港 与此同时 傅生正在一所小学里上课 因为变成僵尸时还小 所以一直长不大 只能不停的上小学 他跟邝天佑 近日傅生已经上了20年小学 教材什么的倒背如流 因此上课经常走神 被老师批评 即便高中的知识 他说起来也是头头是道 但是老师们根本不在乎 总是让傅生出去罚站 他已经68岁了 还得给一群小孩玩过家家 傅生很心累 梦想自己有一天 能长大成人 娶妻生子 这天傍晚 他看到同班女同学 被一个猥琐大叔欺负 本想上前制止 却被一把推开 下一秒 傅生就变身成僵尸形态 只见一拳 打死了威琢大叔 这时邝天佑来到这 看到傅生暴露出能力 他明白又得给这家伙转校了 时候被救的女同学 还给了傅生一根棒棒糖 可惜他们僵尸只能喝血 吃人类的食物会拉肚子的 不过邝天佑跟傅生 是正义的僵尸 喝血之后动物血 从来不伤害人类 刚好今天是傅生的生日 两人回家做了个猪血蛋糕 然后开始思考人生 邝天佑心里一直惦记着阿秀 但是就算他当年在战争中 幸存了下来 现在应该也八九十岁了 估计再要遇见是难上加难 傅生安慰他没关系 毕竟能离开人间 也算是一种解脱 他们想死都死不掉 既来之则安置嘛 另一边 马当劳的后人马晓琳 开了一家零零堂清洁公司 专门负责帮人抓鬼 这一天他接到一单生意 立马收拾好道具出发 雇主是一栋大厦的保安 看到马晓琳文弱弱的样子 保安顿时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被忽悠了 他怎么看都不像是会驱鬼的模样 这栋大厦里之前有一个色狼经理 总是去骚扰女下属 后来有一天 他心脏病突发 死在办公室里 结果成了色鬼 趁着自己能隐身 就越来越放肆 实在没办法 大家才想找人驱鬼 马晓琳虽然年纪轻轻 不过毕竟是猪鬼世家 更何况 现在科技进步的这么迅速 传统的猪鬼道具 还可以加以改进 他十分轻松的 就确定了色鬼所在的位置 此时对方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竟然不知死活的 想调戏马晓琳 他非常淡定的表示 你长得太丑了 不是我的菜 色鬼听完 立马变身成大帅哥 虽然这次勉强能看得下去 不过马晓琳还是不感兴趣 一捧黑狗血喷出去 烧得色鬼浑身发烫 随即拿出符纸和道具 轻轻松松将其收服 这时门外走进来一个眼镜男 他自称阿均 是日本首富山本龙衣的代理 据悉 他的一个温泉酒店 最近一直闹鬼 所以阿均想请马晓琳前去抓鬼 条件费用可以随便开 马晓琳也深知这一点 直接狮子大开口 让他们机票钱和住宿费全包 至于其他费用 自己会着情考虑 还顺便带上了好朋友珍珍 打算一起去日本度假玩 当然珍珍的机票钱和住宿费 依旧由山本龙衣一方承担 阿均听完 当即表示没问题 时候马晓琳跑去跟珍珍会面 他自幼失去双亲 一直是珍珍的母亲在照顾 他们就跟一家人一样 感情非常要好 第二天 邝天佑带着高宝来到日本 刚下飞机 他就迫不及待的想去见见日本妹子 看着高宝一副点儿郎当的样子 邝天佑默默在心里叹了口气 让他收敛一点 别在外面丢国家的脸 巧的是 马晓琳和珍珍也在这时到达机场 双方刚好相遇了 邝天佑一看见马晓琳 就想起了当年的马当娜 他试探心的上前打招呼 说马晓琳长得很像自己的一个朋友 没想到对方却以为他在搭讪 默默吐槽了句好老土 就带着珍珍坐车离开了 邝天佑也没在追究 觉得只是碰巧长得像 之后天佑带着高宝前往刑警总部 在这里见到前来接待的警官美雪 韩白涛一看到美女就满嘴下流话 看她那个嚣张的样子 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美雪懒得理会让人将她押送上车 并亲自坐在后座盯着 而邝天佑和高宝 则在后面的警车里负责监视工作 起初还一切正常 谁知道韩白涛竟然早就联系好了同伙越狱 开球时的警察是他的卧底 他们利用红绿灯甩开了后面的警车 然后一脚油门踩到底 急驰而去 意识到情况不对 邝天佑立刻下车前去追击 因为是僵尸所以他跟普通人的身体素质是不同的 邝天佑一路狂奔眼镜都被甩掉了 最终跳到一辆汽车上 指示司机加快速度 成功将球车在一架大桥上逼停 他掏出一个硬币 直接打烂了球车的挡风玻璃 但是韩白涛根本不慌 因为美雪还在他手里 邝天佑顾及到人质不得不放下枪 结果被无情杀害扔进大海 事后韩白涛带着美雪一起前往温泉酒店 跟山口组的客户见面 本想调教调教他成为陪酒女子 可手下去说美雪另死不从 韩白涛一气之下就吩咐人去杀了他 然后开始跟陪酒女八天九地 神情恍惚间他好像看到一个白衣女子 可是再睁眼的时候对方又不见了 韩白涛也没当回事 觉得可能是自己看错了 而邝天佑因为一直没有返回警局 高宝都疾疯了 到处跟人打听 但是语言不通 对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好不容易碰见会讲中文的 人家还不认识邝天佑 到头来高宝得不到一点线索 那天晚上 小林和珍珍在酒店入住 巧的是韩白涛也在这家酒店 他喝得烂醉如泥 等回到房间的时候 却发现有个白衣姑娘在这 韩白涛没在意 以为这是客户送来的美女 再加上对方一直在勾引他 韩白涛想也不想地凑了过去 与此同时 美雪的尸体也被扔进了大海 他的血刚好飘到邝天佑身上 血液的鲜美唤醒了他 邝天佑变成僵尸的形态 跑了出来他知道肯定是 韩白涛杀了美雪 于是立刻马不停蹄的赶往酒店 打算将其抓捕归案 因为是僵尸形态 所以现场的安保人员 根本打不死邝天佑 他甚至能徒手抓子弹 很快邝天佑来到韩白涛的房间 没想到他已经成了一堆白骨 原来那白衣女子的真实身份是鬼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看到邝天佑就害怕的跑了 只留下一个福带 邝天佑刚想去追击 却正好遇见来抓鬼的马晓琳 两人互相打招呼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这时远处传来珍珍的叫声 他无意间看到了一堆白骨 当场吓晕过去 邝天佑只好帮忙将珍珍抱回房间 等珍珍醒来 他便告辞了 马晓琳让他一个人在这好好休息 自己准备去跟客户谈生意 可是这里刚刚死过人 珍珍有些害怕 他让马晓琳找个人留在这跟自己作伴 不然就跟着一起去 其实珍珍心里已经有人选了 他想让邝天佑陪着自己 大概这就是一见钟情吧 此时天佑刚跟高宝会面 看见他还好好的 高宝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但是韩白骨死得这么离奇 他们的结案报告该怎么写呢 总不能说他被女鬼吃了吧 事后邝天佑想起女鬼的脖子上有牙印 他让高宝去调查 结果发现这家酒店 在20天里发生了十几起命案 奇怪的是 这些死者的死亡时间居然一样 而且男性的死状都跟韩白骨一模一样 只有一起安静的死者 跟邝天佑描述的相吻合 她叫初春是个女性 据说是被吸血僵尸咬死的 还没等邝天佑做何反应 马晓琳突然跑来将她叫走 想看看她是否愿意去陪着珍珍 但是聊着聊着 他们就说起了初春 马晓琳说 如果她是冤死的 那就会把自己的怨气 发泄在别人身上 这因如此 怨鬼们的罪孽才会越来越深重 如果真的想帮助初春的话 就应该抓住她 避免其再伤害无辜 然后找个高森替她超度 烧一件其身前最钟爱的物品 马晓琳提出自己可以帮忙 不过作为交换 邝天佑得去陪着珍珍才行 一开始她不想同意 毕竟要查案 带着一个外行人 实在有些不方便 可是珍珍和马晓琳都执意如此 邝天佑也只能答应下来 他们约好12点 在东京铁塔间 她带着珍珍去调查初春的家属 最终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 看到一个奇怪的老头 她一直嚷嚷着 女人会带来美誉 在殴打珍珍未随后 老头便跑得不见了 邝天佑则利用自己的能力 锁定了她的位置 没想到走近一瞧 却发现老头在拜僵尸 因为心里害怕 所以对僵尸比较敬畏 而这个老头不是别人 正是初春的父亲 邝天佑想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老头不想让女儿徒增罪孽 便告诉邝天佑 初春一直以来都想穿一件新和服 跟心爱的男人一起去看血 可惜在接下来四年的时间里 都遇不到合适的对象 所以老头便让初春到温泉酒店 去做女工 后来有一天 他兴高采烈的换上了新和服 老头知道 女儿这是遇到喜欢的人了 于是便拿给他一个福袋做礼物 谁知道这一次分别 居然成了永别 当天晚上 初春就被吸干了血 一提到女儿的死 老头就忍不住的心痛 另一边 马晓琳则会见了山本龙衣 其实山本龙衣 就是当年的山本衣夫 只不过他现在 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马晓琳一进屋 就感觉这里有些不对劲 虽然山本衣夫看上去是个老头 可是他的精气神 完全不像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 马晓琳拿出一个护身符 以及一张之前拍到的初春照片 询问山本衣夫 这个是不是他要捉的女贵 当时初春是酒店里的女工 因为心中有怨念 所以一直待在酒店里不肯走 由于他杀的全都是男人 所以马晓琳推测 当年杀害初春的应该也是男人 说到这里 山本衣夫试探性的询问马晓琳 有没有抓过僵尸 还说自己对这方面很感兴趣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抓到了僵尸 山本衣夫希望马晓琳 能把过程讲述给自己的儿子山本武 事后马晓琳刚走 他就询问阿坑有没有找到未来 在得到否定回答后 山本衣夫直接将他打飞 责怪其办事不利 连个人都找不到 而马晓琳不知道的是 山本衣夫其实就是僵尸 至于他为什么跟邝天佑不一样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是山本衣夫会定时 让手下抓人来供自己吸血 与此同时 邝天佑和珍珍正在讨论 初春的死因 珍珍觉得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僵尸的话 那他一定很可怜 那么多好吃的东西都不能吃 而且身边也没有朋友 高兴和难过都无法分享 这样孤独的活着有什么意思 正说着话 马晓琳回到这 他看出珍珍多半是对邝天佑有意思 于是便提出 请他们俩一起去购物 害怕邝天佑拒绝 马晓琳还特意告诉他 自己有关于初春的更多线索 这下邝天佑没法拒绝了 只好跟着两个女孩子到处游玩 一会坐过山车一会去滑雪 马晓琳一直在给他们俩 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结果自己一不小心 撞到一棵树 当场晕了过去 昏迷期间 他看到了马当娜 当初马当娜说过 在跟僵尸打照面之前 最好不要把 未抓僵尸的事暴露出来 现在除了将尘外 最少还有两个僵尸 他一再提醒马晓琳 要多加小心 被将尘咬伤的两个人 跟普通僵尸是不一样的 他们看上去跟正常人没差别 必须仔细辨认才能分得出来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马氏家族的每个女人 都不能为男人流眼泪 否则自身的功力就会消失 也就是说 马家的女人最好不要谈情说爱 在经过一阵唠叨后 马当娜便离开了 马晓琳也因此醒过来 此时邝天佑还在叫珍珍滑雪 一天下来 她一直在跟马晓琳强调 邝天佑怎么怎么样 就差把喜欢两个字挂在脸上了 马晓琳见状便决定 用塔罗牌给珍珍占卜一下 看看她未来的丈夫是个什么人 经过推算 珍珍的老公应该是个 非常有正义感的战士 而且性格不屈不挠 喜欢挑战命运 珍珍听到这儿有些兴奋 觉得这些标准 都很符合做警察的邝天佑 可是当马晓琳看到 第三张牌的时候 却转移了话题 珍珍也没有多想 让她自己给自己占卜一下 谁知道他们俩抽的卡 竟然一模一样 珍珍开玩笑似的问 那我们将来会不会抢男朋友 马晓琳一脸嫌弃的表示 香港又不止一个警察 这件事告一段落 两人去给珍珍的母亲挑选礼物 还不忘叫着邝天佑一起 因为要跟马晓琳打听初春的事 所以她只能任命的帮这两人拎包 等回到酒店时 他们发现这里有几个和尚在送金 马晓琳赶紧让珍珍先回房间 经理则说 这是孔雀大师和她的土地们 也是来着驱轨的 他们是当地的高僧 不一会儿大堂里的灯按下来 孔雀大师感应到初春的存在 当场开始施法 一顿花里胡哨的操作后 还真的打中了初春 眼看自己不是对手 她只能落荒而逃 孔雀大师没有选择乘胜追击 而是准备等今天晚上的时候 再起谈做法 一旁观战的马晓琳健壮 丝毫不慌 还打算带着珍珍去泡温泉 宽天佑有些好奇 这个孔雀大师明显是抢声音来的 为什么马晓琳完全不担心呢 其实他会捉鬼的事情 珍珍并不知情 一直以来 马晓琳对外宣称 自己是开清洁公司的 都不知道她会抓鬼 现在听说酒店里发生过命案 珍珍心里十分害怕 一直担心自己也会遇到鬼 马晓琳安未到 不用怕 那只女鬼只害男人 正如说的话 她突然感应到 孔雀大师要放大招捉出春了 这一下可糟了 要是女鬼被她抓到的话 山本一夫肯定不会给自己钱的 闯到这里 马晓琳立刻马不停蹄的 赶去抢生意 临行动前 还不忘把珍珍托付给 邝天佑照看 不知道但还以为 她这是带着孩子出门 此时 孔雀大师已经从一幅画里 揪出了初春 另一边 珍珍看着邝天佑 一脸担忧的样子 便催她去看看 并表示不用担心自己 如果初春过来的话 珍珍会告诉她 父亲还在等她 结果话音刚落 初春就被孔雀大师赶到这 因为无路可逃 她不得不附身在珍珍身上 然后撒腿就跑得无影无踪 担心珍珍受伤 邝天佑急忙上前追击 成功在野外拦住初春 她试图好心劝说 并表示自己可以帮忙查明真相 可是初春现在满心怨气 根本听不进去 正说着话 孔雀大师带人赶到这里 二话不说就开始布阵 当场将他们俩围起来 孔雀又担心珍珍会因此受伤 她恳请孔雀大师别急着出手 不要伤害到无辜的人 只知道对方根本不在乎珍珍 开始强行念咒驱逐初春 还封住了三戒六道 但邝天佑是僵尸 不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这个阵困不住她 孔雀大师见状意识到不对劲 立马用定身咒将邝天佑定在原地 然后继续念咒驱逐初春 她情急之下露出了尖牙 这时马晓琳赶过来 用弩剑破了孔雀大师的法阵 还顺便救下了邝天佑 马晓琳让她先带着珍珍离开 自己则留下来跟孔雀大师斗法 最终马氏家族的传统功夫更胜一筹 而另一边的初春刚准备偷袭邝天佑 却在无意间发现了她的尖牙 初春有些害怕 毕竟她是被僵尸咬死的 邝天佑连忙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还说可以带着初春去看她父亲 邝天佑想问清楚是谁杀了她 但是还没等初春开口 马晓琳却突然出现 二话不说就强行将她打出真真体外 初春原本就有伤在身 根本无力抵抗 没办法 情急之下她便附身在马晓琳身上 邝天佑想上前帮忙 在马晓琳的指示下 她从一旁的工具箱里 抓起一把幸运心扔了过去 但是数量太多 马晓琳咽不下去 刚好旁边有个池塘 邝天佑喝了两口水 然后抓住她嘴对嘴喂了进去 有幸运心的加持 马晓琳成功将初春逼出来 最终用符咒封印住她 北书之前初春大喊 是山本一夫杀了自己 这让邝天佑陷入了沉思 因为山本一夫 现在最年轻也应该有80岁了 事后阿均拿给马晓琳一张 300万的支票作为酬劳 邝天佑则向她打听起山本一夫 阿均说 离这不远有个墓地 上面的名字就是山本一夫 邝天佑听完便拜托她 带自己去看一看 等到了墓地 天佑依靠特殊能力发现 里面根本就是空的 等再一回头 阿均已经不见了 邝天佑感觉有些古怪 可又说不上来 具体是哪里怪 马晓琳这边找到了孔雀大师 想让她帮忙给初春超度 但是孔雀大师 一直在为上次的事耿耿于怀 还出眼讽刺马晓琳 有本事捉鬼 却没本事超度 正确向马晓琳索要那300万报酬 并表示 整个日本能超度亡灵的 只有自己 但是这实在是太贵了 马晓琳当然不同意 两人讨价还价了一番 最终把价格定在150万 马晓琳妈妈咧咧的走了 谁知却在门口碰见邝天佑 两人回头一看 发现孔雀大师收养了很多孤儿 原来她要钱也是有自己的苦衷 马晓琳见状心里也不再介意 最终初春得以超度 顺利去投胎转世 而珍珍则对之前被附身时的记忆 完全没有印象 这对马晓琳来说是件好事 她跟邝天佑约好 不把真相告诉珍珍 现在初春的事解决了 他们该回家了 临走之前 珍珍还向邝天佑要联系方式 可是她心里一直想着山本一夫 如果真的是山本一夫杀了初春 那就说明她还活着 天佑想留在日本 调查一下关于山本一夫的事 另一边 阿均把之前碰到她的事说了出来 山本一夫知道 这就是当年的邝国华 看来他们俩之间的恩怨 还远没有结束 香港这边珍珍母亲嘉宜 正在打麻将 期间有个叫阿平的 一直在打探珍珍 她是个裁缝 跟母亲相依为命 阿平老师忠厚 是个老好人 因为母亲常年患哮喘病 所以她很听话 可是平妈却是个十足的暴脾气 经常一言不合就开骂 跟街坊邻居们的关系 闹得非常僵硬 晚上阿平接到电话 说她母亲在别人家门口 打小人下诅咒 说的可难听了 几人听完连忙前去阻止 谁知平妈居然破口大骂 一会儿骂嘉宜不安好心 把房子租给不三不四的人 一会儿又骂屋内的PP 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还说她勾引阿平 大家实在听不下去了 本想好好规阙 可平妈越说越难听 最终还是阿平连拉带拽 这才将她带走 其他人则一脸无奈的站在原地 其实珍珍家蛮有钱的 整栋居命楼都是他们家的 嘉宜这个人性格好 跟街坊邻居们都是好朋友 而PP则是冤枉的 只是阿平有封信 错放在她的信箱里了 PP好心去送 却被平妈误会成 是来勾引阿平的 回到家后 平妈还在骂骂咧咧 甚至逼迫阿平 不准跟PP有任何来往 这后母子俩一起下落散步 平妈一直在强调 不准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有来往 越说越激动 她的额头开始冒汗 阿平赶紧回家去拿冰毛巾 可她牵脚刚走 平妈就因为呼吸困难死了 等阿平回来 瞬间愣住了 这时 她的身后出现一个诡异的女子 对方上前规劝 说生老病死是正常的事 没必要太难过 可是阿平自幼跟母亲相应为命 她一时间接受不了家人的离去 甚至扬言 就算用自己的命 去换母亲复活也愿意 女子则表示 死是一种解脱 生不如死才是最难受的 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见阿平这么伤心难过 女子一时心软 就划破了自己的手指 然后在平妈嘴巴上抹了一下 下一秒 她竟然就神奇般的活过来了 女子临走之前告诉阿平 如果有一天后悔了 就到这来找自己 四日一个叫小倩的女孩 来阿平家取衣服 但是她没钱 于是便悄悄把衣服偷走了 阿平发现后 赶紧大喊着追上去 最终双方来到楼上郑中家 据说这个叫郑中的是 玄武童子转世 而小倩其实就住在隔壁大厦 郑中帮忙打圆场 说她可能只是没带钱 阿平听完也没有过多追究 让小倩下次来的时候 记得把钱补上就好 殊不知她就是个不良少女 阿平这么大度 小倩却连句谢谢都不说就跑了 邻居大叔在后面 愤愤不平地骂她没素质 阿平白手说没关系 告别郑中后 她就回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而郑中的母亲金姐则告诉她 待会有个大客户要来求姻缘 这一家伙是个富婆 可惜外在条件太差了 每次相亲结果都不尽人意 这一次她要去广东相亲 临走之前 她想让郑中帮忙算算 看看能不能成 郑中知道 一般这种求姻缘的 只要说点好听话就行了 所以她也没太在意 像真心的说了几句场面话 旧红的富婆喜笑颜开 下午珍珍和马晓琳回来 刚下车 晓琳就发现 大厦上空有异象 可能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在作祟 她没有生长 等回到家才询问嘉宜 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或者闹过鬼 嘉宜表示 这栋大厦有玄武童子在 妖魔鬼怪肯定不敢靠近 马晓琳间接表示 自己只是觉得这里有些不干净 嘉宜和珍珍以为 她说的是卫生条件 绿带抱歉的说 大厦的保洁工作 已经交给别的清洁公司了 马晓琳没当回事 而是把话题转移到珍珍身上 说这次去日本 让她遇到了真命天子 又是游山玩水 又是一起吃饭的 再发展发展 可能就是男女朋友了 一旁的嘉宜听得喜笑颜开 她一直担心珍珍嫁不出去呢 现在听到马晓琳说 女儿有了喜欢的人 而且亲战还不错 嘉宜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为了帮珍珍助攻 这居然是个空号 珍珍有些失落 嘉宜想拉着她 去找郑忠算算姻缘 谁知一出门刚好碰见阿平 于是珍珍便拿来一盒日本草饼 算是送给她和平妈的礼物 阿平兴高散烈地拿回去 跟母亲分享 不料一进门就被臭骂了一通 平妈痛斥她太懦弱 连件衣服都看不住 竟然被人家白白拿走 那可是价值600多块钱的布料呢 另一边 马晓琳遇到了 自称玄武童子的郑忠 但是她一眼就看出 对方只是个装神弄鬼的神棍 在面对郑忠的搭讪时 马晓琳没好气地对了她几句 还警告其 今年有血光之灾 没事别瞎招惹人 郑忠在这吃了瘪 心里也不是很高兴 与此同时 回国的天佑在路边的一个老头堆里 找到了正在下象棋的复生 因为太久没喝血 她已经饿到长出尖牙了 天佑健壮赶紧带着复生去找求叔 这个老头是开游戏厅的 他们俩已经认识了很长时间 求叔曾经也是个抓鬼的道士 经常游走在冥界和人间 许多鬼魂都跟她是朋友 求叔神东广大 什么道具都能弄到 不仅会帮助性格善良的僵尸 而且跟马晓琳也有生意往来 时常为其提供捉鬼用的便携工具 这些年来 天佑和复生除了喝猪血外 也会让求叔到医院帮忙 买些过期的血袋回来 包括他们俩换的住处 也全是他在帮忙张罗 这次天佑和复生又换了新的住处 好巧不巧 求叔刚好跳中了嘉宜的大厦 不定如此 他还让手底下的鬼魂 打听到了阿秀的下落 天佑听后赶紧拽着复生 前去探望阿秀 此时的他已经变得满脸褶皱 看到依旧年轻的天佑 阿秀心里很不好受 在得知了当年的事情经过后 他肯紧其把自己也变成僵尸 可是天佑知道 做僵尸的痛苦远超想象 他和复生已经够难受了 不能让阿秀也走上这条路 既然如此 他也没有多加强求 这次重逢已经了了 阿秀心中最大的遗憾 最终天佑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死在自己面前 另一边 小倩回想起当初 阿平老师本分的模样 不由的形成愧疚 于是他变卖了自己的包包和大衣 准备凑够钱给阿平送过去 也算是赔罪了 小倩左拼右凑 总算是把钱拿到手了 但是他这个人 向来嘴硬心软 死要面子 拉不下脸来 跟阿平道歉 于是便找到郑中 让他帮忙 把钱转交给阿平 可是等郑中找到他的时候 却发现其神色慌张 好像是嫔妈不见了 阿平急得都不行了 钱都顾不上拿 当天晚上 小倩正准备回家 中途他感觉身后 好像有人在跟踪自己 小倩不由的加快了脚步 想赶快离开这里 可是以转头的功夫 却遇见了嫔妈 原来 她是记恨小倩偷衣服的事情 就这样 一个花季少女 被嫔妈活活掐死了 而当初那个 复活嫔妈的神秘女子 则默默在一旁围观 看到这一幕 她似乎一点也不意外 仿佛早就预料到了一样 之后 神秘女子准备驾车离开 谁知 却被阿坑拦住去路 原来这个神秘女子 是山本义夫的女儿 山本未来 怪不得她能是嫔妈 死而复生 阿坑是奉命 来请山本未来回国的 她现在到处吸人血 还喜欢告诉别人 世界上有僵尸 山本义夫担心 其暴露身份 招来杀身之祸 可山本未来对此 却充耳不闻 不知道为什么 她似乎非常痛恨父亲 直接将阿坑撞倒在地 然后驾车 扬长而去 中途刚好碰见 出来寻找嫔妈的阿坑 山本未来 阴阳怪气的 讽刺了他们几句 等阿坑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嫔妈已经回来了 她说 自己只是觉得 屋里有些闷 出去走了走 阿坑听完也没多想 没过多久 天佑带着父生搬来这里 他们去拜访了嘉宜 珍珍看见天佑非常惊喜 嘉宜见状 顿时心里神会 她对天佑的各个条件非常满意 开始疯狂给两人创造 再次见面的机会 在听说 傅生是天佑的儿子时 嘉宜也不介意 还说珍珍是小学老师 两家可以多多走动走动 傅生倒是十分满意 反正她的外表还是小孩子 就算趁机对珍珍 小小的凯游一下 大家也只当是 她是个愿意亲近人的小孩 之后 嘉宜向天佑 介绍了一下邻里邻居的状况 还说傅生上学的事 交给珍珍去办就好 送走嘉宜和珍珍后 让求叔再去打听一下 有没有别的住处 她觉得嘉宜有些过于热情了 万一哪天被撞结喝血怎么办 可傅生却觉得这里很好 她能看出真正的心意 更何况 天佑单身了这么多年 找个女孩子作伴也挺好的 傅生决定留下来 撮合一下他们俩 看着她一脸认真的样子 天佑只能无奈的笑笑 次日 马晓琳找到求叔 询问其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生意 求叔则表示 她来的正是时候 傲男一位先生被鬼怪所困扰 特意托人来打听马晓琳 求叔为其准备了 喷雾剂和黑狗血 对方出价很高 只要任务完成 还有大红包拿 求叔让马晓琳速战速决 再过两天 就是三破日了 这是怨气冤气 聚集最盛的日子 到时候会有很多 在外面游荡的厉鬼 出来作恶 为了保证没有无辜的人受伤 马晓琳必须在三破日之前 赶回香港 对付这些厉鬼 担心自己一个人应付不来 她又向求叔采购了天雷阵 还有一打桃木剑 一切准备就绪后 马晓琳便出发了 而珍珍这边 还在回味和天雷的相遇 嘉宜见状便催促她 去做些时髦的衣服 我要每天穿得这么朴素 否则怎么引起天雷的注意力 珍珍听完后 决定下班后去商场逛逛 没想到竟然在电梯里 碰见了天雷 更巧的是 他们俩还同路 中途在闲聊的时候 珍珍邀请天雷 今晚来家里吃饭 说是嘉宜给她和傅生 办了场欢迎仪式 但文件不远处有血腥味 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害怕吓到珍珍 便先让其离开了 之后天雷在路边 找到了小千的尸体 她赶紧打电话 通知警局的人过来 事后天雷和高宝 询问了小千的母亲 男友以及护棚狗友 由于她死的时候 身上的钱财并没有丢失 高宝便怀疑 是不是有人强奸未遂 杀了小千 因为有目击证人 看到她曾经在 嘉宜的大厦出入过 所以搜查证据的主要责任 便落在了天雷身上 之后她询问了法医 得知小千在生前 并没有被性侵的迹象 不过她脖子上有瘀痕 可能是被人勒死的 可是一般被勒死的人 伤痕不会呈现出 这种黑乎乎的状态 天雷对她的死产生了疑惑 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当天晚上 珍珍找到阿平 想让她帮忙做条裙子 品妈非常喜欢珍珍 觉得只有像她这种 干干净净的女孩子 才配得上阿平 珍珍走后 品妈叫来阿平 让她抓住机会 一定要把珍珍追到手 这一年头 这么纯情的女孩子可不多了 可是阿平有些自卑 觉得自己配不上珍珍 毕竟人家家庭条件那么好 人长得又漂亮 身边肯定不缺追求者 而阿平只是个小裁缝 要是真的有幸娶了珍珍 那也算是高攀了 品妈见状坚持表示 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 她觉得阿平跟珍珍 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看着儿子因为性格怯懦 迟迟不肯表白 品妈简直心急如焚 她决定采取点措施 撮合阿平和珍珍 另一边大厦里的其他人 正在讨论小倩的死 有人觉得她不务正业 静干些偷鸡摸狗的事 死了就死了 正好进化一下社会风气 郑中一听这话 联盟警告对方 不要胡说八道 说死人坏话会遭雷劈的 更何况小倩妈妈一个寡妇 辛苦养育孩子不容易 就这么一个女儿还死了 郑中说着话 阿平来到这儿 郑中见状 赶紧把小倩的钱交给她 阿平收下钱后 有些若有所思 小倩出事的那个时间段 刚好平妈不在家 连想起前几天 衣服被偷使 母亲愤怒的嘴脸 阿平不由的开始担心起来 不一会儿 天佑来到这儿 他们说起了小倩妈妈 这两天的状态 郑中表示 自己会做法请小倩上来 让他们母女最后团面一下 天佑一听 她还有这本事 当即决定去参观 而阿平则把刚刚收下的钱 重新还给郑中 让她帮忙转交给小倩妈妈 也算是对死者的宽慰了 事后阿平还在疑惑 到底是不是母亲杀死了小倩 就在她思考之际 PP突然来到这儿 因为心虚 阿平被她吓得不轻 PP倒是没多说什么 她煮了鳄鱼肉汤 就说这种肉能治哮喘 想沉一些给平妈喝 这让阿平愧疚不已 毕竟自己母亲平少 没少辱骂PP 可她却如此宽宏大度 阿平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PP则表示 不用往心里去 自己这个职业的确不怎么光彩 她从小就出生在穷人家 什么技能也不会 来城里打工 也只能选择这种 见不得人的职业 阿平安慰说 职业不分贵贱 大家都只是为了讨生活 更何况 PP人美心善 做舞女也是身不由己 他们俩聊得很开心 PP还鼓励阿平 勇敢去追寻自己的内心 可是她回到家后 却换来了平妈的一顿批评 理由是 阿平身上沾了PP的香水味 当天晚上 郑中开始在家里 装模作样的做法 小倩妈和天佑 则在一旁围观 本来郑中只是想 做做样子演戏 只知她竟然真的把小倩的鬼魂 招了上来 郑中就这么被复身 天佑见状便上前询问起 记不记得凶手是谁 可是小倩当时 根本没看清凶手是谁 小倩妈却觉得 一定是因为 她在外面认识了 不三不四的人 才会招来杀身之祸 母女俩意见不合 最终不欢而散 等天佑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珍珍正在教复生学习 虽然这些知识 她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不过复生 还是得装出一副 恍然大悟的样子 珍珍已经决定 让她到自己工作的地方上学 这样也好 多跟天佑接触 收获她准备出去买东西 复生健壮 便以最近治安不好为理由 催促天佑陪着珍珍一起去 免得她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遇到危险 复生说得有理有据 天佑也只能答应下来 珍珍非常热情 她注意到天佑家里 没有食物也没有餐具 于是自掏腰包 为其买了很多东西 天佑拦都拦不住 半夜时分 小倩的鬼魂找到郑忠 想拜托她帮自己个忙 郑忠被吓得不轻 完全没心情听 转头就去找母亲求助 甚至小倩竟然直接 附在其身上 她非常生气地质问起 为什么要骗人钱财 郑忠解释说 自己只是想哄 那些死者家属高兴而已 眼看小倩苦苦纠缠 她也只能答应帮忙 小倩说 自己在临死前 拿着一件衣服 这是她准备 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 现在衣服落在了案发现场 小倩想让郑忠帮忙找回来 担心自己在被纠缠 郑忠立刻出发了 中途刚好碰见 PP下班回家 看着她的影子 郑忠还以为是小倩 来催促自己 吓得赶紧加快动作 PP则感觉十分莫名其妙 看了郑忠一眼 便打算赶紧回家休息 甚至中途碰见了下楼 寻找平妈的阿平 两人刚好顺路 就一起吃了点东西 之后就各自回家了 此时的PP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死到临头 平妈这段时间在家 越想越气 觉得PP这个死三八 在勾引阿平 她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便埋伏在PP家 等她一进门 就毫不犹豫地将其掐死 之后再若无其事地回到家 阿平见状 赶紧上前询问 母亲去哪了 平妈并没有都说什么 看着她一脸阴沉的样子 阿平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她刚出门就看见 PP家大门开着 阿平进去一看 发现PP已经断气了 于是连忙报警 天佑发现 她的死法跟小倩很像 所以两起凶杀案的凶手 可能是同一个人 之后天佑找到了 很多PP的衣服 上面都印着阿平家的招牌 她记得小倩死的时候 附近也有一件 带着阿平裁缝铺招牌的衣服 看来这两起案件 应该多多少少都跟阿平有关联 为调查清楚真相 天佑便来到她家进行询问 阿平知道这件事 恐怕是自己母亲做的 在看到PP尸体 被抬出来的那一刹那 她心虚地撇过了头 眼神也飘忽不定 这些小动作被天佑尽收眼底 不停如此 她还发现 阿平的手上有很大一块黑斑 就跟小倩和PP脖子上的痕迹一样 次日 郑中从一堆垃圾中醒来 想起昨晚的遭遇 她赶紧找到小倩要的衣服 准备回去交差 而此时 嘉义等人正在讨论 最近的两起凶杀案 会不会是冤魂作祟 他们想凑钱请郑中做做法事 也好图个心安 郑中麻剑状 赶紧借封使舵 说郑中已经算出 这栋大厦最近会有很多是非 只要钱到位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郑中麻抓住人们迷信这一点 当即狮子大开口 说这场法事最少 也要个十万八万才能解决 其他人一听这么贵 顿时打起了退堂股 不过家一家有的是钱 她让郑中麻只管做法 其他人交不上的钱 由自己承担 郑中说着话 郑中来到这 她赶紧拽着母亲回家 郑中非常严肃地说 这次得花钱请高森来做法 母亲一脸疑惑地问她 抽了什么疯 放着好顿顿的钱不赚 干嘛把生意送给别人 可是郑中自从昨晚 遇到了小倩的鬼魂 就对做法事有了心理因应 生怕她再来找自己麻烦 郑中向母亲说明了情况 母子俩不由地害怕起来 另一边 阿平正在外面买水果 中途在经过一个儿童乐园的时候 阿平想起了山本未来 复活平妈的事情 理想到最近的两起凶杀案 她不免有些心虚 可即便如此 阿平还是不后悔 她飞速跑回家 想把这些事都忘记 殊不知自己已经被田佑盯上 看着阿平总是面露心虚 她心中对其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于是便一路跟踪阿平到家 以查案为理由 进来四处查看了一下 田佑发现 阿平就是个身性善良的老好人 怎么看都不像杀人凶手 可是如果她没做亏心事的话 又为什么总是一副 特别心虚的样子呢 就在田佑疑惑之际 品妈探出头来 骂骂咧咧的让她快滚 还说田佑是不三不四的人 阿平只能连连道歉 让她不要跟品妈一般见识 田佑倒没觉得有什么 既然品妈不喜欢被外人打扰 她便离开了 但是经过刚才一事 田佑却对品妈的身份产生了质疑 普通人的脸色不可能那么苍白 而且品妈身上连点人气都没有 田佑走后 品妈还是一脸凶狠 说田佑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阿平向来不敢反驳 只是怯怒的站在一旁附和 其实品妈心里有数 她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虽然不清楚阿平用了什么办法 把自己复活过来 不过品妈的生命已经所剩无几了 她心里放不下阿平 决定在临死之前多为其做点事 把身边所有的威胁都铲除掉 另一边 田佑找到球叔 她怀疑品妈已经死了 不定如此 田佑还发现 品妈跟阿平身上都有黑斑 她觉得皮皮和小倩都是被其害死的 但是田佑总不能压着个死人 向上级交差 所以她想请球叔出山 帮忙收复品妈 可对方早已不干这一行了 不过球叔也不会 做事不管 她把马晓琳的名片给了田佑 并表示 其实专门从事这一行的人 球叔让田佑放心 马晓琳只能抓鬼 对僵尸束手无策 所以她是最适合 帮助天佑 收复品妈的人 当天晚上 郑中和母亲躲在大堂里 静静等待小倩来取衣服 担心被她发现 两个人特意找了一片大叶子 做伪装 很快小倩来到这 她一眼就识破了 郑中拙劣的演技 当场怒孕郑中妈 并要求郑中再帮自己一个忙 今天晚上是小倩妈的生日 小倩催促她去帮自己送衣服 郑中健壮 不由得有些心软 她决定让这对母女再团聚一次 于是便允许小倩附在自己身上 这样她就能自己去送衣服了 一开始小倩有些别扭 不愿意直接承认身份 而是以郑中的口吻 跟母亲说生日快乐 看着母亲伤心欲绝的样子 小倩心里也很难过 母亲一直觉得 是自己的原因 才害得小倩走上不良少女的道路 现在看到女儿送的裙子 她心里越发难过 反正小倩已经不在了 小倩妈自己一个人活在世上 也没什么意思 她甚至想自杀去陪伴女儿 在接下来的聊天中 小倩妈终于听出了郑中的语气不对劲 她这才知道是小倩来看自己了 小倩情急之下 直接冲出郑中的身体 可是人鬼殊途 他们没办法有肢体接触 小倩只能安慰母亲不要做傻事 郑中健壮 正好再次让她上自己身 就这样 倩妈如愿以偿 抱到了女儿 她也答应 不会做傻事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小倩和郑中便离开了 倩妈说 她生前最喜欢吃汉堡薯条 于是郑中便去买了一份 跟小倩一起躺在椅子上 因为鬼没法吃养金的食物 郑中就让她闻闻味道 解馋 中途在闲聊的时候 小倩打趣道 没想到你还有两把刷子 不是指挥作家 郑中则一脸骄傲的表示 出来骗人也是要做功课的 虽然大的法术不会 不过这种基本功 自己练得特别扎实 经过刚才一事 郑中不再害怕小倩了 反而十分同情她 小小年纪就做了不良少女 她的男朋友还是个渣男 除了伸手要钱 什么都不会 好不容易决定好好生活了 结果还被人给无情杀害 之后郑中还非常笨拙地 安慰了小倩两句 其实她也想过好好学习 做个正牌的捉鬼大师 这样就能在大厦里 好好诚诚威风了 小倩听后便决定 帮郑中实现愿望 也算是报答她这两次帮忙了 他们一起回到大厦 小倩准备吓唬一下这里的人 到时候郑中再出来及时救场 这样大家就会更加崇拜她了 很快门卫老头被第一个吓跑 临行动前 郑中特意嘱咐 不能吓唬珍珍 嘉怡 阿平 还有天佑 他们几个人都很好 其他人就随便了 只要不闹出人命 怎么玩都行 于是小倩便开始 爱家爱户的吓人 一会儿出现在浴缸里 一会儿又蹦到电视上 面部扭曲 浑身惨白 很快就将其他人吓得落房而逃 阿平正在家里睡觉 平妈见状 嬷嬷走不出去 平妈趁着阿平睡觉期间 打算偷偷杀了天佑 可是她今天恰好有事不在 家里只有复生自己 平妈倒是一点都不客气 逮着复生就准备痛下杀手 还好她这些年跟着天佑 学了不少本事 更何况复生本就是僵尸 平妈在她面前就是个小蚂蚁 就在她俩对峙之际 天佑突然闯进来 她直接将平妈打了出去 经此一事 天佑也下定决心 要请马晓琳来 另一边 大厦的居民们纷纷找到郑忠妈 说看见小芊来索命 想让郑忠帮忙做法超度一下 这次大家都见识过小芊的厉害了 十万八万的法事费也没关系 纷纷掏出钱来凑 剩下不够的加一则全包了 眼看计划得逞 郑忠悄悄露出了个皎洁的笑 平妈这边叫醒了阿平 她知道自己恐怕时日不多了 临死之前 平妈想看到真真嫁进来 她催促阿平去跟人家求婚 但是这种事应该做好 万全准备才对 阿平都不知道真真喜不喜欢自己 更何况她从来没有表白过 这些求婚的话未免有些太唐突了 阿平想再等等 可是平妈却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在她的强烈要求下 阿平也只能答应下来 次日天佑根据名片上的地址 找到马晓琳 看到她办公室中挂着的马当娜画像 天佑一时有些出神 疑问才知道这是她姑婆 之后天佑邀请马晓琳 去帮自己抓鬼 谁知道其收费高的离谱 她十分淡定的说自己一分钱都不会给 现在马晓琳差点将其轰出去 当场表示这单生意没得谈 可天佑并没有就此放弃 她知道马晓琳跟真真关系很好 于是便说 这只鬼可能会威胁到真真和嘉宜的性命 这一招果然奏效 她不再推脱 跟着天佑来到阿平家查看情况 刚好今天真真来取衣服 她明明要的蓝色 但是阿平却为其感知了一条红裙子 还明明起约穿红色更好看 真真倒是没想太多 反正只是一件衣服而已 在他们讨论衣服的时候 马晓琳拿出照妖镜开始四处查看 并在上面画好符咒 结果上面的神光刚好打中平妈 她一气之下又开始骂人 恶狠狠的让阿平把所有人都赶出去 真真对此已经见怪不怪 她把马晓琳和天佑带回自己家 真真去给准备咖啡 他们俩则在讨论平妈的事 马晓琳觉得她不是僵尸也不是鬼 就在两人商讨之际 真真走了出来 说佳怡去郑州那了 据说他们今晚要准备一场法事 马晓琳一听 顿时感觉有大事要发生 今天可是三破日 郑说着话 天佑接到一通电话 她赶紧以工作为友 带着马晓琳离开 领走之前 马晓琳告诉真真 今晚一定不能让郑州做法 可是等她把消息传给郑州的人的时候 他们却不现一顾 郑州更是一脸骄傲的表示 自己可是玄武童子 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怕 他们压根没把马晓琳的警告放在心上 真真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 当天傍晚 阿平将她约到天台 并诚心表白求婚 结果不出所料被真真拒绝了 其实阿平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 所以一点也不意外 她只能无功而返 并让真真不要往心里去 以后大家还是好朋友 不到家后 阿平向品妈解释了刚刚的情况 她觉得感情这种事不能勉强 更何况自己跟真真认识这么多年 如果真的互相喜欢的话 也不会等到今天了 话虽如此 可平妈看不到儿子跟真真结婚的话 会死不瞑目的 阿平对此非常为难 另一边 天佑带着马晓琳来到法医科 法医发现 小倩和PP的尸体上长出了很多黑斑 但是这些黑斑里都没有沉淀色素 完全无法判断形成原因 马晓琳将他们俩的尸体放在窗前 不一会月光照进来 尸体瞬间变成了干尸 原来那些黑斑是湿气形成的 死得越久 湿气就越重 而且长时间跟湿气重的人待在一起 身上也会长出这种黑斑 品妈身上的湿气就非常严重 这也就是阿平身上有黑斑的原因 于是马晓琳和天佑便打算再去会会品妈 与此同时 郑中正在大厦外面做法 她完全没有理会马晓琳的劝告 跟小倩一起相互配合 和我们的其他人一愣一愣的 本来这场法式应该所有居民都到场的 可是阿平和平妈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没来 珍珍见状便想去叫他们下来 谁知一进门就被关了起来 平妈硬逼着珍珍嫁给阿平 眼看她时日无多 阿平也选择了妥协 恳请珍珍帮帮自己 最起码得了了平妈这个心愿 剩下的等以后再说 珍珍被直接吓兵了过去 等她再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椅子上 房间内则被布置成婚房的样子 平妈自顾自的为珍珍和阿平举办了婚礼 阿平此时已经抹正了 另一边由于阵中在三破日做法烧纸前 导致附近的孤魂野鬼都被吸引了过来 这时马晓琳和天佑来到这 她给众人喷了牛眼泪 准备留在这对付众多孤魂野鬼 而收拾品妈的事则暂时交给天佑 她飞速冲上楼去 直接破门而入将品妈压在门板下 马晓琳这边遇到了一大群孤魂野鬼 看着他们个个面目争议的样子 一旁围观的人顿时被吓傻了 厉鬼们尚且抓住他们 让众人无路可逃 阵中已经完全傻了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抓起母亲就准备逃跑 还好有马晓琳在 她三下午初二就解决掉一众鬼魂 打得他们头晕眼花 最后将其封印在一辆车内 随即便赶去支援天佑 此时天佑还在跟阿平对峙 她说什么都不肯放过平妈 阿平见状 情急之下便拿起剪刀准备发起袭击 天佑一把将其按倒在桌子上 平妈则趁机站了起来 结果被一脚踹飞 天佑赶紧解开珍珍的束缚 准备带着她离开 谁知阿平竟然用剪刀 抵住珍珍的脖子做威胁 天佑不敢轻举妄动 阿平和平妈则挟持着珍珍去了天台 这时马晓琳来到这 她赶紧带着天佑追上去 在平妈的强烈洗脑之下 阿平已经完全丧失理智 她决定带着珍珍一起跳楼 这样他们一家人就能在阴间团聚了 马晓琳好心规劝 天道轮回 平妈杀了人注定会不得善终 如果阿平也执迷不悟的话 到时候下场也会异常凄惨 尽管马晓琳说的如此严重 可阿平还是死不悔改 正说着话 小倩来到这 一听说是平妈杀了自己 她瞬间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一个飞扑就准备掐死平妈 虽然最后没有成功 不过马晓琳却在关键时刻 往平妈脸上喷了虚鬼喷雾 她瞬间痛苦的瘫倒在地 最后变成了一具干尸 阿平看到这一幕当场破防了 还没等她作合反应 正中等人便赶到这里 而平妈的鬼魂则恶狠狠地表示 一定要让所有人陪葬 马晓琳见状完全不想搭理她 直接扔出符纸用手结印 并将平妈彻底封印起来 这也彻底激怒了阿平 她知道自己打不过马晓琳和天佑 于是便抱起平妈的尸体跳了楼 她刚好掉在了马晓琳封印厉鬼的那辆车上 此时山本未来的身影一闪而过 等马晓琳的人赶到楼下的时候 车内的白鬼已经钻进了阿平体内 她当场撂下狠话 说要在回魂那天晚上报仇 接着就彻底死去 马晓琳解释说 人在临死前会吸入最后一口气 这样才有力气在回魂夜 看望完亲人的时候走完黄泉路 而阿平吸入的却是众多利鬼的冤魂 而且还是在三破日这天晚上 更何况 其本身就怨念深重 恐怕回魂夜那一天 阿平真的会回来报仇 事到如今马晓琳的身份也没办法再隐藏了 她老老实实跟嘉怡交代了一切 郑忠说的话 真真醒了过来 她心体善良 就算差点被杀了 也觉得阿平只是太过孝顺了 不至于将其打得永不超生 马晓琳解释说 并不是自己非要除掉阿平 而是她要来找大家报仇 如果不解决掉阿平的话 大厦里的其他人就要遭殃了 郑忠这边 正在跟母亲考虑要不要搬家 他们的真面目已经被识破了 以后再想骗人赚钱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这次两人打算搬得远一点 只不过郑忠现在已经对小倩产生感情了 将她当成亲妹妹一样看待 所以这次搬家 小倩也会跟着一起 正在他们商量搬去哪的时候 马晓琳突然来到这 她是来提醒小倩入轮回的 世界万物死后都要入轮回 这样才能继续投胎 可小倩却死活不肯 她担心自己下辈子会投胎做虫子 马晓琳则继续劝告 如果不入轮回的话 就会成为孤魂野鬼 而郑忠及其母亲的寿命都是有限的 万一哪天他们俩死了 小倩就没有安身的地方了 到时候只会更惨 而且鬼能做的事十分有限 继续留在世上也没什么意思 在马晓琳的持续不断的劝说下 小倩终于被说动了 很快地狱使者便前来接她离开 此人跟马晓琳也算是旧相识了 他盯住其好好照顾小倩 就这样小倩入轮回投胎了 马晓琳判则扔给郑忠一张名片 让他明天记得把自己送小倩 入轮回的费用截下 与此同时 山本未来正在酒吧里喝闷酒 这时一个不知死活的男人跑过来 他正好饿了 于是便将其带到厕所 假衣缠免实则吸血 谁知道阿坑突然来到这 他飞速打晕那个男人 并劝山本未来跟自己回日本 谁知对方说什么都不肯 还直接跑了出去 结果被赶到这里的山本衣服抓了个正着 现在山本未来想不回去都不行 就这样他被强行米云抓走了 原来山本未来也是僵尸 在他小的时候 无意间撞破了山本衣服吸血的场面 他才明白自己的父亲是僵尸 后来母亲去世 山本衣服一时没把持住 竟然咬了女儿 害得山本未来也变成了僵尸 原本当年他和阿坑是一对恋人 可是山本未来的定力不够 咬死了阿坑的父母 也咬死了阿坑 是山本未来将他复活变成了僵尸 以前阿坑也对山本一夫心生怨念 不过后来他逐渐选择了接受现实 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 再怎么不情愿 也只是在无能狂怒而已 所以阿坑才会继续追随山本一夫 在新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价值 之前一个叫林国栋的男人来到这 他身患癌症 所以一直在忠心耿耿的为山本一夫工作 其目的就是想让他把自己变成僵尸 好免除病痛带来的折磨 只是山本一夫总是一拖再拖 以实际不成熟为理由拒绝 这天林国栋告诉山本一夫 澳门那边的赌场出了点问题 有个香港帮会想来分红利 并且他们已经跟赌场打好了关系 看样子目的不只是钱财那么简单 山本一夫听后便决定亲自会会这帮人 来到香港双方一见面 气氛就剑拔弩张起来 对方老大一夫目中无人的样子 当场撂下狠话 中国人的地盘还轮不到小日本插足 现在可不是战争年代了 日本人当年那一套已经不好使了 眼看谈判不成 山本一夫也生气了 他让阿坑一个电话叫来了手下最得意的打手 并将香港帮会那群人拦截下来 双方当场爆发战争 阿坑和打手都是僵尸 这群普通人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而阿坑和打手总毫发无伤 战乱过后 香港帮派死伤惨重 等警察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纷纷被震惊到了 有个警察认出了一名死者 叫普俊是开赌场的 这是天佑利用自己的特殊能力 看到了事发过程 不过他并没有伸张 事后山本一夫从新闻中看到了天佑的身影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见见这位老朋友了 下面他们的谈话中提到了一位妙善上师 这个人大有来头 我们后面再说他 先来看看嘉宇这边 大厦里出了阿平这档子事 再加上郑中和他母亲淑姨 整天装成弄鬼道 导致居民们现在纷纷搬走 郑中母子俩对此非常愧疚 打算过几天就搬走 免得再给别人添麻烦 好在嘉宇心地善良 表示大家做街坊邻居十多年了 知错能改就好 不用非得闹到撕破脸皮的地步 郑中说着话 一个女孩蹦蹦跳跳的跑过来 这是嘉宇找的房产经纪人小青 在听说郑中想找工作后 她非常热心的表示 愿意提供帮助 不过这栋大厦处的事已经人尽皆知了 要想往外出租的话 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 郑中回到家后 发现父亲老金正在这吃方便面 她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上去就开始冷嘲热讽的 老金是来给赡养费的 不过她没个正经工作 还没郑中装神弄鬼装的多 所以一个月给不了多少钱 而且脾气还特别暴躁 一回来不是跟树仪吵架 就是蹭吃蹭喝 也难怪郑中瞧不起她 不过即便如此 树仪还是记管着老金 毕竟他们俩夫妻一场 尽管阿平这件事一闹 郑中的脑子总算开窍了 她决定改过自新 好好学门手艺 赚钱养家 省得将来拿老金的钱 被她指指点点的 与此同时 嘉宜找到了马晓琳 表示那栋大厦 是王夫留给自己的 只租不卖 可是自从阿平那件事曝光后 人们就再也不想来租房子了 再这样下去 嘉宜就没收入了 她希望马晓琳 能妥善处理这件事 钱财什么的不成问题 马晓琳倒是没含糊 珍珍和嘉宜 就像她的家人一样 所以这件事 马晓琳绝对不会放人不管的 另一边 傅珍来到了珍珍的学校上学 看着周围无忧无虑的同学们 她心里五味杂陈 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待多长时间 不一会珍珍来搭话 傅珍知道她是来打听天佑的情况的 于是便把天佑和阿秀的故事 改编一下说了出来 珍珍听后 觉得天佑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人 她好开心 暗自窃喜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 傅珍见状再次助攻 让珍珍请天佑吃顿饭 也算是报答一下 她的救命之恩了 当天傍晚放学的时候 傅珍疯狂给珍珍助攻找理由 天佑想拒绝都拒绝不了 只能无奈的答应下来 马晓琳这边联系了朋友皮特 让她帮忙调查一下 如果一个人在三破日含恨自杀 并吸入了大量的冤魂 再回婚宴那一天会变成什么 皮特表示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自己没有碰到过 需要找专人问一下才能给出答复 关完电话后 珍珍打了过来 邀请马晓琳一起出去吃饭 谁知一出门 却遇到了郑中 她是来拜师的 马晓琳懒得搭理她 来到饭店 餐桌上只有天佑 珍珍 附生和马晓琳 整顿饭的气氛非常诡异 名言人都看得出来 珍珍喜欢天佑 只有她自己一直在装傻 马晓琳看不下去了 她找机会单独跟天佑谈话 试探其对珍珍的想法 没想到这个大志男 竟然一点也不委婉 直接表示自己不喜欢珍珍 还说会找个合适的机会 说清楚 以免大家误会 之后马晓琳又单独找到珍珍 询问其对天佑 到底有什么想法 事实证明 女生在暗恋时期 真的会智商下降 天佑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 珍珍竟然觉得 她对自己有意思 理由则是 如果她不喜欢我的话 怎么会救我呢 一旁的马晓琳 听的是火冒三丈 她知道 如果不打碎幻想的话 珍珍迟早会在感情里受伤 于是便建议起 有什么话 直接了当的告诉天佑 晚上回家的时候 马晓琳跟附生 十分默契地先一步离开 给珍珍和天佑 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想让他们俩 在今晚把话说开 珍珍几番犹豫过后 最终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 结果不出所料 天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而且说的话非常强硬 她是人民警察 会不顾一切的救任何人 珍珍在天佑心目中 并不是特殊的存在 除此之外 她也没有开启新恋情的打算 为了避免被人说闲话 天佑准备带着附身搬走 这让珍珍很是难过 两人最终不欢而散 与此同时 马晓琳和附生正在讨论这件事 按理来说 珍珍那么温柔可爱 是个男人就会心动的 为什么天佑就如此的心狠呢 珍说这话 珍珍和天佑来到这 从她孤作淡定的表情中 马晓琳猜到了 肯定是表白结果不如意 她想帮珍珍出气 却完全找不到理由 天佑则告诉附生 以后不要再撮合自己和珍珍了 他们俩之间是不会有结果的 时候珍珍满腹怨气的回到家 干什么事都心不在焉的 顾着膝头望东头 嘉宜看出不对劲 便上前询问 这才得知天佑要搬走的事 也明白一直以来 都是珍珍在单恋人家 马晓琳这边回到家后才发现 珍珍竟然还守在门口 看来这一次确实是 诚心想拜师学艺 但是事情哪会那么简单 马晓琳最痛恨 敲诈别人钱财的神棍 要是珍珍能早点听自己的劝告 三破日那天 也不至于找来那么多孤魂野鬼 阿平更不会吸收那么多怨气 所以这一时半会儿的 马晓琳还真不打算接受珍珍 她准备设几个难关 让其知难而退 先是找来一大捆卫生纸 缠满珍珍全身 让她保持经济独立的姿势 十个小时 并且卫生纸不能断 如果做得到的话 第一个考验就算过关了 虽然很累 不过珍珍这次异常坚定 她一动不动的站在门口 马晓琳也不心疼 回家该干嘛干嘛 很快皮特就传来消息了 她专门拜访了一个印度大师 原来在三破日心生怨念 并且死后吸入了 大量孤魂野鬼的人 会变成传说中的恶修罗 这是一种极强的恶鬼 相传千百年来 历史上只出现过三次恶修罗 关于他的记载少之又少 其中最厉害的一次 是在一战时期 而且恶修罗出现之前 会有三个征兆 一是房屋内周围的花草树木 蛇虫鼠椅全部死光 其次由于恶修罗本身阴气太重 会导致屋子内产生大量的湿气 第三 临近恶修罗出世的几天 无论白天黑夜 空中都会被怨气所笼罩 对付恶修罗的方法 皮特也查了 四个字 血债血偿 马晓琳看完后 赶紧前往大厦查看情况 此时的阵中 依然保持着经济独立的姿势 站在门外 很快 马晓琳来到大厦 一番查看过后 他发现这里的种种迹象 跟皮特所说的完全对应了起来 等晓琳回到家后 发现正中竟然还一动不动的站在门外 他顿时来了兴致 眼看第一关 正中已经通过 马晓琳便遵守约定 开始了第二关的考验 他把正中叫到家里 表现得非常热情 害得正中误以为要做什么羞羞事 结果马晓琳略施小机 哄骗其喝下定声浮水 并打开电视 开始播放自己的捉鬼录像 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 正中必须一直循环 观看这些录像 以此来锻炼胆子 他瞬间后悔了 本来以为要走桃花运 谁知道竟然要挨五个小时的下 正中顿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马晓琳没在搭理他 而是找到了求书 询问其有没有其他对付恶修罗的办法 阿平虽然变成了恶修罗 但是他生性善良 活着的时候也没少做好事 如果不是平妈 一直在暗中搞鬼瞎捣乱 阿平这辈子也不至于过得这么凄惨 所以马晓琳不想把他打得魂飞魄散 勇士不得超声 求书听后表示自己能理解 问题是恶修罗这种鬼十分凶狠 但凡阿平能保持一点理智 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 他很大概率是不会被叫化的 求书担心马晓琳白费心思 如果不能解决掉阿平 也无法送其去投胎的话 他就会沦为孤魂野鬼 到时候马晓琳只会土增罪孽 这样的风险太大了 话虽如此 可马晓琳还是下定决心尝试一下 于是求书便拿出一本 《地藏王轮回大套装》 里面记录了让各种不同类型的亡魂 投胎转世的方法 不会像阿平这种怨念如此深重的恶修罗 仅凭马晓琳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所有害他自杀的人都要参与进来 就当是为阿平赎罪了 只有这样才能驱使他投胎 之后马晓琳去准备阿平的投胎工具 求书则在屋内起谈做法 打算超度贫骂的亡魂 谁知道他竟然还是名玩不化 一口气咬定 是马晓琳等人拆散了自己和阿平 求书一边做法 贫妈一边骂骂咧咧 另一边 马晓琳回到大厦 集结了阿平自杀时 在现场的那群人 并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计划 之后他又回家找了郑中 让其一起参加 本来大家都不想蹚这个浑水 可是他们回去后 左思右想 阿平生前带人不错 邻里邻居都受过他的帮助 于是第二天 众人便不约而同的来到天台 马晓琳把工具拿出来摆好 他们在地上铺了一张大轮回地藏图 今晚12点阿平的亡魂会从大堂回来 到时候大家要用心灵蜡烛将其引到天台 马晓琳则会打开阴阳路送他去投胎 心灵蜡烛点燃后 所有的鬼怪都会被迫跟着行走 但是这种蜡烛只能用自身的人气点燃 搭火机等外力物品是无效的 而且心灵蜡烛点燃后不能讲话 否则人气会泄露 蜡烛也会灭掉 到时候失去心灵蜡烛的保护 很有可能遭受阿平的攻击 一听这话旁边的天佑不由得心头一紧 他作为僵尸哪里来的人气 不过开工没有回头见 事到如今他也不能反悔 正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灵性动前马晓琳再三叮嘱 阿平已经变成恶修罗 现在的他早已没了往日的善良 只会想方设法地说出大家的弱点 以此引诱众人熄灭心灵蜡烛 所以在遇到阿平后 必须尽快把他带上天台 每次只能一个人下去 马晓琳这边会时刻收到那个人的情况 只要第一个人的蜡烛一熄灭 下一个人就要接力跟上 他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送阿平投胎 就会害得他做孤魂野鬼 很快正中作为第一棒出发了 大厦内阴森森的一片 书仪在天台上提心吊胆的 生怕他遇到意外 很快12点的钟声响起 阿平的亡魂也准时出现在大堂里 虽然正中心里害怕得不得了 可是他紧记着马晓琳的话 一个字都不敢说 因为有心灵蜡烛在阿平不敢伤害正中 他们俩就这样一前一后的赶往天台 中途阿平一直在想方设法的 让正中熄灭蜡烛 一开始他的意志力还很坚定 可是后来阿平不断的施法 正中受到惊吓泄露了人气 导致心灵蜡烛熄灭 他的魂魄也被阿平吸入体内 眼看正中的蜡烛熄灭 书仪急忙作为第二棒冲了下去 阿平抓住他的软肋 以正中的口吻啃醒其熄灭心灵蜡烛 还好书仪的意志力坚定 他一言不发的引领阿平前往天台 万万没想到竟然在半路碰到了老金 书仪现在不能讲话 没法跟他解释 只能不停的手舞足蹈 想暗示其尽快离开 结果不明真相的老金却以为书仪又在装神弄鬼 于是便告诉他自己是来送生活费的 书仪对此非常的无奈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这么紧要的关头过来 这时阿平再次来到这儿 老金信从中的上前打招呼 书仪则默默在心里感叹 这次绝对死定了 此时的老金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看着阿平惨白惨白的脸色 他好奇的询问起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平妈的死打击太大了 直到老金无意间看到了后面的遗像 上面挂着平妈和阿平两个人 他这才知道自己撞鬼了 可惜为时已晚 阿平毫不留情的吸走了老金的亡魂 书仪也没能幸免 心灵蜡烛就此熄灭 他们俩魂魄接连着被吸走 眼看情况危急 珍珍便决定亲自出马 但是他和阿平之间的纠缠太深了 更何况珍珍这个人心太软了 马晓玲有些不放心 天佑打算自己去冒险 他没有拿心灵蜡烛 而是询问马晓玲 有没有其他快速有效的方法 于是对方便拿出一块收魂水晶 这个小东西可以困住所有的灵魂 天佑可以把阿平收进收魂水晶里带到天台 此时他所在的楼层距离天台已经不远了 不过收魂水晶的时间只有五秒 如果阿平被放出来 天佑就会遇到危险 但是他丝毫不慌 拿上水晶便冲下了楼 很快就找到了被阿平抓住的三人 天佑一靠近周围就刮起一阵阴风 下一秒门窗紧锁 阿平也现身出来 天佑尝试着跟他讲道理 镇中一家虽然装神弄鬼 可是平时也没少帮助阿平 更何况平妈日常挤断人家的时候也不少 大家街坊邻居这么多年 总得顾及点感情吧 然而这些都是徒劳的 此刻在阿平心目中早就忘记了 大家平日里和谐的关系 满脑子都是仇恨 他觉得天佑抢走了珍珍 邻居们害死了自己的母亲 他们都是罪无可赦的恶人 就是应该永不超生 天佑没有放弃 并表示自己从没喜欢过珍珍 他们俩之间没有好的姻缘 是上天注定的 更何况平妈已经杀死了两个无辜的人 阿平觉得他死的冤枉可以为其报仇 那小倩和屁屁死的就不冤枉了吗 他们俩招谁惹谁了 有谁能为这两个人报仇呢 更何况现在大家都已经不计前嫌 宁愿冒着增加罪孽将来不得好死的风险 都想送阿平去轮回转世 这足以证明众人的心意了 可惜正如马乔林所说 阿平善良的一面已经消失了 天佑说的再多也只是在白费口舌 眼看谈判不成 他也不再废话 掏出收魂水晶把阿平收了进来 然后将其封进阵中体内 很快阿平清醒过来 开始对着天佑大打出手 又是张牙舞爪 又是字牙咧嘴 最后逼得天佑没办法 只能露出僵尸形态来应战 此刻的他力大无穷 阿平渐渐多入下风 被扭送着带到天台 真真和嘉宜见状 赶紧用马小林准备的床单将其裹起来 随着意外突发 床单竟然碎成了两半 真真和嘉宜顿时被吓傻了 待在原地不知所措 马小林见状赶紧让他们俩先离开 然后一剑将阿平从郑中体内打出来 他急忙抱头鼠窜开溜 马小林和天佑则在后面紧追不舍 今天晚上说什么都要送他去投胎 另一边逃跑的嘉宜和珍珍 找到了舒仪和老金 因为魂魄被吸 导致他们俩目前还处于昏迷状态 不过随着马小林将阿平打出来 郑中老金跟舒仪也魂魄归体醒了过来 郑中说着话 阿平突然来到这 现场的四人全都手无腹肌之力 遇上这种事只能听天有命 好在马小林和天佑及时带着阵中赶到 阿平情急之下便附身在一个人身上 马小林眼疾手快封住了门 现在他们必须找出谁被阿平附了身 方法很简单 马小林拿出一根锄魔棍 这个东西能辨别出阿平附在谁身上 但是如果他打错了人 那对方就会滚飞魄散 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 马小林不敢尝试 眼看时间越来越紧 一群人陷入了僵局 另一边 平妈还在骂骂咧咧的 他这样怨气深重 求疏无法完成超度 于是便托小鬼找来了皮皮的亡魂 让其帮忙劝说一下皮妈 皮皮倒是好心 虽然是被皮妈杀死的 可是阿平不是坏人 皮皮告诉皮妈 他自己才是害死儿子的罪魁祸首 文心自问一下 阿平从小到大的一切决定 皮妈都要插手 一不如意就各种发脾气 阿平就像是个提线木偶一样 他这一生不是为自己活着 而是在为皮妈活着 每次阿平在外人面前 都表现得很开心 可是回到家之后 就得戴上乖儿子的面具 哄着皮妈 在皮皮的劝说下 皮妈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与此同时 马小林拿出心灵蜡烛 让在场的人挨个尝试 只要蜡烛能被点燃 就证明那个人没有被俘身 天佑健壮再次紧张起来 僵尸是没有人机的 所以心灵蜡烛肯定找不起来 很快蜡烛递到了天佑手里 他说什么都不肯拿 这瞬间引起了其他人的怀疑 现在没有拿蜡烛的人 只有天佑和老金 我们都知道 他肯定不是被复身的人 所以阿平肯定是藏在老金体内了 但是其他人并不了解情况 现在其他人都在吵着 让马小林用锄膜棍打天佑 真真见状 极力上前阻拦 万一打错人了怎么办 这时郑中看出了端倪 他发觉老金今晚很反常 估计很有可能是被阿平复身了 郑中眼睛一转 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他趴在马小林耳边说了句悄悄话 下一秒对方就表示 还有其他方法能验证天佑 到底有没有被复身 那就是让真真跟他嘴对嘴吸气 如果阿平真的在天佑体内 就会被吸出来 当然这其实是马小林和郑中瞎编的 他们俩都知道天佑不喜欢真真 所以肯定会拒绝 但是阿平就不一样了 他常年暗恋真真 怎么可能会拒绝这样的机会 果不其然 这个方法一说出来 天佑当即就拒绝了 他宁愿被触摸棍打 可真真不想让其冒险 这时浮身在老金身上的阿平坐不住了 他情急之下直接探论了身份 马小林见其上当 当即张开了行动 阿平本想伺机逃跑 可是大门早就被马小林封住了 他根本无路可逃 没办法 阿平只能从老金体内钻出来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 小青突然拿着根心灵蜡烛打开门 闯了进来 作为吃瓜群众的他 完全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整整件状迅速上前接过心灵蜡烛 阿平对此非常不满 他大声质问道 你又不喜欢我 干嘛要对我好 珍珍对此没有回应 开始引领阿平前往天台 马小林率先赶往天台 施法打开阴阳路 眼看时间越来越少 珍珍等人却迟迟没有赶到 原来楼下的阿平 似乎不相信 他们是真心为自己着想的 结果珍珍一着急 害得心灵蜡烛熄灭了 他没有害怕 而是耐心的上前劝述阿平 如果大家真的都瞧不起他的话 大可以搬出大厦 可是他们没有离开 而是选择冒着生命危险 帮助阿平投胎 大家之所以愿意这样做 是因为相信他 依旧坚守本性 而且在珍珍心里 阿平一直都是 亲生哥哥般的存在 很快心灵蜡烛又亮了起来 他们也终于赶到了天台 可是阴阳路的时间已经过了 地狱使者毫不留情的走了 这下阿平投不了胎 成了孤魂野鬼 现场的人也涂增一份罪念 马小林健壮只好采用最后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锄魔棍将阿平打得魂飞魄散 谁知道皮皮突然冒出来 替他挡下了攻击 很快皮妈也来到这 她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看着阿平凶狠的模样 皮妈才知道自己的教育是多么失败 她现在只希望阿平能像以前一样和善 不要那么阴暗 在皮妈的感化下 阿平才终于放下了仇恨 她体内的怨念全部散去 马小林等人的罪念也随之消除 这时阴阳路再次打开 地狱使者要来接皮皮去投胎 阿平想让其带着皮妈一起去 但是皮妈受过一滴冤孽血 地府不会收留她的亡魂 而且皮妈生前造的孽实在太多了 就算她可以入轮回 那未来的十辈子 皮妈都要为今生犯下的孽赎罪 她会变成牲畜 最后不得好死 皮妈对此毫无怨言 毕竟是自己攒下的罪孽 所以理所应当去承担 但是阿平于心不忍 她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只要能让皮妈投胎做人 她愿意永生永世 留在人间做好事帮母亲积德 地狱使者一身心软便同意了 临走之前 皮妈向大家诚心道歉 就这样她跟着皮皮一起去投胎了 现在这件事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天佑将阿平的鬼魂带到了求叔那里 这样他不至于太过孤单 事后他们了解了地狱使者所说的 内地来历不明的冤孽血 求叔怀疑那很有可能是僵尸血 天佑一听 首先怀疑的就是山本一夫 这时求叔提到了另一件事 达姆斯预言 据他所说 1999年7月为天降灾心 到时候天下大乱 这个人来自法国 他预言的事情一向很准 求叔推测 1999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很多僵尸 角的世界天翻地覆 另一边 山本一夫等人得知了 天佑和马晓琳联合抓鬼的事情 他现在非常好奇 如果马晓琳得知了天佑的真实身份 会作何反应 之后山本一夫去看望了山本未来 他被关在一口透明棺材里 现在已经饿得不行了 山本一夫不忍心看女儿这么难受 于是便扔给他一个活人 本来以为经过这次教训 山本未来会变得老实一点 可是事实证明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他心中只有两个心愿 一是杀了父亲 二是杀了自己 山本未来不想这样 生不如死的活着 山本一夫被气得咬牙切齿 他努力控制好情绪 说等到了1999年7月的时候 就会天降灾心 到时候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都会灭绝 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则会变成僵尸 到时候山本一夫就可以称霸世界 这样他们就再也不用为自己是僵尸的身份而感到难过了 可是山本未来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他宁愿生老病死 父女俩再次不欢而散 时候山本一夫和阿均讨论起了妙善上师的事 据说这个人是观音的化身 每隔33年就会在不同的地方与33个凡人结一次缘 每人每次可以提出三个问题 山本一夫为了寻找妙善上师 可谓是煞费苦心 所以他对将来统治世界的事十分有把握 另一边 小青正在询问嘉宜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所有人看上去都那么紧张 嘉宜不想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所以就没告诉小青事实 今天晚上他们准备举办一个露天烧烤 庆祝一下这次顺利送皮妈投胎 小青最喜欢这种热热闹闹的氛围 吵着要加入进来 时候他给嘉宜介绍了一个新住客 好巧不巧这个人竟然是山本未来 他一眼就相中了阿平生前的房子 嘉宜并不认识山本未来 本来想让他先住其他房间 等自己把这里收拾干净再搬进来 谁知山本未来却表示不需要 嘉宜虽然感觉奇怪 却也没有太在意 毕竟得尊重人家住户的意愿 收下房租和押金后就赶紧带着小青离开了 当天晚上众人来到天台举行露天烧烤 天佑一个人坐在旁边思考人生 真真见状便主动示好 又是滴水又是帮忙烤肉的 而天佑却只是敷衍的笑了笑 经过阿平这件事 老金也受心不少 他跟淑姨正中好好谈了一次 一家人积攒多年的恩怨 总算得到了解决 现在他们终于又久违的坐在一起吃饭了 嘉宜等人也跟着高兴 饭桌上淑姨他们一直在帮忙 撮合天佑和珍珍 不过并没有什么收获 但是聊着聊着 小青突然发现自己跟正中的话题很多 他们俩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 正说的话 马晓琳也赶到这里 正中见状赶紧殷勤的上前断茶倒水 一口一个师傅的叫着 马晓琳急忙跟他撇清关系 表示自己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收图 书一看他已经有了这个意思 连忙趁热打铁 帮着正中说好话 嘉宜也在一旁帮忙 就这样马晓琳最终心软答应了 但是他要收败师费 练及正中家家庭条件不是很富裕 所以可以分一年来支付 一个月八千七百块钱 这已经是打完折之后的价格了 之前正中装神弄鬼 招来了那么多的亡魂 害得阿平变成恶修罗 马晓琳又得抓鬼 又得帮小倩投胎 还得收复阿平 光准备道具的费用 就得有个五六万 这也是看在嘉宜和珍珍的面子上 才给正中抹了这么多礼 要是换成外人 每个几百万是绝对不行的 马晓琳说的头头是道 正中一个字都不敢反驳 只能老老实实的答应下来 时候他们再次想办法 撮合天佑和珍珍 正中见习气的说 天佑连续救了珍珍这么多次 应该以身相许作为报答 其他人见状也跟着起后 搞得天佑下不来台十分尴尬 也给了珍珍一种错觉 时候他主动跑到天佑家 帮忙做家务 结果再次遭到了拒绝 珍珍非常难过 失魂落魄的离开了 这让天佑很是无奈 为什么他都表现的这么明显了 珍珍还是不肯改变心意 坐着他之后 傅珍一脸不满的走出来 因为是在忍无可忍 傅珍便开始质问天佑 人家珍珍要要貌有要貌 要身材有身材 要背景有背景 性格也是温柔善良 条件这么好的女孩子 有什么理由拒绝 天佑已经懒得解释了 自从阿秀死后 她就再也没想过谈恋爱的事 另一边 珍珍还在伤心 加以健壮便出言安慰 表示天佑忘不了王妻 说明她是一个很痴情的人 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 去尝试着接受新生活 有时候逼得太紧了 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更何况天佑说 不想让别人误会 自己跟珍珍的感情是好事 这说明她很在意珍珍的名声 在加以的劝说下 珍珍这才好受了一些 珍珍这边还在天台上收拾垃圾 正学小青过来主动帮忙 两人一来二去的便熟络起来 谁知道了着了着 她突然要珍珍帮个忙 原来小青的姐姐素素 跟珍珍都很喜欢白色传 而且她一直向往 白色传里的许仙 能出现在自己面前 小青为了帮素素完成心愿 就想让珍珍假扮许仙 去哄她开心 一小时工资一百块的那种 珍珍这么贪财的人 肯定不会拒绝这么好的机会 据小青所说 素素在大厦附近开了家酒吧 于是珍珍便拉着天佑一起去看看 天佑一跟素素见面 就认出了彼此的身份不简单 之后他们喝了一杯酒 结果珍珍直接一杯倒 而天佑的脑海中 和想起了跟阿秀的往事 在她的追问下 素素便说出了自己不是人的事实 据传在八百年前 白素珍与许仙相恋 但是仁妖殊途遭到了伐海的阻拦 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 最终她被金蛇困在长江巨蟹齐眼 而白素珍则是个痴情种 一直在等待父亲郎许仙回情转意 这一等就是八百年 时间来到现在 郑忠带着天佑去酒吧喝酒 因此劫持了小青和她姐姐素素 刚一见面 天佑和素素就发觉到 彼此的身份不简单 只是他们俩都没有伸张 等到郑忠睡醒 天佑就赶紧带着她离开了 临走之前 郑忠不断地回想着刚才的梦境 她记得自己隐隐约约 好像看见了素素 郑忠尚未酒醒 回到家后还在傻笑 书姨跟老金一边骂骂咧咧的 一边去准备勤酒汤 天佑看出 她估计是对素素有好感 于是便好心规劝道 谈恋爱时要擦亮眼睛 心生好感的人不一定适合自己 有时候知人知面不知心 次日郑忠去马晓琳的清洁公司上班 她穿着一身黑 把自己打扮得像个黑社会保镖 一进门 马晓琳先带着郑忠给姑婆上香 马家的驱魔术传女不传男 她能进门完全是获利而行 不过既然做了马家的弟子 就得遵守两大门规 第一 守正避邪 以天下仓身的安全为己任 可以贪财 但是绝不能搞诈骗 第二 尊师重道 不能搞神棍那一套 也不能胡说八道 由于郑忠没什么能力 所以一开始只能打打杂 在公司里扫扫垃圾 做做清洁工作 偶尔也会帮马晓琳看看电脑 有没有新消息来 这一天 他们俩接到消息 有个大妈说 自己女儿被鬼上身了 两人急忙前去查看情况 一进门就听见女孩 鬼哭狼好着说 自己要找男人 母亲说 她可能是被某个怨妇的鬼魂附身了 郑忠第一次看见这种场面 害怕的让腿发软 马晓琳戴上透视镜 玩视了一圈 然后就准备离开 其实这个女生并没有被鬼上身 只是因为失恋 心理出了点问题 她应该找心理医生 而不是驱魔人 所以说 分辨一个地方 到底有没有闹鬼 也是一门学问 结果这么一闹 郑忠浑浑身脏了吧唧的 马晓琳催促她 回去换衣服 谁知却在楼下遇到了小青 她想让郑忠继续扮演许仙 讨素素欢心 依旧是一个小时100块钱 一个星期一结账 郑忠一想自己也没什么损失 顶多喝点酒而已 所以非常愉快的答应了下来 之后小青拿出一本白蛇传 让郑忠认真学习上面的每一个细节 说完还捏了她的胳膊一下 当天晚上郑忠便开始到天台上 仔细阅读白蛇传 完全没注意到 自己被小青捏过的地方 出现了一条蛇的表迹 看来看去 她发现自己根本记不住具体的剧情 到最后直接选择了放弃 反正根本目的就是讨素素开心罢了 于是郑忠便买了一束花送她 还特意带了树一座的西冷牛肉羹 殊不知素素吃素 不一会儿小青跑过来 本想找借口把郑忠支开 却无奈她实在是太笨了 死活听不懂暗示 而且还在按照自己对白蛇传的理解 向素素讲述剧情 并表示非常渴望能遇到白素真一样的女人 既温柔又体贴 曲线能遇到人家简直是祖上积德 一旁的素素听完 表情有些微妙 叮嘱小青留在这招待阵中 自己则跑去招呼其他客人 素素离开后 小青恨铁不成钢的数落起郑忠 让她下次修改剧情之前 先跟自己商量一下 随即便跑去哄素素 郑忠则在吧台上喝酒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每次都是一杯倒 一开始小青还担心素素 会嫌弃郑忠太傻 谁知她却阴差阳错的 让素素觉得很可爱 小青健壮顿时松了口气 从这一天起 郑忠每天茶饭不思 说到马晓琳那报道 天天捧着一本白蛇传专言 这里还念念有词的 一会儿说什么雨伞 一会儿又说什么西湖 这一天素衣请客吃饭 结果请了一大圈 只有嘉宜和珍珍过来 中途他们说起天佑 老金忍不住感叹道 真是个可怜人 年纪轻轻子了老婆 自己要上班工作 要带孩子 每天过得那么苦闷 素衣见状便打断她 说前两天还看见郑忠 跟天佑一起去楼下酒吧 据说那里的老板娘美若天仙 而且有人说 这一间酒吧就像有魔力一样 恐怕这两人是醉翁之意不再酒 一旁的珍珍停后顿时有些吃醋 次时她找到傅生 陪自己去超市购物 想着天佑平时工作那么忙 肯定没法好好吃饭 所以便想给他们家添置点东西 傅生明白珍珍的心思 但是天佑一时半会儿 是放不下阿秀的 于是傅生便将珍珍带回家 给她看了天佑的素描本 里面全都是阿秀的画像 傅生劝珍珍趁早放弃 不要再做徒劳无功的事了 天佑不是心冷 只是对她热情不起来而已 虽然傅生很希望珍珍能嫁过来 可是天佑的心思别人没办法改变 珍珍听完失魂落魄的走了 还嘴硬的说 自己对傅生好 只是出于街坊邻居的照顾而已 与此同时 珍珍又在酒吧里喝醉了 她醉得不省人事 素素被逗得开怀大笑 小青看到后别提多高兴了 不一会珍珍来到这 她试探性的喝了一口酒 结果立马昏睡过去 还在梦里看见了天佑 只不过依旧是爱而不得 酒醒之后 珍珍从嘉仪等人口中得知 自己刚刚在大街上 把天佑骂了个狗血淋头 而且好多人都看到了 马晓琳在一旁叫好 说珍珍骂得太对了 不管怎么样 把一直压抑的话说出来 心情总会会变好的 另一边傅生正在嘲笑天佑 其实这件事 她压根没往心里去 如果这样能让珍珍对自己死心的话 天佑倒是愿意被骂 此时她出门上班 谁知刚好碰见了珍珍 气氛顿时尴尬起来 两个人都是一言不发 其实珍珍心里蛮愧疚的 只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道歉 走出电梯后 街坊邻居们都在七嘴八舌的 一轮这件事 看见他们俩一起从电梯里走出来 有人更是猜测 难不成天佑被骂开窍了 一轮归一轮 可这毕竟是别人的事 他们也不好多说什么 与此同时 珍珍开始跟着马晓琳到处驱鬼 这一天他们来到一家饭店的后厨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珍珍特意穿了个雨衣 她拿着根鸡腿 引诱这里的厨师鬼献身 马晓琳趁机一刀将其收拾掉 珍珍被剑了一身的不明液体 不到公司后 她忍不住询问 为什么每次都要把自己剑得浑身脏兮兮 马晓琳则满脸鄙夷的说道 还不是你反应太慢 每次走坐在前面 一动不动 当然会被剑到 之后马晓琳又批评了珍珍 最近去酒吧的事 经常喝酒的话 大脑神经会受到干扰 导致人无法及时做出反应 正说着话 珍珍来到这 她想到这里暂住几天 免得再碰见天佑 两个人都十分尴尬 马晓琳简状便苦口婆心的劝说 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世 珍珍现在还喜欢天佑 他们俩早晚要见面的 此来想去 现在也只能选择静观其变了 另一边 郑中找到小青 表示自己想了个哄素素开心的办法 两人简单交涉了一会儿 小青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而此时的素素 正在酒吧里闭关修炼 本来想让小青帮自己打打下手 谁知一出去却看到 她跟郑中穿了一身白衣服 不知道要搞什么鬼 素素索性暂时放弃修炼 专心陪他们俩玩玩 然后郑中跟素素就对起了白蛇传的剧本 办到最后 她还真的有气氛向徐显 只不过郑中玩cosplay游戏有些累了 而且在她的认知里 素素就跟得了妄想症一样 要不是有钱赚 郑中根本能花心思 看到她的态度后 素素也明白了 是小青找来郑中演戏 讨自己开心的 另一走之前 素素递给她一杯酒 郑中喝完以后又醉了 这时天佑走进来 他们不可避免的聊起珍珍 素素拿白蛇传举例 表示这个故事尚未结束 说不定人和妖之间也能修成正果 如果真的相爱的话 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 另外之意是 劝天佑大胆一点 喜欢珍珍的话就要趁早去追 省得将来后悔 镜头一转 山本一夫正在开会 她马上就能跟妙善上师见面了 山本一夫询问几个心腹 如果能见到妙善上师的话 最想问什么问题 阿均表示 自己什么问题都不会问 因为三个问题不等于三个愿望 问完之后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万一自己们能力去解决的话 心态就会受到影响 到时候岂不是得不偿失了 阿均最大的心愿 就是好好跟在山本一夫身边 这种说的话 林国栋来到这 说妙善上师已经开始接见人了 神庙外面大排长龙 他们再不出发的话就赶不上了 领走之前 山本一夫交给阿均一个小盒子 事宜他留在这里 林国栋见状便主动要求 一起前往 他也有问题想问 山本一夫对此并没有拒绝 于是他们仨便愉快的出发了 而阿均看着手里的小盒子 一时有些出神 好了以上这些就是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第十集的剧情 这集的内容不算丰富 主要分了四条线来讲述 我们简单的来说说素素 从名字和剧情的走向来看 他就是白素贞无疑了 至于正宗 说不定会是许仙的转世 当然只是猜测而已 具体还要看后面的剧情 真是不得不佩服 早年间编剧的脑洞 什么故事都敢往剧本里写 最重要的是 看起来还毫无回合感 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喜欢的别忘记 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下面一集的剧情 话节上回 山本义夫带着手下来到了神庙 这里集满了人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 见到庙山上师的 要想进去 必须得抽到红签才行 目前已经有32个人抽走红签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 山本义夫让林国栋去抽 结果他竟然真的抽到了红签 山本义夫见状 直接将签子拿走 一旁的使者 上前阻拦 说这不符合规定 应该由林国栋进去 拜见庙山上师才对 但是山本义夫认定的事 任何人都不能进行阻拦 他今天一定要进去 这下旁边的一群人不干了 说什么都不让他走 互乱中 庙山上师亲自传话 要接见山本义夫 其他人见状也只能作罢 来到房内 山本义夫表示 自己想把地球变成僵尸的世界 有什么东西会成为 这条路上的绊脚石 庙山上师回答 旷天佑 马家的血 郑国石灵 以及大日如来 近世咒 毁掉郑国石灵的方法 是与敌人合作 大日如来近世咒 在庙山上师手里 也就是说 山本义夫最大的障碍是 庙山上师 从神庙离开后 林国栋的脸色 有些难看 但是山本义夫 今天的心情同样不好 他虽然心有怨气 也不敢多嘴 另一边 山本义夫正在酒吧里 寻找今晚的猎物 他盯上了一个男人 对方连拖带拽地 邀请其到包签里玩 山本未来 忍不住心烦意乱起来 他一向最讨厌 这种毛手毛脚的男人 等对方一转身 山本未来 立刻露出尖牙 准备将其吸干 甚至男人却默默 端上来一个生日蛋糕 原来今天是 山本未来的生日 他特意准备了这个惊喜 这一下 山本未来愣住了 猝不及防的嗜好 让他狠不下心来 最后只能仓皇逃走 不一会儿 阿均来到这儿 他也是来为山本未来 庆生的 可是两个人心里 都不高兴 当初山本未来 变成僵尸 控住不住自己 吊死了阿均 山本一夫看到后 往他的嘴里 滴了一滴自己的血 这才让其 以僵尸的形式 复活过来 山本一夫的根本目的 是想要成全女儿 和阿均 谁知山本未来 非但不领情 还觉得他不可理喻 时间回到现在 山本未来 恳请阿均 带自己私奔 他不想再做 吸人血的怪物了 虽然不老不死 可是山本未来 一点也不觉得开心 他想远离红尘 跟阿均隐居山林 这样最起码 可以不再杀人 其实阿均心里 始终记挂着山本未来 问题是 他也不能背叛 山本一夫 阿均把山本一夫 交给自己的小盒子 给了山本未来 里面是他的生日礼物 让人的谈话很不顺利 最终不欢而散 另一边 山本一夫的手下 正在挖苦灵国洞 讽刺他 是不是不相信集团 不一会儿 阿均回到这儿 他完全没搞清楚 现在是什么状况 一帮的人解释说 从神庙回来后 山本一夫 就一直待在办公室里 不出门 貌似心情很糟糕的样子 就在几人不知所措之际 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山本一夫并没有透露太多 只说他们的敌人 是一个人 一个僵尸 一个神秘的符咒 和郑国石林 林国洞对这块石头 略有耳闻 这是中国的一级国宝 山本一夫吩咐他 想办法 把郑国石林 运送到香港 林国洞为了活命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回去之后 他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商量该怎么把郑国石林 运到香港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先不说北京政府 会不会答应 就算能运到香港 那肯定也是层层把守 万一郑国石林丢了 他们根本赔偿不起 不过办法倒不是没有 他们可以办一个展览 跟北京政府 把郑国石林借过来 能不能偷偷送给山本一夫 是后话 先把郑国石林搞到手再说 到时候展览会的 所有收益都给内地 这样北京政府 就没理由拒绝了 当天晚上 嘉宜跟马小林 打了通电话 询问真正的情况 得知一切安好后 他也就松了口气 之后嘉宜准备 出去走走散散心 谁知刚到楼下 就差点被车撞倒在地 司机好巧不巧 正好是林国洞 他的车子没有熄火了 嘉宜见状便邀请其 一起去素素的酒吧坐坐 顺便可以打电话 联系人拖车 素素热情地招待了两人 免费请他们俩喝酒 林国洞喝完后 梦见自己在荒郊野外 看见一个没有刻名字的墓碑 挖开以后 他惊奇地发现 里面竟然是嘉宜的尸体 并且脖子上 还有一个僵尸的牙印 而嘉宜则梦到了 自己误把林国洞 当成死去的丈夫 很快两人纷纷清醒过来 他们并没有透露 各自的梦境 不过从这儿可以看出 嘉宜跟林国洞之间 可能会有一段 极其复杂的关系 素素说 这是新酒专制新币 很久很久以前 他从妙善上师那儿学来的 林国洞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便启程告辞了 素素则告诉嘉宜 他跟林国洞之间很有缘分 并却说道 人不能一辈子活在回忆里 那样只会越来越痛苦 素素劝嘉宜往前看 可以尝试着走出大厦 找点别的事情做 与此同时 马晓琳正在给珍珍做心理工作 她现在还是很喜欢天佑 满脑子都在回想之前的经历 简直就是个恋爱脑 马晓琳对此十分无奈 眼看劝分不成 她就只能想办法撮合珍珍和天佑了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只有珍珍主动 才有可能修成正果 光靠马晓琳自己肯定是不够的 她早就跟附生联合起来了 次日附生跟着天佑去给阿秀上香 中途她一直哭哭啼啼个不停 说天佑辜负人家女孩子 珍珍对她那么好都不领情 还总是凶巴巴的 闹到最后 天佑实在没办法 只能答应附生 尽快跟珍珍搞好关系 很快 附生和马晓琳故意创造了偶遇机会 天佑和珍珍三言两语便和好如初 马晓琳和附生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刚好嘉一等人路过 看到他们几个人和和睦睦的样子 纷纷开始打趣 说不定珍珍和天佑真的能成 一旁的舒仪都跟着高兴 打算今晚多做几个菜 请他们吃饭 也好间接性的做个红娘 之后舒仪打电话给老金 让她今晚早点回家 谁知刚挂断电话 老金突然心脏迷发作 幸亏周围有人在才能及时送她去就医 这下舒仪饭也不用做了 带着郑中连夜去医院做陪护 好歹老金没什么大事 简单休息一晚上便出院了 舒仪担心她再出事 反复告诉其不能抽烟喝酒 也不能做剧烈运动 还特意叮嘱郑中看着老金 当天下午她是在这无聊 于是便跑到天台 打算把这里的天线修好 巧的是山本未来因为无聊也在这发呆 不一会儿郑中也跑过来 担心老金出事 她赶紧上前拦着 表示这种脏活累活 让自己来做就行 甚至老金却觉得 郑中正是在看不起自己 非要逞强 结果一个不小心 失去重心 差点摔下去 幸亏复生路过这 及时发动超能力 将老金救下 郑中对此倒是没怀疑 老金慢慢离离的走了 责备郑中 干嘛突然对自己这么好 之前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 现在又突然改变态度 搞得跟自己命不久矣一样 郑中对此十分无奈 怎么对她好点 还成了错了 而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全部被山本未来看在眼里 她没有声张 复生则低着头离开了 她已经跟马晓琳约好了 明天要去游乐场玩 刚好郑中没事 复生便邀请其一起去 当然天佑跟珍珍 也是必须要到场的 毕竟这是马晓琳和复生 为他们俩精心创造的约会 临出发之前 复生特意叮嘱天佑主动一点 珍珍毕竟是女孩子嘛 怎么能老让人家主动呢 由于天佑对此一笑不通 所以复生特意向她传授了 两个小时的撩妹方式 比如要时不时的问问珍珍 累不累可不可 玩游戏的时候得让着她点 总之就是一句话 要想方设法的 让珍珍开心 这就是约会的核心思想 此时他们按时出发 中途复生再次发动超能力 救下了一个小女孩 结果又被山本未来撞见 他好奇的上前询问 复生谎称自己有超能力 并请求山本未来帮忙保密 一定不要跟任何人说起 因为这件事连天佑都不知道 山本未来对此心以为真 不一会儿珍珍来到这 山本未来一看见她顿时愣住了 因为珍珍跟山本未来死去的母亲 长得一模一样 很快天佑有驾车 带着马晓琳和郑忠走过来 他们准备一起出发去游乐场 刚好车上还有空位 珍珍便邀请山本未来一起去 来到游乐场 天佑按照附身的主妇 尽力照顾着珍珍 玩游戏赢得玩偶全送给她 郑忠趁机给他们俩拍照做纪念 之后还一起做了各种娱乐项目 中途休息的时候 天佑感觉浑身不自在 总觉得今天的气氛有点怪怪的 她本想学着附身教的样子 对珍珍示好 可是话到嘴边了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随后酝酿来酝酿去 只能选择放弃 而郑忠此刻正在查看刚刚的合影 她把天佑和珍珍接触的 所有瞬间都拍下来了 中途山本未来忍不住 提出跟珍珍拍照 看着熟悉的面容 她终于久违的露出了微笑 以上这些就是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第十一集的内容 从结尾出来看 珍珍应该就是山本未来母亲的转世 不管怎么说 这次相遇的确让山本未来很开心 毕竟她孤独生活了这么久 能再次见到跟母亲长相很相似的人 确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由此也可以推断 珍珍后续会不会跟山本一夫 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不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 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喜欢的别忘记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下面一集的剧情 话题上回 马晓琳和傅生组织了一场约会行动 中途刚好碰见山本未来 便邀请她一起去了 这次相遇让山本未来 想起了过世的母亲 她忍不住提出了合影 看到珍珍开心 山本未来压抑许久的心情 也终于变好了 拿到合影的她满意离去 珍珍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默默吐槽 怎么走的时候 连个招呼都不打 马晓琳也觉得山本未来有些奇怪 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他们开始继续撮合 天佑和珍珍 马晓琳表示 自己公司还有点事 趁机带着珍珍离开 夫生也说有功课没做完 就这样 他们仨非速撤离 现场只剩下了天佑和珍珍 没办法 出都已经出来了 总不能就这么回去 天佑硬着头皮 带着珍珍继续逛 马晓琳等人 则悄悄跟在后面暗中观察 中途她突然接到电话 不得不离开 小林叮嘱正中把复生送回去 甚至一推开家门却发现 天佑已经回来了 原来她跟珍珍走了没多远 就因为尴尬各自回家了 复生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催促天佑给珍珍打个电话 最起码得问问人家 有没有平安到家吧 但是她死活不同意 并表示自己跟珍珍在一起 根本没有共同话题可聊 只能大眼瞪小眼 除了尴尬只有尴尬 天佑跟小林之间可聊的话题 都比珍珍多 复生健壮也只能作敗 暗夜时分 天佑看着她房间里 打印的照片陷入了沉思 如果复生真的这么喜欢珍珍的话 天佑愿意尝试着去慢慢接纳她 另一边 山本依赖在查看自己和珍珍的合照 当年山本依赖因为工作的原因 四处奔波 妻子只能一个人支撑起家庭 结果积劳成疾病逝了 山本依赖对父亲满怀怨气 山本依赖对此十分愧疚 她因为变成僵尸 不老不死 导致其眼珍珍看着妻子病逝 山本依赖明白 迟早有一天 她要亲眼看着女儿死在自己面前 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 山本依赖咬死了山本依赖 并喂给她自己的血 让其变成僵尸 可是山本依赖并没有感激 她宁愿经历生老病死 也不想成为害人性命的僵尸 山本依赖的做法 只会让女儿觉得自私 与此同时 林国栋找到山本依赖 表示自己已经把郑国使领借了出来 下个星期就会举办展览 只是她的身体最近越来越差 林国栋想让山本依赖 尽快把自己变成僵尸 谁知她依旧在推陀 因为山本依赖知道 做僵尸的痛苦 很多人都想体验不老不死 他们并不知道之后 要经历什么样的痛苦 但是林国栋铁了心的要做僵尸 山本依赖对此也只能选择同意 不过她目前还需要正常人帮忙做事 所以暂时不能把林国栋变成僵尸 此日 麦小林等人聚集在一起 商量着他们的姻缘计划 天佑那个榆木脑袋 指望她主动提出约会是绝对不可能的 珍珍一个小姑娘 总不能每次都那么主动 所以成败的关键 还是在他们这些中间人身上 麦小林制定了一个看似完美的计划 她已经规划好了一切行程 几个人分头行动 附身和郑中去约天佑 说珍珍邀请她明天出去玩 但是不好意思亲口说 麦小林则告诉珍珍 天佑要约她明天去逛街 理由同样是不好意思 不停如此 麦小林还特意挑了家 气氛浪漫的情侣餐厅 次日他们俩率先到达餐厅 珍珍紧张的有些不知所措 麦小林不想当电灯炮 所以找地方躲了起来 另一边附身打电话给高宝 让她帮忙催催天佑去赴约 一听说万年单身还有约会 高宝十分给力 把所有的活都揽到自己身上 让天佑赶紧去赴约 一旁的罪犯见状 也直接放弃了抵抗 表示自己认罪 并催促她赶紧出发 要不然一会儿该堵车了 可惜天佑不测风云 不知情的上级突然给高宝和天佑 安排了一堆事 这一下她想走都走不开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 珍珍却始终没看见天佑 她心里不免有些失落 很快附身便接到高宝的通知 他们只能先去餐厅陪着珍珍 并向其解释说 天佑临时收到通知要加班 可能会晚一点过来 谁知珍珍不小心把行程表掏了出来 刚好被珍珍看见 她这才知道约自己出来的人并不是天佑 珍珍备受打击 直接驾车离去 另一遍天佑和高宝的工作总算结束了 上级把所有的功劳都拦走了 天佑急忙打电话给珍珍 结果却得知珍珍一个人跑走了 而且到处都找不到她 事情因天佑而起 她只能任命的去找珍珍 但是非常不凑巧 他们俩几次三番的擦肩而过 明明相隔不远 可是到处人山人海的 天佑根本看不见珍珍在哪 一直到了晚上 他们俩才在诉讼的酒吧前相遇 天佑主动道歉 表示自己今天并不是有意爽约 实在是禁局有工作走不开 两个人把话说开 珍珍心里也就不再介意了 她本来以为今天就这么结束了 没想到天佑像是突然开窍一样 竟然主动邀请珍珍一起去酒吧里坐坐 素素见状 她心里高兴 于是便主动下厨 为他们俩做了一顿烛光晚餐 这是天佑和珍珍第一次坐下来认真聊天 两个人说了很多 她还表示下次要好好请珍珍吃饭 晚饭愉快结束后 他们俩都有些意有未尽 此来想去天佑决定按照马晓琳的行程表作 她邀请珍珍一起去山顶看看风景 中途刚好马晓琳的人路过这 看见天佑和珍珍都笑嘻嘻的 几人赶紧躲起来 悄悄跟在他们身后 来到山顶 天佑跟珍珍坐在凳子上闲聊 由于年龄的差距 导致她抛出的话题比较生硬 好在珍珍并没有介意 只是觉得天佑比较老成 本来谈得好好的 谁知天佑突然想起了阿秀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珍珍表示自己并不介意过去的事 天佑一直忘不了阿秀 说明她很专情 这是好事 珍珍虽然会吃醋 不过并不是特别介意 她没想过取代天佑心中的阿秀 甚至想多了解一下他们的往事 毕竟阿秀已经不在了 而且附身还那么小 不能没有人照顾 珍珍愿意代替阿秀 去尽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 更何况人生这么长 总不能一辈子单身吧 话虽如此 可天佑一时半会儿 还走不出失去阿秀的痛苦 她暂时没有开启亲戀情的想法 眼看两人之间的话题逐渐僵硬 躲在暗处的马晓琳见状 赶紧出手相助 她套出一张扶纸做法 让周围刮起一阵大风 想让天佑靠着珍珍近一点 谁知她和钢铁之男 竟然完全无动于衷 等到珍珍冷得打喷嚏 天佑才后知后觉的 脱下外套给她披上 之后 马晓琳在接再厉 又是闪电又是下雪的 浪漫气氛 瞬间被营造足 珍珍和天佑之间也有所缓和 她被打动了 让珍珍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天佑会尝试着接纳这段感情 一听这话 旁观的马晓琳等人 别提多欣慰了 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和心思 总算没有白费 天佑肯说出这句话 就说明她跟珍珍有戏 珍珍回到家后 忍不住喜笑颜开 嘉宜见状 猜到了她今天的约会 应该很顺利 先聊之余 嘉宜告诉珍珍 自己准备出去找份新的工作 一直待在大厦里收房租 实在是太闷了 她一闲下来就会想到 死去的丈夫 还不如找份工作 等生活一忙 就没有闲工夫 想其他事情了 嘉宜准备去日东集团做秘书 她已经收到面试信了 珍珍听完表示 全力支持这个决定 反正嘉宜现在也不算了 总是在家里待着 都快成忘夫时了 出去走走也好 另一边 马晓琳就没有这么开心了 虽然帮珍珍解决了最大的烦恼 可她自己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看着跟天佑的合照 马晓琳忍不住抱怨起来 如果珍珍跟天佑沉了的话 到时候肯定没时间陪她了 马晓琳一想到这一件事 就烦躁不已 她趴在床上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突然 马当娜的灵魂出现在这 看到马晓琳这么反常 她忍不住打去 是不是思春了 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 马是家族 他们每一代都是生下一男一女 两个孩子 其中男的负责传宗接代 女的则负责继承家族传统 成为驱魔人后 他们就必须摒弃杂念 不能有儿女私情 马晓琳不想做一辈子的大龄圣女 她下定决心 等30岁赚够了钱就退休 该谈恋爱谈恋爱 该结婚结婚 到时候还管她什么 将成不将成的 马当娜知道 这是马晓琳的私事 自己不好多插手 但是如果马氏的女孩 为男人流一滴眼泪 法力就会瞬间消失 万一将成趁此机会出事的话 天底下的人就遭殃了 现在马氏一家 只有马晓琳一个女孩 她的责任重大 与此同时 由于郑中 最近光在陪马晓琳 谈论真真的事 导致她许久没来酒吧 素素还有一点怀念 小青见状便故意上前打去 谁知话音刚落 郑中就走了进来 她想约素素出去逛逛 小青听完赶紧表示 今天人少 生意上的事 自己来应付就行 于是素素就跟着郑中出门了 他们聊聊得很开心 中途说起白色传的时候 素素坚称 这个故事是真的 而郑中对此则是一言不发 以上这些就是 我和江湿有个约会 第12集的内容 这集主要讲了 天佑对真真态度的转变 至于郑中和素素这一条支线 倒是没什么进展 不过从剧情的走向来看 后期应该会越来越精彩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喜欢的别忘记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越来越亲近 而嘉宜也找了份新工作 今天是他去面试的日子 嘉宜已经好多年没出去工作过了 他心里特别紧张 中途真真一直在不停的出言安慰 郑中说着话 天佑也走了进来 他非常自来熟的跟真真打起话 看着他们两旁若无人的样子 嘉宜心里很欣慰 他鼓起勇气来到公司面试 结果因为自己的政界年代太过久远 导致面试官不停的挑刺 面试进行的并不顺利 从对方讲话的态度来看 估计是黄了 就在嘉宜失魂落魄的准备离开时 竟然碰到了林国栋 他是这里的副总裁 得知嘉宜面试不顺后 林国栋直接叫来面试官 通知其下周一就得保证他能在这上班 正说着话 秘书前来告诉林国栋 郑国石林已经过了海关 他们得赶紧去接应 很快书记便带人护送着郑国石林来到这 林国栋连忙上前相迎 他们顺利将石林带到展览会 沙门衣服等人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 据说这块石头有斩妖除魔的威力 也正是这个原因 导致阿庆等一众羞为不高的僵尸 会有一种极其不舒服的感觉 为避免被看出端倪 林国栋遍体 带着书记等人先去吃饭 不过对方也不是傻子 临走之前特意留下两个人 守着郑国石林 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没法将他偷走的 很快这件事就上了新闻 不知道为什么 素素和小青的脸色有些难看 甚至莫名其妙的想起了法海 当天晚上郑正正在天台上浇花 威霍尔郑中来到这 看着他满怀心事的样子 一猜就知道是在为天佑的事发愁 于是郑中便安慰说 天佑是警察 难免跟普通人不一样 工作繁忙 没时间约会是很正常的 不用他往心里去 威霍尔夫生也跑了过来 他是来替天佑传话的 最近警局里的事比较多 等忙完这一阵 天佑就会来约郑正 这一句话算是给他吃了个定心丸 事后郑中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 突然注意到自己手臂上 有一条蛇的标记 他短暂思考了一会儿 想起许仙也有这样的一个标记 于是郑中便跑到楼下酒吧 想找素素玩一会儿 谁知刚一进门就被小青拦下 对方极力想劝郑中离开 可他根本不听 直接跑到吧台 不知道怎么回事 素素今天的态度非常冷漠 将郑中拒着门外 还不停地赶他走 表示以后不需要再演戏了 自己就是白蛇妄想症 知不好的那种 说完留下一杯酒就跑了 这一番话下来 直接给郑中搞梦圈了 他根本不知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眼看素素迟迟不肯再出来 郑中只好带着酒离开 可他不知道的是 素素这么做 其实是有苦衷的 他预感到自己会有一场结束 因为不想连累郑中 这才想将其赶走 次日一早 山本未来带着一盆花 去看望珍珍 甚至刚好碰见她开门 对方十分热情地 邀请山本未来 进屋一起吃早餐 这让她又想起了 从前被母亲照顾的感觉 珍珍非常温柔 各种关心山本未来 询问她上次 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如果有麻烦的话 可以找自己和其他邻居 这栋大厦邻里邻居 之间的关系都很和谐 大家会互相帮助的 山本未来听得感动不已 自从母亲过世后 她很久没感受过 这么纯粹的善意了 也只有在跟珍珍相处的时候 山本未来 才会从内而外的感到开心 郑中说着话 外面响起门铃声 来人是傅声和天佑 一看见他们 山本未来的脸瞬间垮下来 她担心暴露身份 随便找个借口就跑了 天佑是来约珍珍一起出门的 因为一个人紧张 所以强行把复生也带了过来 刚好珍珍今天不用上班 三个人愉快上街 天佑对约会方面 可谓是一窍不通 不知道怎么挑起话题 连走路都有一些僵硬 听着他们之间的尬聊 复生简直心机如焚 她怀疑自己在这 天佑和珍珍有些话 不好直接说 于是干脆找借客走了 果不其然 复生一走天佑变得自然多了 她告诉珍珍自己已经仔细想过了 虽然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 不过他们可以试试 珍珍揣着明白装糊涂 非要天佑把话说清楚 可对方也是第一次说这种事 难免有些难以歧视 于是他们俩就在这僵持不下 突然一面驶来一辆车 天佑赶紧一把拽开珍珍 手这么一牵就再也不松开了 至此他们之间算是确定了关系 珍珍心中偷着乐 一旁暗中观察的复生也跟着高兴 另一边 山本一夫等人正在讨论 郑国士林的事 刚聊没一会儿 嘉宜突然走了进来 意识到自己走错房间 她赶紧准备离开 谁知却被山本一夫的手下 哈尔门盯上了 事后对方故意前来是好 说想约嘉宜一起出去吃饭 林国栋一看就知道 她不安好心 肯定是想喝人血 于是赶紧找理由支开嘉宜 然后把哈尔门叫到办公室 希望她不要打嘉宜的主意 其实哈尔门很瞧不上林国栋 不过看在山本一夫的面子上 多少还是要顾及一点她的颜面 最终哈尔门答应不动嘉宜 可林国栋还是放心不下 晚上要下班的时候 她叮嘱嘉宜注意安全 本来以为哈尔门会消停一阵 没想到她只是换了个目标 盯上了林国栋的女秘书 对方以为自己攀上高枝了 殊不知是死到临头了 林国栋无权上前干涉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离开 另一边 小青给了郑中一张支票 表示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到此为止 可郑中并不想要钱 她只想继续跟素素做朋友 小青懒的编辑那么多 直接撂下一句话 死了那条心吧 我姐姐是不会喜欢你的 这一下郑中也不乐意了 虽然她一开始的确是冲着前去的 但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 郑中是真的对素素产生感情了 她撕掉支票失魂落魄的走了 回到家后 郑中开始疯狂喝酒 老金看到后也加入了进来 得着儿子失恋后 她就开始传授自己的经验 说追女孩子一定要厚着脸皮 死缠烂打 不要遇到一点小挫折就放弃 想当年书仪可是村里的一枝花 追求者多的能堆成一座山 老金当初就是靠着厚脸皮 才追到的她 如果素素觉得郑中接近自己是为了钱 那她可以把钱给人家还回去 以此来证明真情实义 一听这话 郑中连忙拿上自己的全部集许 来到酒吧 说要分期付款 把从小青手里拿到的钱 全还回来 郑中说这话 老金醉醺醺醺的跑了过来 他是来给郑中助攻的 老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为了生活操一辈子心 现在还要为儿子的感情生活发愁 老金越说越激动 结果突然心脏病发 直接晕厥过去 素素见状上线摸了摸他 每一会儿老金就醒了过来 被这么一闹 郑中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只能先带着父亲回去 素素刚刚暂时压制住老金的病情了 但是他很有可能活不过几年 很快郑中回到家 屁股还没坐热 小心打来电话 说素素周六想请他们一家人吃顿饭 老金和书姨听完都很高兴 素素肯主动约饭 就说明对郑中有意思 看来他们俩和好有望 一听这话 郑中瞬间元气满满 在公司干活的时候 都变得格外有动力 这一天真正来做客 他跟马晓玲分享了最近的趣事 还说要不是当初喝醉了 说的那番话 估计到现在还没有勇气跟天佑表白 郑中也跟着附和 说素素的那杯酒真的是很神奇 喝完以后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说完还拿出上次带走的那杯酒 劝马晓玲试试 当天晚上她睡不着觉 于是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喝下了那杯酒 谁知却梦见自己跟天佑抱在一起 马晓玲瞬间被吓醒 不知道为什么 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马晓玲来到酒吧 质问素素到底给珍珍他们 喝了些什么东西 素素解释说 这杯酒叫新酒 是从妙善上师那学来的 这杯酒无害 只会让人们直面内心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上天注定的 新酒只会加快事情的发生 马晓玲听完气呼呼的走了 好巧不巧刚好碰上天佑 她没好气的上前警告人家 必须一心一意的对珍珍好 绝对不能想着其他女人 连看都不能看 还没等天佑回话 珍珍也走了出来 他们俩准备一起去吃宵夜 看见马晓玲在这 珍珍便想邀请她一起去 可是马晓玲现在心烦意乱 根本没心情 她气呼呼的跑了 留下珍珍一脸懵圈的待在原地 另一边速速大现将至 她能感觉到天人武帅要来了 这是一场结束 人妖神佛都可能遇到 青则丧失修为变成凡人 重则直接灰飞烟灭 其实到这儿也能看出 他们俩就是青蛇白蛇 素素一感到法海会重新出现 之所以要约正中的人一起吃饭 是想在天人武帅到来前 给大家好好做一顿饭 但是这样会大大损耗她的元气 因为素素的法力中带有质疑的成分 大家吃了她做的饭 不知不觉间身体上的一些毛病 就会慢慢恢复 次日郑国士林的展览会按时举办 周围有层层把守 不过山本一夫已经想好了应对措施 她派出手下毕家对守卫们施掌幻术 让他们误以为郑国士林跑出去了 借此之开 书记的两名得利手下只留下一些炮灰 很快阿均来到这儿参与作战 他们俩相互配合摇死了守卫 那么阿均能否顺利拿走郑国士林呢 大家不妨在评论区猜测一下 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喜欢的别忘记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下面一集的剧情 发现上回阿均和毕家 咬死了看守郑国士林的守卫们 可是这一块临时的威力实在是太强了 他们俩稍微一靠近 就会浑身冷汗 所以要想拿走郑国士林是不现实的 很快追出去的两人就意识到 自己中了吊虎离山之计 但是等他们返回来的时候 阿均和毕家已经走了 此日天佑和高宝奉命来调查此事 现场的死者都是被吸干了血液才死的 为非免引起恐慌 上级下令必须将这件事保密 不能告诉任何外人 在调查途中 天佑找到一滩水 他能闻出来对方也是僵尸 天佑顿时紧贴起来 他感觉这件事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 另一边 郑中在公司的垃圾桶里找到了酒瓶子 他知道一定是马晓琳喝下了那杯酒 彼时便上前询问起梦到了什么 马晓琳谎称自己什么都没看见 郑中说着话 山本一夫和毕家突然来到这 他想请马晓琳去展览会猪僵尸 一开始对方并不想掺和这件事 但是山本一夫给的价钱实在是太高了 马晓琳一时心动就答应了下来 另一边 天佑和高宝正在调查案情 据证人所说 凶手是冲着郑国师林来的 高宝一看 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块螃蟹状的大石头 他没太当回事 带着林国东继续去调查其他人 天佑则独自留下来查看郑国师林 因为靠得太近 他也感觉到了些许不是 好在一切有惊无险 不一会儿郑中和马晓琳来到这 高宝对他们俩的到来有些不满 查案这种事 理所应当交给警察处理 为什么要叫来两个捉鬼的呢 林国东解释说 警察只负责查案 马晓琳和郑中是来抓僵尸的 二者互不冲突 马晓琳对天佑的到来也很不满 但是没办法 山本一夫的命令就是这样 他只能装作视而不见 带着郑中在现场调查其线索 中途郑中突然收到一股法力的操控 天佑赶忙上前将其拉回现实 他清楚地看到 施法的人是那个书记的两名手下 看来这两个人也没有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不一会儿郑中打了电话 约天佑和小林一起出去吃饭 另一边 林国东因为秘书被赫满吸干了血 导致他不得不重新聘请新任 此来想去 林国东决定提拔嘉宜做秘书 可是他并没有做秘书的经验 更何况嘉宜才来工作没多长时间 一来他害怕别人说闲话 二来担心自己没办法胜任工作 不过林国东却表示 完全不需要担心 做秘书没有那么难 只需要帮忙接听电话 做做记录就好 而且嘉宜的努力 大家都看在眼里 不会有人说闲话的 眼看他一直没信心 他们俩便约好 先试做三个月 如果试用期到了 嘉宜依然没信心的话 林国东就去聘请新人 打成功识后 嘉宜开始专心工作 而天佑和马晓林一方人 则跑到停尸房查看尸体 虽然这种死法确实很奇怪 不过法医并不相信 世界上有僵尸 之前有过一个类似的案例 凶手用两根圆锥形硬物 插进死者体内 将其全身的血液放光 看上去就跟被僵尸吸干了血一样 但是展览会现场 并没有发现其他血迹 而且当时书记的两名手下 没一会就回来了 这么短的时间内 不可能放光那么多人的血 目前来看 貌似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僵尸 马晓林见状便拿出一瓶化学药水 僵尸说白了就是行尸走肉 只要是个人都会分泌唾液 所以他们在咬完人后 肯定会留下唾液的痕迹 马晓林手里的那瓶化学药水 可以检测出唾液 他往伤口上滴了几滴药水 上面果然出现了唾液留下的痕迹 马晓林觉得 那群僵尸肯定还会出现 他和天佑决定分头行动 马晓林去准备捉僵尸的工具 天佑则回去查看 展览会现场的录像带 之后马晓林询问了 皮特关于郑国石林的事 这块石头是在四川被发现的 最早被摆放在天津 后来才被运送到北京 说是可以保佑国家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另一边天佑和高宝发现 展览会现场的录像带中 全都是雪花瓶 高宝已经没耐心看下去了 他开始询问天佑跟真正的情况 还说他们俩之间很有缘分 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要不然过了这一村 可就没这店了 毕竟大男人带着孩子 还是比较麻烦的 更何况天佑这么忙 万一复身一样不良可怎么办 正说着话 傅称打了电话 他们正在素素的酒吧里聚会 现在基本上所有人都到齐了 只差天佑跟马晓琳 挂断电话后 他开始继续查看录像带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天佑在里面看到了 阿坑穿墙的画面 另一边 老金和书仪开始拿针针打去 说他自从跟天佑在一起后 整个人变得如沐春风 在寻疗途中 他们说起了嘉宜升职一事 大家纷纷猜测 林果冻怕不是 最翁之翼不再久 珍珍也表示 支持嘉宜开启第二唇 正说着话 素素和小青跑到后厨 开始准备食物 这些盘子里装满了虫子 素素要施法 将它们全部变成美味的食物 等全部变完以后 他的身体元气大伤 天佑这边跑到求书家商量对策 根据记载 西洋僵尸 也就是吸血鬼 跟天佑和山本一夫一样 都是降臣之后 而且僵尸的后人 一代不如一代 像天佑这种被降臣咬死的 属于第一代僵尸 被他们咬死的人 则属于第二代 以此类推 越靠后的僵尸 实力就越差 没会儿 马晓琳也来到这 他怀疑那群僵尸的根本目的 是要摧毁郑国施灵 马晓琳从求书手里 购买了大量的工具 简单说了一会儿 他们俩便赶往素素的酒吧赴约 谁知一进门就看见 珍珍等人一动不动的 瘫坐在座位上 上进一室 上前拦着 徐问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素素一脸淡尽的说 他们全都死了 他的致病方式是 以毒攻毒 先死后生 果不其然 花音刚落 珍珍等人就全部醒了过来 而且他们身上的伤痛都痊愈了 马晓琳这才知道 素素没有撒谎 最后在回家途中 几人再次助攻 让珍珍和天佑单独在一起 中途他聊起复生 珍珍说 复生在学校里很孤僻 总是自己一个人待着 不跟其他同学玩 他有些担心 建议天佑抽出时间来陪陪复生 如果实在是没时间的话 自己可以帮忙照顾他 另一边 复生给山本未来带去一份宵夜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 不过他还是十分感动 珍珍说的没错 这栋大厦里的人们都很友善 越时代在这种环境里 山本未来就越是因为 自己是僵尸的身份 感到愧疚 很快天佑回到家 他告诉复生 以后不要在学校里那么独来独往 否则很容易引人注目的 化学如此 不过复生好歹 也是几十岁的人了 珍珍等人都应该管他叫爷爷 可现在复生却得反过来 叫他们哥哥姐姐 虽然在备份上吃了亏 不过复生倒是落在其中 他喜欢被当成小孩子照顾的感觉 复生恳请天佑不要搬家 多陪陪珍珍等人 四日 书一等人一起出门逛街 中途休息的时候 小青注意到不远处 有个男人一直在往这边瞄 小青一时贪玩 还故意逗了逗那个男人 搞得对方尴尬的无地自容 他们就着这个话题 聊起了找对象的事 先是调侃了珍珍一番 之后又开始询问佳怡 到底对林国栋有没有意思 虽然不是年轻小姑娘了 不过找个第二蠢也不是什么男事 更何况佳怡和林国栋 两个人的条件都很好 门当户对非常般配 可是他现在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其他人见状也不好都说什么 之后又谈论起素素和小青 小青解释说 自己和姐姐很小的时候 就出来打工赚钱了 这些年一直省吃俭用 这才开了酒吧 素素这些年来 一直在等一个男人出现 可惜始终没有下落 久而久之小青都产生了艳难的心理 觉得天底下的男人都是服刑害 经常能看到落魄男人身边 有不离不弃的妻子 却极少看到那些飞黄腾达之后 不抛弃糟糠之妻的男人 与此同时 马小林在清点工具 一旁的天佑表示 这些工具只能捉普通的僵尸 万一展览会上的那些 是第一代僵尸怎么办 他觉得保险起见 还是应该多做些准备比较好 可是马小林压根听不进去 要不是工作需要 他根本懒得跟天佑讲话 一想起那个梦 马小林就火大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 就这么吵了起来 天佑希望马小林 不要插手这件事 可对方已经收了山本一夫的钱 哪有收钱不办事的道理 正说着话 珍珍等人来到这 本来想邀请马小林和天佑 一起去吃饭 没想到他们俩都怒气冲冲的 对珍珍说话的语气 也有些强硬 回家的时候 珍珍一直失魂落魄的样子 没过多久 傅生打了电话 说天佑要与她出来玩 很快双方见面 天佑主动道歉 说上次跟马小林吵架 有些烦躁 并不是故意绷着脸的 这次见面就是特意来跟珍珍道歉的 不定如此 天佑还约她一起看电影 只是现在比较忙 恐怕得等到展览会的案子破了才能去 珍珍听完 当即表示没关系 那么天佑和马小林 到底能不能调查到山本一夫头上呢 大家不妨在评论区猜测一下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喜欢的别忘记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下面一集的剧情 发现上回 马小林和天佑因为展览会抓僵尸一事 发生了争执 殊不知 山本一夫是故意让他们俩一起调查这些案件的 其目的就是想让天佑暴露身份 好借助马小林之手除掉她 这次争吵之后 天佑也实话告诉了珍珍 自己这段时间真的很忙 可能没时间陪她去约会了 当天晚上 附身为了帮他们俩挽回感情 悄悄跑到天台上 给一个情感电台打电话 匿名说了天佑跟珍珍的状况 很快他们俩就听见电台的内容 并不约而同的来到天台上 此时的附身还在继续说个不停 她知道天佑和珍珍都很关心彼此 只是天佑那个老古董不会表达 所以有什么话都背在心里 可珍珍比较小女生心里 得不到明确的答案 就会一直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 说到最后 他们俩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赶紧上前打断附身 让她回家睡觉 天佑刚好趁着这个机会 跟珍珍在天台聊会天 等警局忙完这阵 她一定会好好陪陪珍珍 两人把话说开后 互相都轻松了不少 珍珍也能理解天佑 毕竟工作特殊 另一边 马晓琳正在素素的酒吧里发呆 她直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会梦见天佑 当初马晓琳和珍珍抽塔罗牌的时候 抽到的是同样的牌面 她现在越想越害怕 素素见马晓琳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也猜到她估计是梦见很烦恼的事情了 于是便上前规劝说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不可改变的 命中注定的事情一定会发生 是正缘的两人不论如何都会坐在一起 不是正缘的话再怎么纠缠都没用 所以与其每天仇荣满面的 还不如接受现实 珍珍这边正在跟嘉宜打听林国东的情况 仔细一想 人家确实条件不差 毕竟是大集团的副总裁 长相虽然不出众 不过最起码说的过去 珍珍鼓励嘉宜去试试 可她始终坚称自己只是去工作 没有找对象的打算 剑嘉宜如此坚持 珍珍便不再多罪 此时阿坑和珍门一夫 开始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马晓琳和天佑之间就会产生矛盾 到时候他们俩必定会互相残杀 这样珍门一夫等人就有机可乘了 毁掉珍国士林完全不在话下 就算这个计划不成功 他们也没什么损失 可以说是万全之策了 与此同时 珍门未来开始寻找各种机会接近珍珍 早上载着她和傅生一起去上学 一路上有说有笑 十分热闹 等到了学校门口 有个同学前来找傅生说话 珍珍见状便一个人先进去了 可她前脚刚走 傅生就出事了 阿坑带人将其拦截住 双方是什么身份 他们都心知肚明 没什么好隐藏的 傅生不是阿坑的对手 毫无反抗之力 很快 珍门未来在离开路上 发现了一滩水 还一眼就认出这是阿坑的能力 一直到不对劲 珍门未来连忙往回赶 可惜等赶到现场的时候 傅生已经被抓走了 现场只留下了作业本和帽子 这些日子以来 傅生等人对山门未来都非常友好 现在发生了这种事 她绝不能坐视不理 另一边 天佑和马乔林找到林国栋 他们都想让对方退出此事 林国栋不予理会 依旧表示 查案是查案 抓僵尸是抓僵尸 井水不犯河水 很快 天佑接到珍珍的电话 说傅生不见了 挂断电话后 她赶紧跑到学校 天佑安慰珍珍 不用担心 傅生不会出事的 在她送回家后 天佑开始在周围调查情况 不一会儿 阿坑来到这附近 她没有现身出来 而是告诉天佑 如果不想让傅生出事的话 就乖乖等自己的电话 只要完成一件事 傅生就会被放出来 之后天佑回去通知了珍珍 说傅生一时半会儿 可能没线索 珍珍听完非常自责 如果当初能带着傅生 一起回学校的话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天佑健壮 赶紧上前安慰说 不是她的错 坏人的计划 并不会因为珍珍的出现而打乱 更何况 一个弱女子是保护不了傅生的 说不定还会被一起抓走 到时候着急担心的人 就不止是天佑自己了 她让珍珍对这件事保密 甚至其他人担心 回家后 天佑就开始等待阿坑的电话 她现在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心里担心的不得了 虽说傅生是僵尸死不了 可是谁敢保证 阿坑他们会不会做什么 丧心病狂的事 山本因父这边 正在跟阿坑和毕家 讨论接下来的事 正说着话 山本未来回来了 她知道傅生被抓一事 肯定跟阿坑脱不了关系 毕家见状 没好气的怼了山本未来一句 结果话来的却是 山本因父的训斥 山本未来要留在这 不找到傅生绝不走 她开始到处搜寻 山本因父不想把女儿牵扯进来 吩咐阿坑看好山本未来 不要让她出事 之后山本未来找到了毕家的房间 刚准备进去看看 对方却突然跑过来 骂骂咧咧 说她就知道跟山本因父作对 山本未来冷恨一声 嘲讽毕家 土耗子也妄想做狼的后代 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正如说着话 阿坑来到这 严厉训斥了毕家 虽然山本因父平时对她 比较放纵宠爱 但这也不代表 可以对山本未来大呼小叫 吓人就是吓人 没资格教训小姐 几人不欢而散 次日马小林一觉醒来 发现真忠在公司里练习术法 于是便交给她一个痒痒脑 这东西是佛长 可以用来驱魔避邪 不过要集中精神 才能发挥其中的作用 所以真忠还需要练习一段时间才行 之后她带着这个佛长 跟马小林来到展览会现场 警方的人也在这 中途天佑接到电话 先一步离开 下一秒 现场的电闸就被人故意切断 高宝等人注意到 外面有僵尸的身影 他们连忙追了出去 现场只留下了几个守卫 很快一个蒙面男出现在这 他飞速打晕现场的炮灰 只剩下那两个会法术的手下 双方当场打了起来 蒙面男掏出手铐 将他们俩困住 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做法复活了一旁的恐龙化石 他们在这打得火热 而山本伊夫等人 此刻正通过监视器 观察着这一切 其实这个蒙面男就是天佑 他刚刚接到的是阿坚的电话 为了救父生 不得不按照对方的要求行事 很快天佑开始跟恐龙斗智斗勇 他一个不小心被甩飞出去 对方选择乘胜追击 天佑见状赶紧捡起地上的一把宝剑 当场将恐龙化石打得灰飞烟面 就在这时 马小林和郑中回来了 他二话不说 上去跟天佑打了起来 中途郑中还趁机搞了一下偷袭 天佑猝不及防的被打飞出去 手里的剑刚好落到了郑国石林上 下一秒 郑国石林竟然爆炸了 弹射出来的剑直接打掉天佑的面罩 他是僵尸的身份 瞬间暴露出来 马小林当场梦圈 没等他作何反应 郑国石林里冒出来一个老和尚 这就是法海 他在八百年前被小青封印在长江巨蟹奇岩里 后来慢慢变成了石头 就是因为有法海在 所以这块石头才有驱魔避邪的作用 现在重新现世 他要去找素素和小青报仇 这一点倒是在山本一夫的意料之外 来不及思考太多 天佑直接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但是现在最要紧的是去帮素素和小青 以他们俩的力量是斗不过法海的 没办法 马小林只能暂时放下追杀天佑的想法 很快 山本一夫派朱阿均等人前去协助两人 法海不出 迟早会变成一大祸害 山本一夫不允许有任何隐藏的危险在 清晨时分 法海找到了素素和小青 他被困了800年 心中积攒着无尽的怨气 素素则表示 自己本来也没打算跑 该来的总会来 就算不被法海收服 素素也即将面临天人舞衰 他只希望法海能放过小青 可对方怎么可能这么心思手软 到底要不是小青设计偷袭 法海也不会被封印 双方一言不合就开打 素素和小青直接露出原形 经过800年修炼的法海 比之前更强了 素素直接被打飞出去 危机关头 马小林等人驾车赶来 一见面法海就感觉到 天佑的身份不简单 他当即决定将其一并收服 看到素素和小青受伤 正中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本想冲畅前跟法海理论 却被对方反手打得口涂鲜血 天佑健壮之后亲自出马 谁料也不是对手 不出三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马小林不清楚 法海的底细不敢贸然出手 没办法 几人只能先用障眼法拖延时间 然后带着郑中撤退 为了不让老金和树仪担心 他们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好不容易打发走他们俩 郑中瞬间摊在床上 事到如今 他也终于得知了素素跟小青 真的是白蛇青蛇 马小林在一旁 夸赞郑中刚刚很勇敢 比许仙那个懦夫强多了 只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郑中的伤太过严重 每一会就一时模糊了 素素被郑中感动 他将自己的圆丹吐给对方 现在郑中的性命能保住了 圆丹是所有妖的命脉 里面集合了他们修炼的精气 只是素素原本就元气大伤 命不久矣 现在又把千年圆丹给了郑中 恐怕是再也没有活路了 不过素素一点也不后悔 他只希望郑中以后能好好活着 虽然等了这么多年 也没等到许仙 不过能遇到郑中 已经算是幸运了 既然他愿意舍命相助 素素自然不会辜负郑中 那么事情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大家不妨在评论区猜测一下 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吧 喜欢的别忘记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下面一集的剧情 话节上回 阿K抓了复生 以此来威胁天佑帮自己做事 结果却阴差阳错下 放出了法海 导致素素和小青遭到追杀 而天佑也在跟马晓琳的搏斗中 暴露了真实身份 只是目前情况危急 他们俩都忙着去救素素跟小青 所以来不及过多解释 中途阵中意外 身受重伤 素素不忍心见他丢了性命 于是就把自己的元丹给了阵中 反正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 与其带着元丹死去 还不如拿他救人 等到天人武帅到来 就算是神仙也难逃此劫 虽说素素和小青是妖怪 可大家已经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彼此之间都已经产生感情 于是马晓琳便在大厦里布下一个法阵 这样就能掩盖住他们俩身上的妖气 让法海暂时找不过来 这个法阵只能够维持三天 如果在此期间还找不到对付法海的方法 那素素跟小青就真的是无路可逃了 他们俩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之后马晓琳便单独找到天佑 质问其僵尸的事情 她并没有反驳什么 只是说自己和傅生从来没有害过人 一直都在喝求疏 从医院里带回来的过期血包 至于毁坏郑国石林完全就是个意外 当时复生被抓了天佑也是为了救她才迫不得已那么做 更何况谁也不知道法海能藏在里面 正说着话嘉怡突然跑过来 说珍珍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 一听这话天佑和马晓琳只能先暂停对话 不过好在珍珍只是上街去找复生了 她一直觉得复生走丢是自己的错 整天活在愧疚里 马晓琳看到珍珍这么自责 别提多心疼了 天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她打算跟珍珍提分手 必定自己隐瞒了僵尸的身份 这对珍珍是不公平的 但是马晓琳却不同意 复生丢失对珍珍来说 已经算是个重大打击了 要是天佑在这个节目眼上提出分手 那就等于又给了她一记重击 马晓琳让天佑赶紧把复生找回来 珍珍的事自己来想办法 就这样两人各自离开 马晓琳准备先告诉珍珍天佑的真实身份 结果压根插不上嘴 她满脑子都是在想着复生走丢的事 还觉得自己辜负了天佑的信任 马晓琳见状也只能暂时放弃这个念头 另一边 法海还在继续寻找素素跟亲亲 还好有马晓琳的法阵做掩护 让她无法寻着妖气找到大厦 此时的法海并没有注意到 阿坑和Herman正在暗中跟踪 回去之后 他们两项山本一夫如实汇报了情况 山本一夫觉得 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除掉法海 留着她就等于留了个祸害 昨天晚上 马晓琳等人跟法海大战的时候 阿坑也在 她有些担心 因为那么多人联手都没法取胜 万一他们也打不过法海怎么办 山本一夫表示问题不大 之前妙善上师说过 只要他们跟天佑联合起来 就能将敌人铲除掉 虽然他们60年前有过节 但那已经过去了 眼下山本一夫正是用人的时候 她让阿坑想办法 保证天佑跟自己站在统一战线 另外一定不能让山本未来找到复生 看到山本一夫对她如此关心 毕加心里很不识滋味 事后她回到房间 发现自己的东西被动了 毕加一看就知道是山本未来干的 于是便怒气冲冲的跑去质问她 甚至还直接动起手来 结果山本一夫刚好路过挡下 她反手打了毕加一巴掌 与此同时阿坑找到复生 本来是想给她来一点威慑 没想到三说两说竟然聊起天来了 更离谱的是阿坑竟然还觉得复生说的挺有道理 最终她心烦意乱的离开了 复生自从被关在这就再也没喝过血 现在肯定饿坏了 不过阿坑才不会好心的到医院给她找什么过期血包 另一边马晓琳找了求叔 只问她为什么要对自己隐瞒天佑和复生的真实身份 求叔对此也是十分无奈 他告诉马晓琳自己没本事收服天佑 而且也不会那么做 当年毛道长跟马家被誉为僵尸的克星 但是等到复传到求叔这的时候 就已经比较落寞了 他发誓一定要降服将臣及其之后 没过多久 求叔就碰到了天佑 在对战过程中 他的老婆难产去世 腹中胎儿也不幸夭折 之后求叔开始不眠不休的追杀天佑 对方为了自保 迫不得已的咬了他一口 但是天佑不想让求叔变成僵尸 于是便砍了他被咬伤的腿 从这之后 他们俩就慢慢成为朋友 其实说到底 天佑和复生能有今天 跟马家有逃不了的关系 如果当时马当娜不追杀将臣 天佑也不会被咬了 求叔直言 若是马晓琳想抓他们的话 自己并不会加以阻拦 事后他再次找到天佑谈话 其实马晓琳现在蛮矛盾的 一方面天佑是真正的男朋友 而且从来没害过人 另一方面 他跟复生僵尸的身份又确认无疑 所以马晓琳并不知道 到底要不要收服他们 天佑则表示 自己巴不得赶金死 如果马晓琳要发起攻击的话 他是不会反抗的 但对方短时间内 是不会这么做的 毕竟还要考虑到真正的感受 苏苏这边哄着郑忠喝下药后 就一个人跑到了天台散心 不一会儿小青来到这 苏苏表示 郑忠是除了许仙外 唯一一个会让自己计划的男人 三天之后 就是他经历天人武衰的时候 苏苏有些舍不得郑忠 不过他还是坚信 自己一定能见到许仙 正因当年妙善上师说过 苏苏在大县江志前一定能再次见到许仙 所以他一直对此深信不疑 等了八百年 次日大家都聚在郑忠家吃饭 这时新闻突然开始播报 说有个疑似精神病的和尚 站在天台上 不知道在干嘛 目前警方已经来到这附近 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法海 单纯的高宝还以为 他要寻短剑 急得连忙上前开导 可法海连鸟都不带鸟的 就在这时 阿坚来到大厦 接掉了马晓琳的福祉 法海也因此嗅到 素素和小青的妖气 他迅速赶来出妖 眼看法海突然消失 高宝人都傻了 而素素和小青 从电视中看到这一情况后 也忙起身告辞 他叮嘱马晓琳和天佣 千万不要让郑忠到天台 随即便冲了出去 跟法海在天台相遇 双方一言不合就开打 可惜素素本来就身受重伤 而且最近还即将面临天人舞衰 很快就被打到口图鲜血 不过法海也并不是没有缺点 当年小青施法咽了雷锋塔 他为了狗活 不得已抛弃其他弟子 这就是法海的软肋 于是小青再次施法 召唤来大水 法海的脑子里 就开始回想到弟子们求救的声音 出于愧疚 他便暂时离开了 不一会儿 郑忠等人跑上来 素素见状 赶紧带着小青逃跑 书姨和老金顿时吓傻了 得知素素是妖怪后 他们连忙把郑忠绑起来 以免他再纠缠下去受伤 十分不满 当中素素舍弃法力 治好了大家体内的病 如今他需要帮助 书姨跟老金却选择见死不救 简直太没良心了 可是他们俩说到底 也是为了郑忠着想 哪有父母会甘心看到 自己孩子跟妖精纠缠不休呢 不管郑忠怎么反抗 书姨和老金就是死活不听 没过多久 大家纷纷去探望嘉宜 而郑忠则注意到 茶几的果栏里有几把水果刀 法海这边正在打坐 可他不管怎么努力 始终还是禁不下心来 满脑子都是在想着 被大水淹死的弟子 脑球成怒之下 法海就开始狂扁空气泄愤 最后又将愤怒 转化成对素素小亲的怨恨 现在只有杀了他们 法海心里憋着的那口气 才能释放出去 与此同时 天佑跟马晓琳找到求书 询问他有没有对付法海的方法 可事情哪会有这么简单 法海本身就是正义的化身 一身降妖除魔 没有比他更正气的人了 要不是因为自身的煞气太重 法海早就成佛了 就算是马家的必杀技 都不一定能对付他 虽然求书已经将其改良成 结合了南矛北马两派实力的天雷阵 不过因为威力太大 马晓琳很难驾驭住 而且这个阵法 只能用来对付妖魔鬼怪 万一对法海无效 马晓琳就死定了 办法不是没有 像天佑这种降臣之后 是可以对付法海的 但他喝的基本上 都是死人血和过期的血包 所以发挥不出真实的威力 就在这时 马晓琳接到书仪的电话 说郑中跑了 一听这话 他们俩赶紧往回赶 此时郑中刚刚联系到小青 得知了他们俩的位置后 他急忙快马加鞭的往这边赶 郑中担心素素出事 想来见他最后一面 可是非常不幸 法海已经先一步找到他 小青简直忍无可忍 发誓要将其打入18层地狱 就这样 双方再次打了起来 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小青和素素就想找机会开溜 但法海一直穷追猛打 让他们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危机关头 毕家 阿坚 跟Herman 猛着脸来到这 他们三个联合起来 去对付法海 素素跟小青则趁机开溜 很快 阿坚三人接连发起攻击 不过他们还是小看了法海 他毕竟是佛家子弟 最后三人纷纷被打伤 危机关头 山本义夫来到这 及时出手救下了他们 法海见状没有恋战 而是去找素素和小青了 以上这些就是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第16集的剧情 这一集中 山本义夫已经有了 拉拢天佑的想法 而马晓琳也对 要不要告诉真真实话 产生了犹豫 后续剧情如何 大家可以猜猜看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吧 喜欢的别忘记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下面一集的剧情 话题上回 法海对素素和小青 穷追猛打 结果遭到了阿坚等人的拦截 姐妹俩趁机 逃得无影无踪 法海则被留下来 对付阿坚等人 她可是一生正气的佛家子弟 生来就是为了斩妖除魔的 别说阿坚几人了 就是山本义夫跟法海单挑 也不一定能占上风 好在他们人多 再加上法海 忙着追杀素素和小青 阿坚等人 这才能侥幸生还 与此同时 嘉怡和舒怡 正在家里痛哭流涕 这栋大厦 使她丈夫一辈子的心血 本来以为自己收收租 就能度过余生 谁知道这又是闹鬼 又是闹妖精的 以后还怎么有人敢住进来呀 珍珍见状 只能在旁边默默安慰 而舒怡莫名其妙的 就把火气撒到天佑和傅生身上了 说自从他们俩搬来 大厦里奇奇怪怪的事就没停过 说不定天佑和傅生是扫把心转世 脑筋赶紧让舒怡闭嘴 人家父子俩平时可没少帮衬邻里邻居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更何况珍珍还在呢 时候珍珍打电话向天佑询问情况 可她现在正忙着跟马晓琳 寻找素素和小青根本没时间 离回其他事 挂断电话后 天佑便开始吻着妖气 给马晓琳指引方向 正中这一边 刚跑到马晓琳办公室 她担心素素和小青有危险 于是便拿走一些道具赶去帮忙 而素素和小青此刻正在野外休息 素素知道 法海肯定很快就会追上来 到时候免不了又是一场恶战 她想让小青找地方躲起来 不要再跟着自己了 这样只会拜拜受伤 可是他们俩相依为命上千年 现在素素有难 小青怎么能忍心离开呢 正说着话 正中跑了过来 还没等他们说什么 法海突然出现 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打 偏偏这时 正中带的道具不起作用 小青和素素只能苦苦支撑 但这根本没用 他们俩很快就被法海收进金丸里 危机关头 马晓琳和天佑赶到这 她的那一点捉摇手段 在法海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眼看马晓琳受伤 天佑突然开始暴走 直接打烂法海的保护罩 救出素素跟小青 随机上前一脚跟她踹飞 可法海很快就重新站起来 她的确厉害 但天佑也不是吃素的 法海慢慢有些吃力 不过仅凭天佑的力量 还是不足以消灭她 危机关头 山本一夫来了 她出手帮了天佑一把 法海被当场打得突血 山本一夫则趁机消失 她不想过早的暴露身份 而天佑刚准备对法海赶尽杀绝 却遭到了素素的阻拦 她觉得法海跟自己一样 都是太过执着了 要说这法海也真是倒霉 明明只是想捉腰 结果却被当成了大反派 到最后不仅没能报仇 还被打得浑身是伤 因为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法海就开始在原地 无能狂怒 就在这时 如来佛祖现身了 她说法海本来是罗汉转世 现在该完成的任务 已经完成 是时候返回天界了 就这样 法海被如来佛祖接走 而马晓琳则跑去质问天佑 为什么刚刚会突然获得 那么强大的力量 她对此也很懵圈 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山本姨夫正在跟阿均 讨论接下来的计划 她并没有想到 天佑会突然觉醒出 那么强大的力量 阿均觉得 如果不尽快除掉天佑的话 迟早会被她对付 现在他们手里有附生 暂时不会出事 可万一附生被救走怎么办 毕竟山本未来 始终没有放弃这个念头 话虽如此 但山本姨夫坚持要跟天佑联盟 她准备找个机会好好谈谈 与此同时 马晓琳和天佑正在讨论真真的事 天佑觉得 自己当初不应该答应她的追求 这样只会辜负真正的一片痴心 此来讲去 天佑还是决定提出分手 正佑说着话 小青跑来通知他们 说郑中醒过来了 天佑和马晓琳跑去一看 发现她竟然失忆了 准确来说 郑中只是忘记了关于素素的事情 虽然有办法帮郑中恢复记忆 不过素素并不想那么做 郑中失去记忆 素素就不用担心 她舍不得自己了 等素素消失以后 郑中就能过回普通人的生活 现在她唯一盼望的 就是能再见见许仙 马晓琳见状便提醒素素 还是别抱太大希望了 如果真的跟许仙有缘的话 他们俩肯定早就遇见了 怎么可能还会等这么长时间呢 话虽如此 可素素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她拉住马晓琳和天佑的手 说等他们俩遇到真心喜欢的人时 就不会在乎对方的身份 是人还是妖了 看来素素是全聚唯一一个 可马晓琳跟天佑的人了 与此同时 书仪正在家求菩萨保佑 郑中平安无事 郑说着话 天佑和马晓琳带着真忠回来了 得知她忘记素素 书仪跟老金别提多高兴了 一听说素素和小金已经搬走 嘉宜也暗中松了口气 之后天佑准备跟珍珍老实交代 结果还没等她开口 珍珍就抢先一步开始道歉 说都怪自己太过粗心 才导致富生走丢 天佑起思三番的想提出分手 结果都被珍珍打断了 没办法 她只能先放弃这个念头 同时也劝告珍珍 别再插手富生的事 免得惹上麻烦 可是珍珍并没有听 而是找来一个私家侦探 一起去打听富生的消息 对方声称 她很有可能被一个变态抓走了 珍珍听完 连忙跟着侦探去查看情况 结果一推开门 却发现搞错了 然后他们俩就因此进了警察局 多亏天佑在 珍珍和侦探才能离开 虽然马晓琳跟天佑一再表示 富生的失踪跟珍珍没关系 可她就是放心不下 想到富生一个小孩子被坏人抓走 珍珍就寝食难安 没办法 谁让富生被抓到当天 她在附近呢 而在此期间 舒仪和老金还在担心珍珍 生怕她突然想起素素的事 所以连夜把关于素素的东西 全给扔了 不仅如此 马晓琳也在想方设法的 给珍珍放假 想让她好好散散心 避免日后再想起素素 另一边 富生被关在棺材里 饿得受不了了 这正是阿坚想看到的结局 她不会让富生饿死的 毕竟日后还要拿来威胁天佑 于是阿坚直接扛了个女人过来 打开富生的棺材后 就把门锁上 告诉她爱吃不吃 虽然富生极力克制自己 可她实在太饿了 最终没忍住 咬死了那个女人 阿坚听见惨叫声后 满意的转身离去 殊不知山本未来 就躲在上方的天花板中 悄悄观察 她趁机闯进小房间 富生向山本未来解释了 刚刚发生的一切 这下可好 她更讨厌山本一夫了 事到如今 山本未来也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 她直接露出原形 带着富生逃了出去 山本未来本想将其送回家 因为她已经吸食过人血了 富生很担心 自己会变成将尘那样 害人的僵尸 她怕伤害到身边的人 于是山本未来 就带着富生在外面待了一会儿 由于没事可做 他们便开始闲聊天 山本未来觉得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有的人想做不老不死的僵尸 想破了天 却不能如愿 而他们明明只想过 普通人的生活 上天却偏偏让他们成为僵尸 山本未来越想越气 要不是山本一夫那个混蛋 他现在肯定会跟阿坚 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事后 富生向山本未来解释说 60年前自己的身父 被山本一夫杀死 后来他们几个被将臣咬了 天佑几十年来 一直将富生视如己出 对他关爱有加 这让山本未来很是羡慕 印象中 自己好像从小 就和山本一夫不怎么亲密 没办法 是让他当时参军去了 总是不在家 害得妻子操劳过度病逝 山本未来收回了自己的私去 劝富生乖乖回家去 免得天佑和珍珍 为他担惊受怕 自己不会把今天的事 说出去的 可富生还是有些后怕 他担心喝了人血后 会有一些不同的生理反应 山本未来连忙表示 不用担心 回去好好睡一觉 之后继续喝过期血包就好了 在他坚持不懈的劝说下 富生终于答应 老老实实的回家了 他们俩有一个约定 山本未来不把富生 喝人血的事告诉天佑 作为交换 他也不能说出 自己是僵尸的事 就这样富生被送了回去 此时珍珍正在门口发呆 看见他回来 连忙跑过去 富生谎称自己被人犯的拐跑了 趁着对方睡觉的时候 才偷偷跑出来的 一听这话 珍珍都急坏了 确认富生没受伤后 才把他送回家 与此同时 山本一夫找到了阿坚 质问他是不是放走了富生 原来阿坚当初并不是没发现 躲起来的山本未来 他知道时机成熟 所以故意让其救佐富生 这让山本一夫很是满意 夸赞阿坚越来越明白 自己的心意了 他现在就等着跟天佑见面了 60年前 山本一夫和天佑是死敌 60年后 他却想拉拢其 到自己的队伍来 阿坚坚持认为 最好在计划完成后 就立马设计杀掉天佑 否则留着他 迟早为酿成大火 山本一夫却表示 恐怕没那么简单 毕竟他跟天佑都是降臣之后 两个人的功力 基本上是相等的 说不定山本一夫 还会被天佑所杀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前最要紧的事 就是想办法跟天佑见面 山本一夫要好好规划一下 临走之前 他警告阿坚 不准再让山本未来插手进来 再有下次的话 自己就不客气了 好了以上这些就是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第17集的剧情 至于山本一夫 接下来有何打算 复生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大家可以自行猜测一下 最后喜欢的 别忘记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下面一集的剧情 话题上回 复生被抓走后 挨了几天饿 阿坚见状 便丢了一个女人进来 还打开了他的棺材盖 复生实在是饿得受不了 于是便咬死了那个女人 好在山本未来出现 将她救出去 在外面树立好心情后 复生重新回到家里 他这一回来 珍珍心里悬着的大石头 总算落下了 天佑也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但是复生心里却有些发虚 一回家就跑去睡觉 拒绝跟他们交流 珍珍劝天佑 先让复生好好休息一下 有什么事 等明天再说 眼看天色已晚 他便起程回家了 天佑则去找复生 想确认一下他是否有受伤 以及阿均他们 有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 可对方一直待在被子里 不肯出来 拒绝一切交流 甚至还直接开始装睡 天佑心里急得不得了 生怕复生在那边受欺负 但不管他怎么问 对方就是不肯说 天佑没办法 只能先出去 让复生一个人静一静 另一边 速速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小青在外面 已经快急死了 他叫来天佑和马晓琳 本来是想找人帮忙劝劝素素 谁知道他一个人都不肯见 素素已经时日无多了 但他心里还在想着许仙 小青一琢磨 许仙肯定是不会出现的 要是郑忠能来就好了 毕竟他也是几百年来 除了许仙外 唯一一个能让素素觉得开心的男人 如果许仙不来的话 郑忠来也行啊 最起码让素素 不要心怀遗憾的离开这个世界 问题是 郑忠现在什么都不记得 与此同时 复生又饿了 他从冰箱拿来一包血 没想到竟然觉得难以下咽 这就是阿坑和山本一夫的计谋 他们故意让复生喝人血 将是一旦尝过鲜美的人血后 就会上瘾 并且再也接受不了 其他血液的味道 复生现在饿得受不了 于是他找到一个修电梯的大叔 就当复生要发起进攻的时候 山本未来突然出现 一把将他拽到角落中 并表示这么做是不对的 不能以错再错 可是复生明白 自己已经没办法 再像从前那样生活了 最终他们俩不欢而散 马晓琳这边 叫来珍珍和郑忠 小心想通过交易的方式 让郑忠多陪陪素素 在大家的吉利劝说下 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同意了 但是等几人跑到里屋的时候 却发现素素已经走了 他不想让郑忠想起以前的事 所以才会选择不辞而别 等大家找到素素的时候 发现他任一个人待在野外 郑忠抱着助人为乐的心理 想去安慰一下素素 没想到却发现 他已经年进古兮 满脸皱纹 郑忠被吓得转身就跑 虽然其他人一再拜托他 好好陪陪素素 可郑忠实在是害怕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逃跑 素素倒是没有介意 毕竟自己现在这副模样 确实很吓人 更何况郑忠失去了记忆 会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 素素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 他想在这儿等着许仙 小青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那个懦弱的男人有什么好的 为什么要因此折磨自己 人妖相恋是有为天道 老天一定是存心把许仙 派到素素身边折磨他的 话虽如此 但素素是个认死理的人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他就绝对不会放弃 很快天人武帅到来 素素接二连三的被雷劈中 每一会儿就奄奄一息 就在这时 一道闪电击中了 回家路上的郑忠 他瞬间恢复记忆 于是连忙转身往回跑 总算在素素离世前的一刻 赶了回来 看到郑忠恢复记忆 素素心头的另一个遗憾 总算得到了填补 最起码他在临死之前 跟郑忠好好告别了 之后素素告诉天佑 只要有信心 就一定能等到 想要的东西 祝福万郑忠 帮自己照顾好小清后 素素就离世了 在他显露原神的时候 郑忠的脑海中 突然闪过 八百年前 许仙跟素素相遇的场景 估计他就是许仙的转世了 看来妙善上师并没有骗人 素素真的等到了许仙 现在的他已经没有遗憾 就这样素素离开了人世 当天晚上 妈孝林留下来陪伴珍珍 她觉得素素实在太过可悲 竟然因为一个不中用的男人 浪费掉自己上千年的寿命 还好他们人类 只有几十年的寿命 就算要等一个人 也不至于过得这么惨 珍珍却觉得 白蛇传的故事很浪漫 如果她是素素的话 也会选择等许仙的 妈孝林见状便问珍珍 如果她是许仙的话 知道自己喜欢的人并不是人后 还会不会选择去找对方呢 妈孝林其实是话里有话的 毕竟天佑是僵尸 她想知道珍珍得知真相后 会有什么反应 但是珍珍没有多想 她觉得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的话 是不会在意对方 真实身份是什么的 妈孝林听后 只能无奈的叹气 她是马家后人 职责就是想要除魔 天佑和附生作为僵尸 在身份上跟妈孝林就是死敌 万一真的到了 你死我活的地步 妈孝林唯一担心的就是珍珍 怕她会因为天佑 伤心难过 另一边 心情烦躁的镇中找到天佑 她喝了很多酒 觉得自己对不起素素 现在小青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镇中的生活节奏被完全打乱 不过她这一次来不是为了素素的 上次在跟法海大战的时候 镇中就看到天佑变成了僵尸 眼看瞒不住 天佑索性坦然承认自己的身份 好在镇中没有别的意思 她觉得天佑跟附生 都是不会害人的好僵尸 事后天佑惊奇的发现 冰箱里的雪包竟然一点也没有少 她赶紧去找附生 质问其为什么不吃东西 天佑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 她不相信附生会一点都不饿 可是不管怎么问 对方就是什么都不肯说 他们俩大吵一架 最终不欢而散 之后附生便开始袭击人 虽然沙门未来极力阻止 可她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次日 书姨跟老金从马小林口中得知了 镇中恢复记忆的事 虽然素素已经离开人世 但他们老两口还是很担心 怕儿子一时想不开做傻事 镇中说着话 镇中回来了 她就知道爸妈会这样 所以一直装作很轻松 若无其事的样子 可她表现得越正常 书姨就越放心不下 夫妻俩轮番上阵 想方设法地 劝镇中开始新生活 她明白爸妈的心意 非常配合地跟他们俩说笑笑 书姨和老金这才放下心来 就这样 镇中恢复了往日的生活 继续对着马小林狗腿 很快他们今天的第一单生已上门了 有人在家家大厦附近 发现了僵尸的痕迹 马小林顿时心头一紧 生怕是天佑和傅生伤人了 要知道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她一定不会心慈手软的 但是那也意味着 天佑必须跟珍珍分手 他们俩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 马小林不想让珍珍受到伤害 她现在心里五味杂陈的 此时 天佑跟高宝已经到达事发现场 她知道死者是被僵尸咬死的 这附近除天佑和傅生外 应该没有其他僵尸了 一想到傅生这几天都没有喝血包 天佑不由的开始怀疑 难道她开始吸活人的血了吗 天佑本来想联系求疏 没想到 马小林和郑忠突然来了 时候双方在对峙的时候 马小林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 她知道天佑不会做这种事 不过傅生就不好说了 虽然郑忠跟天佑都说不可能 可马小林向来帮你不帮亲 她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如果不是傅生做的 那最好 如果是的话 那马小林就不得不出手了 天佑没办法 只能闻着气味去找傅生 毕竟她也想知道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天晚上 一行人在一栋破房子里 找到了躲在这的傅生 旁边的柜子里还有一具干尸 震中被吓得当场贪坐在地上 事情发展到这 傅生也明白 自己做的事藏不住了 于是她大哭着承认了 这些天的所作所为 马小林没办法 她拿出法器准备收服傅生 但天佑不会允许的 她可以让马小林收服自己 可傅生是绝对不能碰的 就在他们俩僵持不下之际 山本未来几时赶到 她并没有现身出来 而是用法术吸引了 马小林等人的注意 傅生和天佑见状 心里神会的跑了出去 事后 山本未来承认了自己的僵尸身份 她知道马小林打不过田佑 但傅生多多少少会受到伤害 所以山本未来才选择出手相助 不仅如此 她还说出了自己是山本一夫女儿的事 田佑了解完事情经过后 顿时明白 山本一夫的根本目的是想跟自己见面 为保护傅生和身边的人 天佑决定去赴约 至于复生则交给山本未来照顾 此时阿均已经在路上等着天佑了 他们很快就正面相逢 在阿均的带领下 天佑终于见到了山本一夫 他们俩一见面就火药味十足 仿佛随时都会打起来一样 好在天佑压抑住了心里的火气 山本一夫说了一堆有的没的 她之前一直以为自己再见到天佑时 会恨不得将其五马分尸 然而神奇的是 山本一夫现在竟然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相反的再次见到天佑让她觉得十分亲切 就像跟分离许久的家人重逢一样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下面一集的剧情 画家上回 山本一夫设计 害的傅生到处吸人血 结果被马晓琳抓包 眼看她就要跟天佑打起来 危机关头 山本未来出手相助 事后了解完真相的天佑 找到了山本一夫对质 她并没有理会对方的婆婆妈妈 而是开门见山 询问起为什么要抓傅生 山本一夫没有隐瞒 老老实实的说出自己要毁掉 郑国史林和法海 天佑很不理解这种做法 难道她很想做僵尸吗 山本一夫已经过上其他人 梦寐以求的生活了 为什么要搞得满城风雨 到处残害别人 哈开的复生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山本一夫听到这儿有些生气了 她之所以要做这些事 是因为讨厌自己僵尸的身份 这里是人类的世界 僵尸生活在这世上就是多余的 山本一夫不想做异类 所以她要创造一个僵尸的世界 他们的确可以忍着吸血的欲望 不伤害人类 可问题是 如果人类发现僵尸的存在 他们是不会心慈手软的 山本一夫早就看透了 当时候人类会对僵尸赶尽杀绝 这种文将仇报的生物 还有什么必要留在世上呢 山本一夫的观念很简单 人多了 僵尸就是怪物 僵尸多了 人就是怪物 虽然天佑不想承认 但不可否认的是 山本一夫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如果每个人都变成不老不死的僵尸 他们就再也不用眼睁睁看着 身边的人生老病死了 山本一夫想趁机拉拢天佑 加入自己 可对方却拒绝了 毕竟天佑身边还有珍珍等人在 他不会允许山本一夫 伤害自己的朋友 天佑知道自己跟山本一夫 旗鼓相当 谁也杀不了谁 眼看谈判不成 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就在天佑准备离开的时候 赫尔曼故意当着她的面 对嘉宜露出一副虎视眈眈的模样 想依此来警告天佑 她不想让嘉宜知道这件事 瞪了赫尔曼一眼 便回去找山本未来会合 对方愤怒的 想去找山本一夫理论 结果被天佑拦下了 毕竟劝说有用的话 她就不会无功而返了 天佑不想连累身边的人 她准备带着父生换个地方生活 只在天佑准备回禁局辞职的时候 却得知自己升职了 她没有改变心意 向上级提交了辞职信 而不知情的同事们还特意准备了惊喜 庆祝天佑升职 虽然大家极力挽留 但这并不能改变她的想法 高宝察觉到天佑的表情不太对 于是缠着她抛根问底 天佑没办法 只能谎称是附身生病了 他们要去别的地方找专家治疗 跟高宝告完毕业后 天佑便搬出了家家大厦 当天傍晚 珍珍下班回家 从门卫大爷口中得知了此事 等她赶到天佑家的时候 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不一会儿 马晓琳接到消息跑过来 她知道天佑这么做 是为了保护珍珍 虽然马晓琳很想把事情真相说出来 不过这毕竟是天佑的事 还是她自己解释比较好 可是马晓琳越不吭声 珍珍就越会胡思乱笑 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 天佑才搬走的 除此之外 珍珍还觉得十分困惑 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 天佑会告诉马晓琳 却不告诉自己 珍珍坚信天佑还会回来的 她拜托马晓琳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家宜 这件屋子一定要留着给天佑 眼看珍珍如此执迷不悟 马晓琳也不再说什么了 回到家后 珍怡发现珍珍有点不对劲 一直闷闷不乐 有心事的样子 不过她死活不承认 珍怡见状也没有过多询问 她刚准备检查一下 今天做的计划书 谁知却发现 装U盘的那件衣服被洗了 没办法 珍怡只能回公司 通宵赶计划书 此日一早 林国栋便将这份计划书 交给了山本义夫 她看完以后非常不满意 因为其中的内容 完全不符合预期的设想 不过山本义夫 并不打算追究责任 她知道家宜跟天佑 住在同一座大厦 阿均也在一旁复合 说天佑的女朋友 是家宜的女儿 山本义夫听完 便告诉林国栋 这两天公司有个酒会 一定要带着家宜和珍珍出席 尽管林国栋知道 这场酒会上 肯定不会发生什么好事 不过她向来不敢忤逆山本义夫 所以也只能选择同意 之后 山本义夫交代herman看好珍珍 还要给天佑一点压力 林国栋出去后 找到家宜 邀请她一起出去吃饭 并在路上提出了酒会的事 还说可以带家属出席 家宜并没有多想 非常愉快地答应下来 就当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 林国栋突然病发 昏迷过去 好在家宜及时将其送到医院 经过抢救 林国栋很快便清醒过来 家宜触紧深情 想起了自己过世的丈夫 当初她也是得癌症去世的 所以家宜准备照顾林国栋 当天晚上 山本未来找到珍珍 陪着她在天台散心 珍珍知道现在也没想明白 为什么天佑要不辞而别 山本未来劝她想开点 没必要为了一个男人 茶不思饭不想 毕竟还是自己的身体 更重要一些 一个要走的人 无论如何都是挽留不住的 而且就算天佑告诉珍珍 自己要走又能怎么样呢 她下定决心要做的事 怎么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呢 在山本未来的劝说下 珍珍好多了 只是她跟素素一样 都是一根筋的人 认定了一个人 就绝不放弃 就算天佑不辞而别 让珍珍伤心难过 她也愿意在这守着 如果将来有一天 天佑回来的话 珍珍一定会没理由的原谅她 另一天天佑带着附生 躲在一处荒郊野外 因为吸食过人血 导致其现在饿得越来越快 天佑下定决心 要帮她戒掉喝鲜血的习惯 这样说不定 马晓琳会网开一面 可事情哪会那么容易 附生饿得受不了 一抓住机会就跑了 天佑也不忍心去追她 四日珍珍和珊姆未来 在电梯里找到一具尸体 这个人是被赫尔曼咬死的 眼看命案 一起接一起的发生 家家大厦已经被警方封锁起来 很快马晓琳跟郑忠 接到消息赶到这 高宝担心这里再出什么意外 她打算在这待几天 保护大家的安全 马晓琳则悄问郑忠 如果自己要跟天佑为敌的话 她是否会参与进来 郑忠看上去有些犹豫 因为天佑之前帮过她 而且复生只是个小孩子 况且这件事的真相还没查清楚 不能这么早下定论 如果非要做选择的话 郑忠是不会伤害天佑跟复生的 就这样 她被马晓琳放了 无心假期 当天晚上 珍珍找到高宝 询问她知不知道 天佑发生了什么事 高宝摇摇头 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顺便把天佑突然辞职的事 说了出来 还劝珍珍别太担心 因为她这个人就是这样 做事情喜欢一声不吭的 天佑不说原因 一般是时机不当 等她解决完自己的问题 自然就会重新出现了 而且天佑临走之前 最放心不下的人 就是珍珍 所以高宝敢打包票 她一定会回来的 听到这话 珍珍的行为好说多了 她只是不明白 天佑为什么要瞒着自己 马晓琳这边 正在对着马当娜的画像祈祷 求她把复生所在的位置告诉自己 结果 画像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门铃声 马晓琳一开门 发现复生竟然跑了过来 求她把自己收掉 但马晓琳一时间 还真有些下不去手 尤其是听到复生说 家家大厦里的那个人 不是她咬死的 马晓琳更纠结了 正说着话 天佑来到这儿 表示自己同意复生的说法 最起码这样 她就可以不用再害人了 否则大家心里都会很纠结 于是马晓琳便把复生带走了 不一会儿 里面就传来惨叫声 天佑顿时心头一紧 珍珍这边 跟着嘉宜来到公司的酒会 想着出来散散心也不错 很快 林国栋等人就围了上来 此时的珍珍和嘉宜 并没有意识到 危险在悄然逼近 赫尔曼很快就单独把珍珍叫走 林国栋见状 不免有些担心 鬼知道她会不会做出什么 丧尽天良的事来 没过多久 山本一夫进场 看见珍珍的时候 她瞬间就愣住了 之前我们就说了 珍珍跟山本一夫的妻子 长得一模一样 山本一夫本来打算 拿她做威胁天佑的妻子 可现在一见面 却下不去手了 她创造出一场幻境法术 上前跟珍珍跳舞 山本一夫愣了好久才反应过来 眼前的人不是自己的妻子 而是天佑的女朋友珍珍 想到这里 山本一夫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于是她飞速出逃 这是赫尔曼的人 第一次看见这么慌张的boss 毕加美好气的瞪了珍珍一眼 林国栋也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而珍珍则没有什么反应 她只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场梦 与此同时 天佑正蹲在马晓琳家门口 她以为复生这一次必死无疑了 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眼泪都枯干了 几分钟后马晓琳把天佑喊进来 她并没有收服复生 之前马当娜说过 没有十足的把握 不能贸然出手 马晓琳从来没有收过僵尸 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行 所以只是用寒冰符 暂时封住了复生体内的经络 天佑可以趁这段时间找找看 有没有能让她恢复正常的办法 只是寒冰符的有效时间并不长 如果天佑找不到办法的话 到时候马晓琳就会出手 收服复生 不过她知道 复生不会无缘无故变成这样 在马晓琳的逼问下 天佑不得不把山本一夫的事说出来 听到这儿 马晓琳突然想起来 珍珍和嘉宜正在山本一夫的公司里 参加酒会 如果公司里的员工全是僵尸的话 他们俩岂不是养入虎口了 好了 以上这些就是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第19集的剧情 至于山本一夫和珍珍 接下来会有什么故事 复生又能否变正常 大家可以自行猜测一下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下面的剧情 话前上回 在马晓琳的逼问下 天佑说出了副生 是被山本一夫算计 才会去吸食人血的事情 同时 他们也开始担心起珍珍和嘉宜当前的状况 不过母女俩这会儿 已经被林国栋送回了家 时至今日 珍珍依旧在挂念天佑 奇怪的是 从这一天起 她就经常梦见 自己跟山本一夫跳舞的场景 还总是听见有人在叫自己阿雪 这让珍珍很是苦恼 于是便跑去找了马晓琳 想跟她聊聊天 舒缓一下心情 珍珍并不知道 她日思夜想 整天挂念的天佑 其实就在她最好的朋友家里 马晓琳听完珍珍的迅速 象征性的安慰了她一番 送走珍珍后 马晓琳对着天佑 发了一股无名火 责怪她没有及时 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珍珍 害得她现在这么痛苦 但回到房间后 马晓琳却是一脸纠结的表情 其实剧情发展到这里 已经很明显了 虽然马晓琳死不承认 可她的确爱上天佑了 只是碍于跟珍珍是好朋友 所以一直隐忍着 不肯承认 也不想面对 这大概是马晓琳能想到的 不伤害珍珍最好的方式了 宁愿自己一个人心乱如麻 也不想让她难过 反观天佑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明明已经跟珍珍在一起了 还总是和马晓琳私混 一点都不知道把控距离 每次都那么关心人家 让她心里的落差感越来越大 这不就是妥妥的渣男行为吗 聊完就跑 玩事 还说只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 可怜珍珍一厢情愿 却输得一败涂地 另一边 山本一夫自从见过珍珍后 就无法自拔了 虽然知道她不是自己的妻子 可山本一夫还是忍不住心动了 她告诉阿K 要找机会再跟珍珍见面 很快山本一夫就在路边找到珍珍 她又有绅士又有风度 邀请珍珍一起共进晚餐 把握好分寸 让自己看上去目的性不是那么强 毕加健壮 只能一脸不情愿的给他们俩倒酒 真的 在感情上 天佑跟山本一夫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面对喜欢的人 山本一夫从来都是不加掩饰的 赞美的话 大大方方脱口而出 举止行动很贴心的同时 也把握好了距离 不会让对方觉得尴尬 反观邝天佑 优柔寡断 犹豫不决 还有点大男子主义 好在珍珍一心一意地对她 情人眼里出西施 大概就是这样了吧 邝天佑的任何缺点 在她眼里都能变成优点 之后 山本一夫把自己的经历 当成故事讲给珍珍提 本来只是随口说说 没想到珍珍竟然表示 如果她是故事中的女主 一定会选择变成僵尸 这样就能跟心爱的人 一起生活下去 而不是留她一个人 孤独地活在世界上 给山本一夫感动快乐 她真的是人间清醒 山本一夫知道珍珍不杀血 所以她没有将对方当成替身 毕加看见山本一夫 对珍珍这么好 又吃醋了 看她这表情 巴不得下一秒 就去杀了人家 次日 马晓琳找到了赫尔曼 她故意设计挑衅对方 最终两人在一个巷子里相遇 马晓琳研究出一套 对付僵尸的战术 特意来拿赫尔曼练练手 双方一言不合就开打 不得不说 马晓琳研究的这套战术 还是很厉害的 不出两分钟 赫尔曼就被打得倒地不起 马晓琳没有直接下杀手 而是让她回去通知山本一夫 直到有一天 自己会杀了他们 马晓琳已经做好 跟山本一夫同归于尽的打算了 她是人行动派 跟天佑完全相反 天佑在得知 马晓琳对战Herman的时候 又开始摆架子 说没有师祖把握的事 不要去冒险 否则自己跟其他人会担心的 马晓琳却觉得天佑太怂了 最终两人不欢而散 珍珍这边 从山本一夫口中 得知了山本未来是她女儿的事 于是便开始 想方设法地劝导未来 想帮她跟山本一夫和好 结果被未来一眼识破 趁着珍珍和山本一夫见面的时候 她直接闯了进来 并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原谅这个父亲 山本一夫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一脸心痛的 看着未来把珍珍带走 她知道自己亏欠女儿 所以从不会对未来生气 之后山本一夫又觉得 天佑根本配不上珍珍这么好的女孩 所以要想办法把她追到手 于是从这天起 山本一夫隔三差五就会去找珍珍 阿坑则负责拦着未来 以免她坏事 之后山本一夫告诉珍珍 她长得很像自己过世的妻子 所以未来才会这么关心珍珍 山本一夫坦白了自己的心意 结果不出所料 被珍珍拒绝了 虽然难过 不过她愿意等下去 等珍珍察觉到天佑根本不爱她的时候 可能就会回过头来 看看山本一夫了 在他们俩谈论感情的时候 阿坑已经把天佑约出来了 一直以来 她都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其实阿坑对山本一夫 并不是忠心耿耿的 这么多年以来 她一直隐忍不发 就是为了找机会杀掉山本一夫 当年阿坑被迫变成了僵尸 害死了家人 如果没有山本一夫 未来和阿坑都不会变成僵尸 她心里恨想报仇 仅凭阿坑一个人的力量 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她才来找天佑 阿坑坦言 山本一夫爱上了珍珍 以她的脾气 很有可能把珍珍变成下一个未来 阿坑想联合天佑 一起杀了山本一夫 一听真正有危险 天佑立刻就坐不住了 回头把这件事告诉了马晓琳 他们俩收拾好东西 立刻闯到山本一夫的公司 双方一见面就火药味十足 眼看就要打起来的时候 妙善上师却突然出现 并表示 如果天佑跟山本一夫 一定要打起来的话 他就会用大日如来近视咒 杀了他们俩 当然妙善千里迢迢过来 并不是为了威胁大家的 他要改变历史 让几人穿越到60年前 阻止天佑和山本一夫变成僵尸 只要他们俩在60年前死去 那这些年来 他们坐的孽和种下的因 就会统统消失 如果山本一夫和天佑 死在60年前的话 山本未来 阿坑 珍珍 马晓琳 附生等人 就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这样想着山本一夫和天佑 都同意了 于是妙善便准备 把他们俩和马晓琳 一起送回60年前 只要他们几个齐心协力 就一定能杀了将臣 领出发之前 三人把一直以来 最想做的事 统统去做了一遍 天佑去祭奠了阿秀 山本一夫找到未来 向他说明妙善的计划 并表示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他只是想跟珍珍和未来 一起吃顿饭 这次未来没有拒绝 他们像家人一样坐在一起 气氛非常愉快 马晓琳则给身边的朋友 买了很多礼物 还带着珍珍回到学校 把上学时候的事情 再做一遍 马晓琳毫无预兆地 说了声对不起 珍珍没有多想 以为她在为上学时期的 某件事而道歉 但实则不然 她是因为自己爱上了 好朋友的男朋友而道歉 如果天佑真的死在60年前的话 等马晓琳再回来的时候 就会彻底忘记她 她舍不得 所以想趁今晚 跟天佑一起出去玩 最起码要在分别前 他们一起聊了很多 尝试做了很多没做过的事情 马晓琳用DV机 把这些事情全部记录了下来 中途有一群小混混 想调戏马晓琳 天佑健壮立马上去 重拳出击 一边胖揍小混混 一边对着马晓琳的DV机 嬉皮笑脸 他们俩现在的模样 就像是小情侣一样 天佑跟珍珍在一起的时候 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很明显 她爱的人不是珍珍 而是马晓琳 明天就是穿越的日子了 今晚是天佑留在这里最后的时间 她没有选择去见珍珍 而是一直跟马晓琳待在一起 其实这就已经是最好的证明了 在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短暂的快乐中时 只有毕加一脸的不情愿 她一直把山本一夫当成父亲看待 当年毕加因为天生自带超能力 被村子里的人说成妖精 所以山本一夫出现 把她从苦海中拉了出来 毕加也自愿变成僵尸 陪在她身边 一来是为了暴打 二来也是想感受一下 被人关心爱护的感觉 所以在看到山本一夫一片苦心 被未来和珍珍辜负的时候 毕加是最欺负的那一个 如果山本一夫真的死在60年前的话 毕加就遇不到她 会一直生活在痛苦中 也许对其他人来说 山本一夫死了是件好事 但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毕加 她绝不允许妙善 把自己生命中的救赎带走 毕加知道其他人是不会出手帮忙的 所以她能耗的人只有自己 马晓琳这边 正跟天佑在马路边坐着聊天 反正今晚是最后的时间了 她索性也不再装 直接跟天佑坦白了自己的心意 马晓琳不想忘记她 这一番突如其来的真情流露 让天佑十分的不知所措 看嘛看嘛 我就说她不主动 不拒绝也不负责 之前对人家百般照顾 现在马晓琳主动表明心意了 她又一副十分纠结的样子 看到邝天佑这个态度 马晓琳意识到自己刚刚说的太多了 她故作轻松的准备离开 临走前还不忘提醒天佑去看看珍珍 天佑的确去了 只不过她是在人家睡觉的时候去的 之后她跑去找求助聊天 对天佑来说 死是一种解脱 她已经活得够久了 见证过无数次生离死别 也明白拥有不死之身 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天佑死了 复生就不会变成僵尸 更不会沦落到现在的地步 马晓琳或许根本不会当驱魔人 而是做一个普通女人 平稳的度过一生 珍珍也遇不到天佑 更不会因为她整天牵肠挂肚 求助的腿也不会残疾 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活着 想到这里天佑便觉得十分满足 再来看看珊美姨夫 她的确很想让未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可她还保留着身为军人的傲气 珊美姨夫可以被杀 可以死 但她绝不甘心被别人掌握命运 所以珊美姨夫要为自己拼一把 那么他们接下来将面对什么呢 面对马晓琳和珍珍 天佑又会如何选择 我们下期再讲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下面的剧情 话节上回 妙善找到珊美姨夫等人 提出要让他们回到60年前改变历史 如果不这么做 珊美姨夫和天佑 迟早会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 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穿越回去 借助马家的力量杀了将尘 只要没有被她咬 珊美姨夫和天佑就会死在60年前 现在的亲朋好友也会彻底忘记他们 马晓琳舍不得天佑 她心事重重的回到家里想好好睡一觉 没想到 马当娜的灵魂却突然出现 将她叫醒 醒都醒了 马晓琳索性趁机跟她打听一下 当年对付将尘的事 马当娜表示 自己当年把将尘打得就剩一口气了 要是能有个帮手的话 将尘肯定当时就得死 听到这话 马晓琳便放心了 只要她跟马当娜联手 就一定能杀了将尘 另一边 灵魂洞去找了妙善上师 她想知道 珊美姨夫到底会不会把自己变成僵尸 妙善说 如果历史没有改变的话 是会的 到时候灵魂洞能如愿变成不死的僵尸 那历史改变的话呢 她还会不会死呢 灵魂洞想继续问 可妙善却不想回答了 她也只能满心纠结地离开 其实妙善撒了一个谎 她根本没有大日如来浸世咒 而且阿坑已经猜到了 面对她的质问 妙善上师毫不保留地将一切坦白 她愿意对阿坑说这些 是因为知道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就是杀了珊美姨夫 但是一旦旷天又跟珊美姨夫开战 那就会带来不可估计的后果 妙善之所以跟阿坑坦白了一切 是因为她知道 珊美姨夫恐怕不会那么轻易的 就答应这件事 所以妙善想跟阿坑合作 一旦珊美姨夫要捣乱 也好有人帮忙应付 问题在于 妙善以前之所以能预知未来 是因为她不在城市之中 如今她已经身处凡间式 不能再预知未来了 对珊美姨夫能改变历史这一世 也自然没有十足的把握 阿坑担心 妙善的计划会失败 所以拒绝合作 她已经计划了几十年 绝不能失败 暴露自己的目的 妙善见状也无计可施 只希望山本一夫能乖乖顺从 否则到了1999年 她跟天佑引发世界末日的时候 如来佛祖就会现世 使用大事如来近世众 届时天地间就会变成一片混沌 世间万物也将化为虚有 一切都要重新来过 另一边 马跳林和天佑招来正中 将自己即将穿越到 六十年前的事情说了出来 并把她任命为下一代马是驱魔人 如果马跳林回不来的话 正中就是下一任掌门 她心里无畏杂陈 想跟着一起去 却又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于是正中去了素素的酒吧散心 这里现在有小亲经营 而此时山本一夫已经做好决定 为了未来考虑 她要安心回到过去赴死 只要女儿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山本一夫甘愿被杀 别家自知改变不了什么 只能无奈的伤心离去 穿越的时间就快到了 马跳林把低危机保存好 这样她以后想天佑了 就能拿出来看看 可天佑却觉得没必要这样 反正到时候 马跳林压根就不知道她是谁 就算留着低危机也没用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妙善所在的地方 马跳林伤心欲绝 她是真的舍不得天佑 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可马家有规定 不能为男人流一滴眼泪 否则法力全失 马跳林只能强行憋着眼泪 天佑面对这种情况也是不知所措 除了对不起以外 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于是马跳林又一次主动 她抱着天佑的肩膀 想在最后时刻寻求点心理安慰 结果好巧不巧 这一幕刚好被珍珍看见 她为天佑牵肠瓜头这么长时间 到头来却看见 人家跟自己的好朋友在一起 珍珍崩溃着跑了 马跳林想去解释 天佑却说没必要 反正他们都要穿越了 还解释个什么劲 就这样他们丢下珍珍去找妙善了 领出发前 郑中来了 她还是想跟着马跳林一起去 妙善对此没什么意见 因为郑中体内有素素的千年内单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临别之际 山本未来对山本一夫 半点怒气都没有了 以前恨是真的恨 但现在舍不得 也是真的舍不得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珍珍刚才在离开途中 出了车祸 现在已经抢救无效去世了 很快 郑中接到电话 得知了她的死讯 一听这话 天佑当时就崩溃了 觉得自己害死了珍珍 想撂她的走人 结果被山本一夫叫住 她的理性 大概是所有剧中人物排第一 珍珍死了 山本一夫绝对是最难过的那个 可她不想以 把珍珍变成僵尸为条件救火她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回到过去改变历史 只要珍珍没遇到天佑 就不会死 没办法 天佑只能选择留下来 妙善的做法 给他们三个系上一根 磁航线 如果磁航线断开 三人就会被卷入时间黑洞 很快 他们便回到了60年前 再次来到熟悉的地方 山本一夫和天佑心里 全都百感交集 尤其是山本一夫 她想告诉军队怎么打胜仗 怎么避免日后被偷袭 可她能做的 却只有改变自己的身世 阿秀和天佑这一边 刚落地没多久 就看见高宝的爷爷 高博辉在追求阿秀 只不过人家并不想搭理她 天佑和马晓琳 来到当初对战将城的山顶 没过多久 山本一夫也赶来 与他们会合 之后 马晓琳准备去找马当娜 好提前跟她说明一下情况 这样才能方便后期联手 对付将城 马晓琳找了半天 最后却发现 马当娜竟然在偷看 山里的小男妖洗澡 而且她被发现了 她刚要去追 却跟一面走来的高博辉 撞在一起 马晓琳怀里的DV机 就这么掉了出来 而且她压根没看见 扭头就跑去追马当娜了 DV机则被高博辉捡走 马晓琳好不容易追上马当娜 没等她解释完 对方就一箭刺了过来 马晓琳只能赶紧躲闪 可马当娜现在压根就不认识她 直接把马晓琳打下山崖 幸亏她抓住了岩石边 不然还没等见到将尘 就嗝屁了 与此同时 山本一夫和天佑 已经到了将尘所在的山洞 很快马当娜便来到这 由于她跟马晓琳长的一模一样 导致他们俩都没认出来 直接变成僵尸形态 准备开战 马当娜一看 多了两只僵尸 二话不说就开打 天佑这才反应过来 眼前的人是马当娜 她根本来不及解释 马当娜直接扑了过来 打着打着 将尘出事了 三人被迫停手 他们和马晓琳都是来帮忙的 将尘眼看情势不妙 拔腿就跑 天佑在去追击她的同时 也没忘记给马晓琳留记号 很快双方正面相遇 眼看逃不掉了 将尘也只能硬着头皮开战 他不愧是僵尸之王 天佑三个人联手 也只能勉强打个平手 也不知过去多久 马晓琳才姗姗来迟 现在人约到齐 他们向将尘发起了第二轮攻击 用了马晓琳的帮忙 局势瞬间扭转 他跟马大浪一起结印 准备使出马晓的绝招 召唤金龙 在他们打得火热的同时 毕加出动了 他绝对不允许三本一夫死在过去 其实真的要打起来的话 未来等人不一定打得过他 阿坑深知这一点 毕加的超能力有多强 连三本一夫都这么不透 可如今他有意要挑起战争 阿坑也只能选择上前引战 可即使他跟未来联合起来 也依旧不是毕加的对手 而且还被困在他的结界里了 毕加很快就闯进妙善所在的房间 他这一会儿正忙着做法 维持时空之门 对付毕加的工作 只能交给郑中和护法 可郑中的武器只有一个苍蝇拍 虽然他有素素的千年修为 但压根不知道怎么用 护法很快就被毕加的连环梯打死 现在只剩下郑中一个人了 妙善不得不为他打通生死玄关 让郑中学会运用素素的力量 被打通生死玄关的他 瞬间小宇宙爆发 苍蝇拍都能打出如来神掌 毕加被打烦了 叶尔八子将阵中扇倒在地 他直接就被打得眼盲惊心 就在这时 山本未来和阿均闯了出来 他们俩再次联手 上前拖住毕加 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毁了大家的心血 但毕加铁了心的要带山本一副出来 未来和阿均根本没能力阻止他 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毕加毕加毫不犹豫地打断了 马小林的磁航线 此时他的金龙刚被召唤出来 磁航线一断 马小林瞬间被拽走 好歹天佑眼急手快拽住他 马当娜则扔出皇服 暂时缠住将城 山本一副瞅准机会 化作一团金光 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结果毕加突然拽着磁航线 把他揪了回来 气得山本一副一巴掌甩了过去 紧跟着便飞速跑回 60年前想完成这场战斗 可马当娜失去山本一副的帮助 根本追不上将城 他这会儿已经跑了 天佑死死地抓住马小林不松手 他已经顾不上阵阵和其他人了 只想救下马小林 马当娜见状 只好自己去追将城 很乖山本一副回来了 看着天佑和马小林 双手缠绕在一起 他当时就气不打一出来 不过既然他们俩都回来了 也是时候该去对付将城了 很可惜 他们的最佳时机 已经被毕加打断 等山本一副追上将城的时候 只看到了60年前 自己被他咬死的场景 下一个被咬的就是天佑了 山本一副气急败坏 如果刚刚天佑跟马当娜 一起去追杀将城的话 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 他救下了马小林 可珍珍和其他人的未来 却无法改变了 山本一副愤怒地转身离去 马小林则找到高伯辉 他写下一张字条 让高伯辉传给子孙后代 只要高宝能按照上面写的那样 在止境的时间点 跟珍珍聊聊天 他就不会出车祸了 此时的毕加已经因爱生恨 既然山本一副不愿意留下来 那就永远也别回来了 他一脚踢翻山本一副的磁航线 好在未来上前接住 可他和时空之门靠得太紧 很快就被吸进去 临走之前 未来费劲将此航线扔给正中 自己则被卷入时空之门 妙善见状本想出手相助 结果也被毕加打进了时空之门 他这一走 天佑的人全被卷进了时空之门内 山本一副抓住路过的未来 想带他一起回去 可周围的引力太大 山本未来还是被卷走了 最后只有山本一副三人平安归来 他愤怒之下给了毕加一掌 之后又指责起天佑跟马小林 山本一副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 舍弃自己所有的计划 只为了回到过去 让大家过回平常的生活 可结果呢 框田又为了一己私利 害得他们前功尽弃 自私的人到底是谁 山本一副没有跟他们动手 撕心裂肺的哭喊了一会儿 最后伤心离去 天佑和马小林自知理亏 低着头一言不发 好在马小林的那张字条改变了历史 高宝按照字条上写的 今天去跟珍珍聊了三分钟 结果楼上突然掉下了一个花盆 她被砸伤了脚 珍珍也被吓晕过去 这就代表着珍珍没有看到 马小林拥抱天佑的那一幕 马小林松了一口气 她劝天佑去见见珍珍 结果他们俩说着说着吵了起来 天佑说 就算历史再来一次 她当时也不会选择放手 乍一听会觉得 啊 好感人的爱情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那么多人的命运掌握在她手里 天佑对此却选择了不管不顾 她救下了心爱的马小林 可山本一夫却失去了自己的女儿 她舍弃了辛苦策划几十年的计划 就是为了回到过去 阻止将成安心赴死 简单可倒好 事情全被打乱了 宽天佑还要做出一副 很神奇的样子 马小林无法面对 她跟天佑的感情 再次选择逃避 而天佑的心理此刻 也是纠结万分 她希望珍珍能过得开心 但完全不爱她 虽然跟马小林互相喜欢 可对方却命中注定 不能跟任何男人有感情 其实我觉得最惨的 应该还是山本一夫吧 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也不见了 她只能一直孤独的存活在世上 这件事发生后 马小林就收拾东西 从家里搬出去了 说珍珍需要人陪 而且山本一夫 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疯 可天佑却觉得 她是不想看见自己 马小林很无语 让她少往脸上贴金 自己不是做什么事情 都为了她 就这样 马小林搬进了珍珍家 看着她心事重重的样子 珍珍一脸关切的走了过来 询问马小林 是不是在为男人烦恼 对方狡辩成 怎么可能 他们马家的女人 是不能随便谈恋爱的 一旦流眼泪 就会功利全尸 再也不能捉鬼 谈了恋爱 心中的烦恼就多了 抓鬼必须心无杂念 否则随时都可能 面临生命危险 所以定下这个规矩 也是为了 给子孙后代留后路 珍珍见马小林 不是很开心 就拿她打去 说你祖先又没说 不能跟女人谈恋爱 干脆你喜欢女人好了 珍珍这边 发现小青已经回来了 她继续经营着那家酒吧 这里就像是一个 七夕的港湾一样 珍珍劝天佑 有时间可以去坐坐 就当是三感心了 毕竟有女朋友的同时 又对另一个女人 动心这件事 确实挺难以抉择的 但天佑本身 其实并不想在 感情这件事上 过多的浪费时间 她更在意的还是 珍珍一夫接下来 会不会有什么行动 天佑本来想去找她聊聊 谁知却看见 毕加一脸颓丧的 坐在门口 说珍珍一夫 现在谁都不见 无奈之下 天佑也只能先离开 最后她在教堂里 找到了阿坪 想问问珍珍一夫的近况 只是失去珍珍未来的她 悲痛欲绝 哪有心情再去打听 珍珍一夫的事 眼看阿坪如此颓废 天佑也只能暂时离去 与此同时 毕加终于见到了珍珍一夫 她知道自己闯了祸 毕加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珍珍一夫是唯一一个 对她好的人 毕加愿意为她赴汤导火 珍珍一夫虽然对她 害死女儿的事感到愤怒 但想到自己眼下还要报仇 她便压下仇恨 重新接纳了毕加 好让其继续在手下做事 当天晚上 马晓琳正看着一条白丝带出神 正是因为有这条带子 天佑才能救下马晓琳 她现在心里乱得很 就在这时 珍珍回来了 她刚跟林国栋看了场电影 他们俩聊了很多 彼此间的距离 也变得亲密了不少 在得知珍珍 在山北一夫的公司上班后 马晓琳十分担心 可她又不能把僵尸的事情说出来 于是便以珍珍需要人陪伴 为理由建议在家辞职 毕竟她完全可以自在的 待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四日一早 郑中叫来马晓琳去出任务 可自从穿越回来后 她就心事重重的 满脑子都在想着 跟天佑的亲密举动 做什么事都心目在焉的 抓鬼的时候也总是分心 看着那一条丝带发呆 要不是郑中演起手快 马晓琳铁定会被鬼魂伤到 但她不以为然 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郑中早已看透一切 劝马晓琳好好想想 她本能的选择了逃避 带上东西回到珍珍家 谁知一进门却看见珊本义夫在这 说是特意来感谢珍珍的 多亏了她 自己才能跟女儿兵士前嫌 家家和珍珍两个人都在状况外 完全不知道珊本义夫有多危险 只有马晓琳明白 她动机不纯 于是偏单独把珍珍叫走 叮嘱她 不要跟珊本义夫走得太近 珍珍则表示自己心中有数 只是如果不去赴约的话 珊本义夫肯定会不断的过来 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吃顿饭 就这样珍珍去赴约了 马晓琳放心不下 悄悄跟在后面 好在珊本义夫并没有做什么 只是跟珍珍到处溜达了一会儿 紧跟着又说 其实自己跟天佑是旧相识 如果想见她的话 下周末晚上12点到公司来 珊本义夫会安排一切 马晓琳一听就知道准没好事 她在小青的酒吧里 找到了天佑和郑中 把珊本义夫约见珍珍一事 说了出来 她很明显是想逼天佑出现 马晓琳担心她出现后 珊本义夫会对珍珍做不好的事 于是便警告其最好不要轻易出现 之后马晓琳回去找了珍珍 询问她周末有什么打算 珍珍在听到能见到天佑后 一整个迫不及待了 马晓琳知道劝不住她 也就没有多费口舌 次日家家在上班的时候 几番犹豫 开始决定问问林国栋 珊本义夫的为人怎么样 天佑如果一直不回来的话 珍珍跟珊本义夫在一起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林国栋得知昨晚的时候 不免替珊家母女感到担心 不过她也清楚自己的本分 所以没有说山本义夫的坏话 只是客观的评价了一下她 珍珍离开后 林国栋找到山本义夫询问情况 并表示珍珍对自己很好 不希望她有事 山本义夫见状便质问林国栋 你变成僵尸以后会不会咬珍珍 并直言等林国栋能回答上这个问题的时候 自己自会将她变成僵尸 另一边阿坚正在教堂做祈祷 他希望上帝赐自己力量 把山本义夫拉下地狱 说草草草草草道 面对叛变的阿坚 他看上去一点也无意外 原来阿坚从来没有对山本义夫忠心过 他潜伏了50年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杀死这家伙 然而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山本义夫早就料到了 所以从来没有把阿坚看作心腹 说着说着 他们就打了起来 阿坚的能力都源自山本义夫 因此无论如何都不是他的对手 而山本义夫并不急着杀了阿坚 反正有的是时间 他要一点一点折磨阿坚 心情烦闷了就打他一顿 很快山本义夫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丢下阿坚在教堂里无能狂怒 他咽一下这口气 在小新的酒吧里约见天佑 希望他助自己一臂之力 一起杀了山本义夫 但天佑清楚的知道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就算他们合力也打不过山本义夫 这个人老奸巨华 防不胜防 天佑实在没有把握 所以他不想把自己的朋友牵扯进来 那样只会害死大家 最终他们俩不欢而散 阿坚没办法只好改变策略 想着没办法直接杀了山本义夫 那就杀了珍珍吧 谁叫他是山本义夫心爱的人呢 也该让这家伙常常失去爱人的滋味了 可当阿坚见到珍珍的时候 却下不去手了 因为他太过善良纯真 以为阿坚是为山本未来才来的 所以便对他进行了好一番鼓励 最后阿坚只能再次无功而返 看得出来他还没到丧尽天良的地步 事后珍珍去找了高宝 感谢他之前救了自己 如果没有高宝的话 被花盆砸中的人可能就是珍珍了 他白白手说 这是举手之劳 而且自己这么做是因为爷爷曾经嘱咐过 珍珍才不信他爷爷能提前那么多年 料到这件事 高宝见状便拿出来一块布料 这正是当初马晓琳交给他爷爷的东西 珍珍一眼便认出来这是他的自己 高宝连忙说 不可能自己爷爷怎么会认识马晓琳 之后他又翻出来一个大箱子 并从里面找到了那个录像机 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打不开了 想着高宝工作繁忙 珍珍便打算找人帮他修一修 拿到维修店后 老板满脸的不可思议 说这是不久前刚发布的新款 为什么看上去跟古董似的 一听这话真正顿时震惊不已 不过他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好奇起了里面的内容 高宝这边正在警局开会 最近香港发生了数十起失踪案 其中一些人的社会地位很高 为了不引起恐慌 警局正在对此展开秘密调查 并对外界公布了一个虚假的数字 这件事很快就上了新闻 天佑和珍忠看到后不免有些担心 这么大规模的失踪案 作案的人肯定来头不小 就在这时 毕加走了进来 说山本遗夫要见天佑 抵达目的地后 他看到两边全都是新闻中报道的失踪人口 山本遗夫当着天佑的面 把一个人变成了僵尸 而后又收回了那滴僵尸血 他要天佑告诉珍珍不爱他 这样自己就有机会跟珍珍在一起了 在天佑行动以前 山本遗夫每天晚上都会放出一只僵尸 他抓的这些人都不是好人 要么贪污受贿 要么黑白颠倒 看得出来山本遗夫有道德 但不多 面对他的要求 天佑死活不答应 生怕山本遗夫会伤害珍珍 对方则十分无语 指责天佑是个大渣男 吃着碗里的还想着锅里的 在两个女人之间摇摆不定 明明喜欢马晓琳 还不肯跟珍珍分手 简直太自私了 山本遗夫要的很简单 只要天佑跟珍珍分手 自己就会烧掉公司和所有的僵尸 然后带着珍珍隐居 从此大家相安无事 这简直是街道欢喜 可天佑不信任山本遗夫 最后他们不欢而散 天佑去找了马晓琳和郑忠 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们是不会把珍珍交出去的 可此时山本遗夫 已经放出了第一个僵尸 当天晚上 他就准备咬死自己的儿子 还好马晓琳等人及时赶到 但就在他们要将其收服的时候 天佑曾经的上司白色 带着一群警察出现在这 他们都变成了僵尸 并执意护着自己的同伙 毕竟白色是警察 天佑等人总要有所顾忌 最后也只好任由他 带着僵尸离开 眼看现在走投无路了 他们只好去找求叔帮忙 但他一时之间也无计可施 这件事归根到底要由天佑选择 求叔希望不管他选了什么 其他人都能支持 一般讨论后 几人便各自回家了 郑忠一进门就看见老爹低着个头 舒仪也在旁边阴沉着脸部说话 疑问才知道老金失业了 不过还好 他们之前攒下了一笔钱 目前还不用太过担心 郑忠也说会帮着补贴家用 可舒仪的表情看上去却很不自然 另一边天佑将高宝约了出来 询问他有没有转行的打算 毕竟现在警局里全都是僵尸 天佑真的很担心高宝的情况 眼看他现在如此称职 天佑也只能使用特殊手段了 他悄悄扔出一个酒瓶子 将高宝绊倒在地 想着受伤 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去警局上班了 这样安全也能有所保障 次日珍珠的人在天台闲聊 就在这时 舒仪和老金骂骂咧咧的走了过来 原来他前段时间 学人家炒股在尝到一点甜头后 就把全部家当投了进去 结果赔得血本无归 还欠下十几万的债款 老金骑得心脏病都快发作了 对着舒仪好一顿嘛 最后他实在没辙了 就准备跳楼 马晓琳见状赶紧上前阻拦 说最近他们接到了一笔大单子 郑终能分到十几万的佣金 到时候他帮忙还 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大单子 马晓琳是准备自套药包 不过不管怎么说 好歹是把舒仪劝住了 至于那十几万的欠款 郑终会分期还给马晓琳 事后求书将马晓琳和天佑汉来 拿出两个自制的僵尸探测仪 这样就能随时检测到身边有没有僵尸了 当天下午 马晓琳去接珍珍下班 路上遇到一群警察收队 僵尸探测仪顿时响了起来 马晓琳见状立刻驾车追上去 不明所以的珍珍 还以为这是游戏机 很快探测仪上的点越来越多 这表示那一队警察已经都被咬了 马晓琳不想让珍珍担心 便先送她回去 然后独自前往警局 谁知天佑也在这 此时探测仪上的僵尸数字 正在逐渐增加 偏偏在这时 高宝拄着拐 一拳一拐的走了过来 说局里真是忙的时候 自己想来帮帮忙 天佑很无奈 他不能直接跟高宝说 警局里有僵尸 又找不到理由让他回家 正在天佑担忧的时候 一个同事跑过来 说看见僵尸了 警察一听 只能赶紧过去查看情况 可是等他们进去的时候 里面的警察已经都被变成僵尸了 他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打招呼 高宝完全没起疑心 刚刚的同事也以为 是自己眼花看错了 只有天佑和马晓琳知道 这里已经全都是僵尸了 白色在这时走过来小声说 山本姻夫吩咐了 暂时不会动他们身边的人 天佑这才放心里去 而在此期间 山本姻夫又放出了一只僵尸 这次是警局局长 担心她不习惯咬人 山本姻夫还特意让毕加 去给局长做了一番心理工作 当天晚上 阿均再次在酒吧约见天佑 她整天喝得烂醉如泥 混吃等死 天佑实在看不下去了 拽着阿均去了球书那 想让她再看看山本未来 球书真是神通广大 她施法用茅山悬光树 暂时将山本未来的影像 折射到阿均面前 他们俩总算说上话了 山本未来说 妙善上师尝试了各种办法 始终找不到离开的路 所以他们现在还被困在时空漩涡里 看着阿均颓飞的模样 山本未来很着急 在她的劝说下 阿均才重振旗鼓 只是茅山悬光树的时间有限 他们最后还是不免要分开 不过看到阿均重拾信心 天佑也能放心了 她找到珍珍 将自己和附生 还有山本一夫等人是僵尸的事情 说了出来 天佑警告珍珍 周末千万别去找山本一夫 随后便离开了 她觉得珍珍在得知 他们的真实身份后 肯定不会再产生感情 这样就能保证珍珍的安全了 之所以不说山本一夫提条件的事 是怕她觉得天佑在自我牺牲 然后做傻事 马晓琳得知这件事后便去找了珍珍 把山本一夫以前那些卑鄙的举动说了出来 希望她不要再跟这种人有瓜葛 包括天佑 毕竟他们可是僵尸 珍珍见状反问马晓琳有没有爱上天佑 她心头一紧连忙否认 还好珍珍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说马晓琳没有办法跟自己感同身受 眼看她执意如此也别无她法了 日子同时 站中发现家家要介绍老金去他们公司当司机 那可是山本一夫的公司 谁知道她会不会受信大发 把老金咬了 珍珍死活不同意 可老金想补蝶家用 一直不听劝 最后把珍珍气走了 才打消这个念头 好小不巧 珍珍刚好在这时走了过来 她把今天的事转告给珍珍 结果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被蒙在鼓里的 珍珍带着珍珍去了小青的酒吧 他们俩以为珍珍已经得知了事情的全貌 于是便说起了山本一夫威胁天佑的事 珍珍还把从马晓琳那带来的僵尸探测仪给了珍珍 听着她一个人外出的时候要多注意安全 当天晚上马晓琳天佑以及阿均去找了求叔 说他们准备跟山本一夫开战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弄死她 求叔听完很无奈的拿来几个平安符 他要是知道能弄死山本一夫的方法 也不至于拖到现在了 现在距离星期天还有一段时间 求叔能做的就只有没日没夜的查资料想办法 至于珍珍自从拿到僵尸探测以后 就整天提心吊胆的 甚怕是没有僵尸 不过山本一夫叮嘱过手下的人不能懂珍珍 所以她还算安全 这一天珍珍跟着佳佳去了公司 她找机会单独见了林果洞 直接开门见山的说出了她想变成僵尸的事情 这都是从马晓琳的人口中听说的 珍珍很担心 林果洞变成僵尸后会伤害佳佳 所以想来劝劝她 不要这么想不开 做僵尸有什么好的 要经历的痛苦一样不会少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有永生的能力又能怎样 林果洞被问懵了 不过她会经历保护珍珍和佳佳的 毕竟她们是为数不多愿意关心自己的人 晚些时候 马晓琳正准备跟天佑一起出去吃饭 她们俩有说有笑的出门 谁知一开门却看见了珍珍 她是来看望复生的 马晓琳见状便让天佑留下来 陪着珍珍自己则去找求疏 珍珍看着天佑 要求她再陪自己一天 把想做的事做完也算做个了断 天佑实在不忍心拒绝 只希望今天过后 珍珍能远离这些是非 与此同时林果洞辞退了家家 并表示 她留在公司不会有一点好处的 还是安清待在家里比较好 马晓琳这边在求书这看见了正中 这才知道珍珍已经得知了 山本一夫和天佑的事 这一下麻烦大了 以她的性格 肯定会把自己献给山本一夫的 果不其然 当天晚上珍珍就去了山本一夫的公司 还好马晓琳跟天佑及时赶到 可珍珍执意要上去 她不想被当成多么娇惯的人 开战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他们任何一个人受伤 珍珍都会感到愧疚 所以她宁愿去找山本一夫 起码这样就能天下太平了 珍珍希望其他人能尊重自己的决定 这一次她是下定决心了 可天佑还是放轻不下 他们俩一路追逐着 到了山本一夫的办公室门口 珍珍执意要进去 天佑也拦不住 她希望山本一夫停止放僵尸 但是天佑不信任山本一夫 因此没有遵守规则 而山本一夫是一个扔死礼的人 天佑的不守规则 导致的结果是 珍珍没有对她死心 山本一夫不愿意勉强她 也不希望珍珍变成另一个山本未来 珍珍则表示 自己是心甘情愿来的 只要山本一夫收手 她愿意试着去接纳这段感情 而且珍珍第一次 见到山本一夫的时候 就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她还说 如果自己没有先认识天佑的话 一定会接受山本一夫的 珍珍一点也不介意僵尸的身份 但山本一夫介意 天佑违规在先 他们之间的协议只能作废 阿均这边突然想起来 有一个叫玉命十三的法师 曾经追杀过山本一夫 而且差一点就得手了 失败以后 玉命十三将这次经历 总结归纳了一遍 最后写成了一本书 十三杂记 如果能拿到这本书 就一定能找到 杀死山本一夫的方法 十三杂记放在日本的一个 地心种 有重重把手 要想拿到 必须得突破前面的关卡 这些关卡一个比一个难 从来没有人成功拿到过 十三杂记 如果不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阿均也不会说出 十三杂记的事 她之前去过一次 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马晓玲表示 再难也要尝试一下 可天佑不想去 万一山本一夫会遵守承诺呢 毕竟她今天晚上 还没有放逐僵尸 如果山本一夫会遵守承诺 而他们又去拿了十三杂记 到时候免不了 又是一场恶战 他们在求出这儿等了很久 一直没有等到珍珍的消息 因为实在放心不下 天佑和马晓玲索性带着正中 去了山本一夫的公司 结果发现 珍珍正蹲在办公室门口 她把山本一夫的决定说了出来 马晓玲盯住天佑 留下来陪着珍珍 谁知道她居然想让天佑 把自己变成僵尸 说这样山本一夫的计划落空 就不会再打自己的主意了 天佑被吓坏了 赶紧解释 自己不会咬任何人 如果因为舍不得亲人分离 就把她变成僵尸的话 那一个咬一个 最后全世界的人都成了僵尸 这跟山本一夫有什么区别 次日天佑和马晓玲找到高宝 说警察局里都是僵尸 提醒她不要待在里面了 可高宝根本不相信 世界上有什么僵尸 没办法 天佑只好亮出真身 证明一下僵尸的存在 高宝见状当场傻眼 不过她没有害怕 或者责备天佑 只是吐槽 她这么大的事 也不早点告诉自己 高宝相信天佑不会吸人血 毕竟他们一起攻势了这么久 要是她会害人 高宝也活不到现在了 不过她刚抓了一群犯人在警局 高宝得回去救他们 这时求叔走上前 交给她一瓶药丸 这东西能对付僵尸 很快阿坤抓了一只僵尸做实验 求叔召唤来自己一直养着的鬼魂 将其放进符纸内 再扔进僵尸的嘴里 一番挣扎过后 她最终被鬼魂附体 现在这局身体有鬼魂掌控 不过要注意闭光和观二爷 求叔的药丸里装满了孤魂野鬼 高宝可以把这些药丸塞进僵尸嘴里 不过这个方法只是暂时的 一旦僵尸甩开孤魂野鬼 就会变得更恶 然后大肆吸血 时间紧急 阿K和郑中决定跟高宝一起去警局 毕竟人多力量大嘛 趁这段时间去日本拿十三杂技 珍珍这边刚刚拿到了修复好的录像机 她打开一瞧 发现里面全都是天佑和马晓琳的录像 看着他们俩开心的样子 珍珍一时间五味杂陈 彼此同时 高宝一星人已经开始在警局展开行动 他们用求叔的药丸 把孤魂野鬼附在一个又一个僵尸身上 局面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马晓琳跟天佑也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日本 并找到了孔雀大师 就是前几集出现的那个日本和尚 两人向他打听十三杂技 调的是 孔雀大师就是第一关的看守人 不过他以前已经跟马晓琳较量过了 孔雀大师甘拜下风 他告诉两人 之所以要把十三杂技看起来 是为了防止有些不知死活的人去送死 毕竟连他们这些守门人都对付不了的人 又怎么可能是山本一夫的对手 第一关是孔雀大师 第二关是一位赌王 这两关对天佑来说完全就是小财一碟 他轻轻松松的就赢了赌王 第三关是一条分叉路口 一条生路一条死路 天佑和马晓琳不得不分头走 这样一个人死了 另一个人还能继续前进 天佑走着走着并没有发现不对劲 想来这就是生路了 奇怪的是前面居然有一扇门 天佑一打开 发现里面是穿着围裙的马晓琳 他亲切的叫着天佑老公 还招呼他进来吃饭 而天佑一进门 记忆就像被抽离了一样 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来干嘛的 而且还能流血 马晓琳这边走到半路突然踩中陷阱 直接摔了下去 穿过一条通道后 在这里马晓琳看到一面水迹 里面呈现的是天佑那边的情况 这样看来 马晓琳走的这一条才是生路啊 天佑所在的地方完全就是一个幻境 他沉浸在其中逐渐越陷越深 马晓琳看得干着急 要是天佑一直待在里面的话 就再也出不来了 好在关键时刻 还看到屋内的马晓琳掉了眼泪 这才察觉到不对劲 因为马家传人一旦掉眼泪 就会法力尽失 天佑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 于是头也不回的走了 成功的跟真正的马晓琳会合 他们俩在后面的基地中找到了十三杂技 可马晓琳刚一上前触碰 就被突然出现的机关打飞出去 紧跟着下面的试探爆裂开 一个红衣男子从里面钻出来 二话不说 对着他们俩发动了攻击 这就是传说中的玉命十三 原来他根本就没死 而且玉命十三其实是山本一夫的部下 他当时确实是去刺杀的 但是在听说了山本一夫统治世界的计划后 玉命十三当场就被他的野心征服了 自愿假死五十年 躲在这个不见天日的鬼地方 谁想来拿十三杂技就杀了谁 替山本一夫扫除障碍 郑中这边开始组织亲朋好友 一起到球叔这避难 毕竟外面全都是僵尸 还是待在这里安全一些 可他们的反应就跟高宝当初一样 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僵尸 于是阿坪并效仿了天佣的做法 亮出真身 这才让大家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球叔此时正在拿一些僵尸老鼠做实验 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对付僵尸的新办法 不仅如此 为了以防万一 球叔还在这里布下了雏虫机关 他家有一个地下室 万一僵尸闯进来 大家还能有容身之处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山本一夫很快就了解到了球叔的计谋 他抓来一只被鬼附身的僵尸 轻轻松松的将其驱逐 山本一夫叮嘱毕家 去把那些鬼魂全赶出来 这样就会闹得满大街都是僵尸了 与此同时 孔雀大师带人赶到了天佣身边 他们准备留在这对付玉米十三 天佣和马晓玲则趁机先走 但玉米十三有山本一夫的加持 哪是那么好对付的 马晓玲现在也受了伤 天佣抱着他准备去机场 尽快赶回香港 球叔这边画了一堆斧 老金健壮便拿上一些 准备贴在大门上 中途他听见敲门声 就想打开看看 结果发现外面全都是僵尸 老金被当场咬伤 幸好正中的人及时赶到 这才能把他带回去 球叔看了一下 发现伤口并不深 可以用糯米压制 但最后能不能变成僵尸 还要看老金自己的毅力 就在这时 球叔接到了天佣打来的电话 了解完事情经过的众人 心中充满了担忧 加杰现在担心灵国洞 怕他在外面出事 真真见状赶紧上前安慰 加杰不知道的是 山本一夫吩咐了僵尸们 咬谁都不能咬灵国洞 加杰放心不下 给他打了电话 想劝劝灵国洞 当他直接把电话挂了 而球叔此时想到一个 对付山本一夫的方法 他知道 马当娜的灵魂 能出现在马晓玲的梦里 自己可以施法 把马当娜从梦里拉出来 让他们俩合力 去对付山本一夫 可是这么做 有一定的危险 如果不成功的话 马晓玲恒可能 再也醒不过来 此时大家都在各忙各的 加杰趁机跑了出去 连夜打车 去了林国洞的公司 结果刚到门口 两人就遇上了 大街上全都是僵尸 林国洞只能把加杰 先带上楼 并将他坐在房间里 以免被僵尸咬到 而后去找了山本一夫 询问他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满足自己的心愿 对方见状再次发出了 灵魂拷问 如果你变成僵尸 会不会要加杰 林国洞听出来了 山本一夫正是在试探 想让他走上自己的老路 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变成僵尸 而且山本一夫 已经知道加杰在这了 不过他暂时还不会有事 但林国洞一时之间 做不出选择 山本一夫也没有勉强 只是叮嘱他 好好想想 此时求助的人 已经发现加杰不见了 一行人着急的不行 真真情急之下 想出去找他 得亏旁边的人出手 将其揽了下来 海均仔细想了想 求助从刚才开始 就一直鬼鬼祟祟的 揣着一瓶药 他有些好奇 里面放着的是什么东西 海均直接跑去质问 求助眼看瞒不住就告诉他 这是自己研发的血天使 僵尸在吸人血的时候 会把人的精气一起吸走 海天佑从没有吸过活人的血 所以自然比山本一夫弱很多 血天使是由动物精气制成的 短时间内 可以大大增强僵尸的能力 但目前求助的实验 还没有完全做好 喝了血天使 有可能会失去理智 海均听完便准备带上血天使 去刺杀山本一夫 这样说不定能在失去理智前 和他同归于尽 只要山本一夫死了 外面的那些僵尸 就都会恢复正常 海均质疑要走 其他人也没有多做挽留 他牵脚刚走没多久 马孝林和天佑就回来了 时间紧急 求疏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听住马孝林赶紧准备准备 等他来到卧室的时候 却在珍珍的包里 看到了那台录像机 马孝林知道自己和天佑的事 肯定瞒不住了 这时珍珍走了进来 他并没有怪马孝林的意思 因为视频中的天佑 看上去真的很开心 只要他们俩能开心 珍珍也就没有怨言了 可是马孝林一点都不喜欢天佑 他只想专心抓鬼 而且人心到底是肉掌的 怎么可能没有七情六欲呢 即使马孝林不愿意 事情也已经发生了 此时求疏已经要准备做法了 珍珍只能先出去 求疏叮嘱马孝林 见到马当娜后 把现在的情况跟他说清楚 马当娜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后 第一时间顺着求疏的法柱钻了出来 并暂时附在一把雨伞上 外边老金体内的尸毒开始发作 一群人围着他乱作一团 珍珍则趁机跑了出去 山本一夫吩咐过手下的人 要保护好他 就这样珍珍轻轻松松的 来到了山本一夫的办公室 他把马孝林的录像机递了过来 说自己痛恨他们 背叛自己 所以想来投靠山本一夫 看着珍珍可怜兮兮的样子 他不免一阵心疼 默默感叹 黄天又真的是一个世纪大渣男 但山本一夫心理清楚 珍珍并不爱自己 所以他有些犹豫 珍珍见状就开始真情流露 他之所以愿意来接纳山本一夫 是相信他是真的爱自己 所以珍珍想跟山本一夫离开 等他们之间有了感情 他甘愿变成僵尸 永远陪在山本一夫身边 这么说的话 阿均突然闯进来 山本一夫一把推开珍珍 随即上前与阿均对战 他一点都不害怕 毕竟阿均的能力源自山本一夫 与此同时 林国栋发病了 他肝疼得不行 在疼痛的折磨下 林国栋再次加深了想做僵尸的念头 他恳求珍珍救救自己 只要林国栋去告诉山本一夫 愿意咬珍珍 那他就能变成僵尸了 林国栋发誓 自己一定会好好待他 可珍珍怎么肯 就在两人生殖不下之际 毕竈突然过来了 另一边 天佣 马晓琳 以及郑中发现了真正的失踪 于是他们第一时间赶到公司 利用障眼法 骗过门口的僵尸保安 成功闯了进来 谁知道一打开 电梯门却看见 毕家镇掐着家家的脖子等在这 但他毕竟单枪匹马一个人 寡不敌众 最后只能落荒而逃 几人准备分头行动 天佣去找珍珍 马晓琳等人准备接应 此时阿金再次败下阵来 珍珍见状 直接举起匕首刺入体内 想逼山本一夫 把自己变成僵尸 他不能眼珍珍的 看着喜欢的人死在面前 可山本一夫还没能养 天佣就破门而入 一拳将他打飞 其实珍珍从刚开始进门的时候 就一直在撒谎 他根本不怪马晓琳和天佣 只是想变成僵尸 不拖后腿 遭遇背叛的山本一夫 当场暴走 深度之下 竟直接变成了一只红皮怪物 阿金见状 又灌了几瓶雪天使 叮嘱天佣先带着珍珍离开 自己拖出山本一夫 天佣飞速赶去 与其他人会合 他们刚要走 却被灵过洞揽下了 说外面全都是僵尸 他知道一条相对安全的路 球叔这边 铁门已经拦不住外面的僵尸 他们很快就闯进屋内 球叔连忙启动一系列机关 尽量拦住僵尸们 在此期间 老金变成了僵尸 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 于是护送其他人 躲进地下室 随即赶去 启动球叔藏在外面的爆破物 最后跟外面的僵尸 同归于尽了 与此同时 走到半路的珍珍 已经性命垂危 佳佳哭喊着求天佑救救他 马上林也不想 看着珍珍就这么死去 在大家的极力要求下 天佑只能把珍珍变成僵尸 其实过人险的他 也终于有了 跟山本一夫 起舞相当的能力 没过多久 他就带着阿均走了过来 看着被咬的珍珍 山本一夫更神奇了 他们俩一言不合 就开始动手 就在这时 空中出现一道金光 紧跟着山本未来 从天而降 是妙善上师 耗尽所有的能力 将他送了回来 看着旁边发疯的山本一夫 蔚来连忙上前安下他 再次看到女儿的山本一夫 喜出望外 谁知道他下一秒 却用武器刺穿了亲爹 旁边的陛下健壮 便想替山本一夫报仇 谁知却被他当场打飞 即便被女儿背叛 山本一夫也不愿怪罪他 蔚来则认为 此时的山本一夫 已经不再是自己的父亲了 而是一个丧失人性的怪物 一旁的马小林 和郑中瞅准时机 放出马当娜 他们俩合力 使用马家的独门绝技 山本一夫在危急关头 一把推开了山本未来 以免他被误伤到 就这样 山本一夫被打成了一堆骨头架子 天佑因为吸食了人血 受性大发 逮着马小林就要咬 但是熟悉的面孔 和周围人的声音 让他仅存的理智开始出现 马小林的眼泪已经在打转了 郑中赶紧提醒他 不能哭不能哭 可马小林还是忍不住哭了 他的眼泪换回了天佑的理智 也换来了郑中的白眼 就这样 天佑陷入昏迷 而随着山本一夫的死去 被他影响的僵尸 也恢复成了正常人 一年后 大家的生活又复原了 失去能力的马小林 现在主要负责接单和运营 郑中则成了下一代传人 最终跟小青喜结连理 求助也玩上了雪天使 给富生和珍珍和 这样就可以不用吸人血了 至于山本未来 他和阿庆结了婚 还怀孕了 现在一家和睦 只有天佑 自从昏迷以后 就再也没醒过来 闭闭呼呼的时候 他看到了观音大士和如来佛祖的对话 以及自己跟某人大战的场景 从这个对话中能看出来 在1999年7月的时候 山本一夫会让远古时期的 灭世浩劫重现人间 再加上现在众生受尽苦难 人间恶人猖狂 如来佛祖不忍直视 想用静世咒让人间重新来过 但在观音大士的劝说下 他决定给人类一次机会 让他们改变命运 如若不然 剥弱地狱便会到来 到那时天上地下 全都无能为力 观音大士说 现在人类的命运掌握在天佑手里 如果他们不能阻止 剥弱地狱的到来 如来佛祖就会使用静世咒了 他要相信五星的力量 在听完观音大士的话后 天佑突然睁开了双眼 看见他醒过来的复生 起出望外 连忙喊其他人过来 天佑去找了求叔 把观音大士的话附属了一遍 求叔听后短暂的惊讶了一下 但他转念一想 不对呀 要是山本一夫活了 那阿坑和未来体内的那一滴僵尸血 肯定早就有反应了 可他们俩一点事都没有 求叔觉得可能是天佑太过担心和紧张了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他会尽可能去调查的 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玉米十三已经解决了 孔雀大师一行人 并找到了山本一夫的骸骨 原来早在50年前 他就做好了打算 山本一夫知道自己可能会死 所以他提前给了玉米十三一罐 自己的僵尸血 这可以让山本一夫起死回生 现在玉米十三来交差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反派死了一定要火化 珍珠等人这一会儿正在跟天佑讨论 她是选马小林还是珍珍 而两个女孩呢 则开始互相谦让了起来 马小林觉得天佑必须选珍珍 因为她为这段感情牺牲的太多了 珍珍则觉得 马小林配得上天佑 毕竟她也为这段感情流泪了 男人约好 不管天佑最后选了谁 他们都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而天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最终选择了珍珍 当着大家的面向她求婚 珍珍虽然答应了下来 但她却觉得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 而马小林虽然依旧将珍珍当成好朋友 可不免还是会感到伤心 还好她现在可以随心所欲的哭了 大哭一场后 马小林的心情也缓和了不少 她开始帮着珍珍操持婚礼的事务 而天佑呢 整天跑到球出那儿 询问关于那场远古浩劫的相关事宜 眼看着婚期将至 山本未来和阿K却没有了消息 马小林本来想去看看情况 谁知却发现 他们两口子都心事重重的 一问才知道 最近阿K却噩梦不断 她总是觉得山本一夫没有死 马小林说 阿K肯肯定是得了准爸爸焦虑症 这种病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毕竟未来一点反应都没有 在马小林的劝说下 夫妻俩这才放心了许多 当天晚上 玉民十三对着山本一夫的尸骨 吹起了笛子 伴随笛声的响起 阿K和山本未来不自觉的 从床上坐了起来 开始双目呆滞 不受控制的往外走 关键时刻 未来的肚子里传出一阵疼痛 使她恢复了清醒 因为放心不下阿K 未来便跟了上去 结果发现 满大街都是这样 目光呆滞的人 而且阿K还长出了僵尸的尖牙 未来上前极力呼唤 最终让她恢复了理智 与此同时 玉民十三终于将山本一夫 复活了过来 伴随着她的复活 从前那些僵尸也都回来了 玉民十三把事情的经过 一五一十的说给山本一夫听 说她是如何遭受背叛 被最在乎的人偷袭杀害 可复活后的山本一夫 却跟从前不同了 她觉得被自己喜欢的人欺骗 又被亲生女儿背叛 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可活的 玉民十三看不过去 施法帮了山本一夫一把 让她保持清醒和理智 她应该做的 是去向那些背叛她的人复仇 很快山本一夫在大街上 找到了阿K和山本未来 此时的未来还觉得 她会在意妇女之情 殊不知山本一夫体内 被玉民十三放了一只恶魔之手 现在她的思想格外偏激 甚至会出现人格分裂的情况 最后山本一夫重伤了未来 和阿K和阿K 此时一早 珍珍和天佑在教堂里 举办了婚礼 就在大家感叹大团圆的时候 吊着一口气的未来和阿K 跌跌撞撞的闯了进来 一同而来的还有山本一夫 她神情恍惚 显然是被体内的恶魔之手操控了 珍珍见状上前指责她 怎么可以对未来痛下杀手 熟悉的声音 让山本一夫恢复了一丝理智 但伴随着玉民十三吹响笛子 她又开始变得六亲不认 最终思绪混乱的山本一夫 选择了离开 而阿K和未来 则因为受伤过重 与世长辞 这件事让马晓琳十分内疚 她现在才知道 原来阿K当时的担忧都是真的 只可惜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天佑在这时说出了 剥弱地狱的事情 而求书终于找到了相关的线索 据说在远古时期 有五个顶天立地的勇士 负责守护着这个世界 他们分别代表了 天地火空风五种元素 后来一个叫罗侯的术史诞生 他想释放出月亮中的邪气 引发浩劫 进而统治世界 这个过程也叫做葬月 求书说 要想葬月成功 必须用最圣洁的女性的鲜血做引子 而符合这一要求的 只有天勇者的未婚妻 当年罗侯抓住了这个女人献祭 天勇者也跟着杀了过来 最后双方同归于尽 而山本一夫说不定就是罗侯的转世 要真是这样的话 他一定会再次葬月 最要紧的是 明天就是七月了 所以他们必须得赶紧找到山本一夫 求书开谈做法利用悬光术 追查他的下落 结果被玉米十三轻松识破 并破解 求书受到反噬 不过他还是看到了玉米十三 求书准备再回去研究研究解决办法 马晓琳则在陪着珍珍和佳佳 晚些时候 求书准备送儿子的鬼魂去投胎 谁知过程中 山本一夫杀了过来 求书知道大难临头 召唤来哪吒相助 却奈何山本一夫实力过于强悍 三太子也不是对手 最终求书难逃一死 好在他已经找到了对付山本一夫的办法 那就是五星勇士和天勇者重现人间 届时他们必将联手对付罗侯转世 山本一夫杀了求书后 又被玉米十三告知 天勇者的未婚妻已经投胎成了珍珍 必须用他的血来献祭 才能葬月成功 另一边 天佑跟高宝还有正宗 心事重重的在天台讨论着 接下来该怎么办 突然高宝发现空中有几颗流星闪过 他赶紧大神许愿 山本一夫快死 山本一夫快死 结果花音刚落 紫色的球砸晕了过去 闭闭乎乎的时候 他的手里掉下了一颗紫色的珠子 紧跟着高宝就像被打同了任督二脉一样 原来他就是五星勇士的一员 另一边 山本一夫带着一群僵尸闯进了嘉嘉大厦 小青和傅生等人连忙奋起反击 可惜根本不是对手 小青被打得奄奄一息 淑姨则当场去世 眼看马小林和傅生遇到危险 关键时刻天勇及时赶到 这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等大家赶到珍珍家的时候 山本一夫已经将他离宾带走 嘉嘉也被抓走成了人质 小青画作一条项链陪在珍珠身边 直到大家伤心之际 求叔儿子的鬼魂跑了过来 求叔临死前 让他将自己找到的卷轴交给天佑 另一边 山本一夫找到林果栋 说自己很惦记他 但林果栋在嘉嘉的感化下 已经不想住僵尸了 这可惜现在的他别无选择 咬了林果栋之后 山本一夫将他和嘉嘉关在一起 还带来了被蛊惑的珍珍 看着林果栋走上自己的老路后 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与同时 马小林正在破译卷轴上的文字 没想到孔雀大师竟然在这时过来了 他拿着一颗金光闪闪的珠子 看来孔雀大师也是五星勇士之一 现在还差三个人 当天晚上天佑遇到了阿平 他说自己一直在地府跟随毛道长学习 今天突然捡到一颗珠子 然后就莫名其妙复活了 所以特地来找求叔打听情况 天佑知道阿平也是五星勇士 他们对抗山本一夫的胜算又多了一分 与此同时 孔雀开始施法破除玉米十三的法术 法术一破 他们就能快速锁定山本一夫的位置 此时葬月已经开始 马小林在屋内焦急不已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他绝对不会为任何人流泪 一跑到马当娜见状 便告诉马小林 其实他们马家有恢复能力的办法 但机会只有一次 之前马当娜怕马小林会再哭 所以没跟他说 现在马小林下定决心要专心捉鬼 马当娜便决定复原他的功力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功力度给马小林罢了 代价是马当娜会魂飞魄散 现在功力恢复的马小林 变得比之前更强了 为了给死去的同伴报仇 也为了不辜负马当娜 他一定要杀了山本一夫 此时大街上全是僵尸 天佑等人正在奋力赶路 很快马小林及时前来救场 看着他功力恢复 大家也安心了不少 很快几人便找到了山本一夫的所在地 他们并翻两路前去寻找珍珍 天佑和马小林刚拐了个弯 就见到了珍珍 他二话不说 捅了天佑一刀 然后拔出刀子转身就跑 这把刀是玉米十三的 上面有特殊的魔力 即使是僵尸也会被割伤 珍珍很快就把刀 送到了山本一夫和玉米十三面前 天佑的血也是藏月所需的祭品 珍珍听话呢 躺在祭坛上开始放血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皮特 就是给马小林提供工具 一直帮他的那个朋友 其实他也是五星勇士之一 皮特很快便来与其他人会合 每多一个人就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他知道玉米十三对祭坛设了结界 皮特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 他快速打破结界 带着众人找到了祭坛 天佑掏出血天使关了下去 他临出发前 特意从球书的住处 找来了血天使的最初版本 为的就是要对付山本一夫 喝下血天使的天佑功力大增 这对死敌很快就打了起来 担心天佑露入下风 马小林当即选择上前帮忙 而剩下的人则在专心对付玉米十三 珍珍让阿平去救珍珍 玉米十三交给他们对付就行 但对方早有准备 祭坛周围机关重重 不是那么好靠近的 很快正中就被一脚踢晕 这时其他人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原来玉米十三才是真正的罗侯 山本一夫只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工具人 他这会儿正在跟天佑和马小林对峙 山本一夫占据上风 开始指责天佑朝三暮四三心二意 所以才总是输给自己 马小林知道天佑在对付山本一夫的时候 会顾及自己 注意力被分散了 于是马小林当场回刀自杀 瞬间就燃爆了天佑的斗志 另一边的珍宗等人接连战败 倒是马小林冷不丁朝着山本一夫 放了个大招 搞了半天 刚刚只是个障眼法而已 毕竟他不是恋爱呢 怎么可能为了男人自杀 就在这时 玉米十三的声音传了过来 说藏约就要成功了 要山本一夫过来接受洗礼 于是他不再恋战 而是传送到了祭坛上 玉米十三健壮当场自杀 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因为玉米十三看中了山本一夫的不死之身 只有死了之后才能侵入他的身体 这才是玉米十三在山本一夫身边 潜伏50多年的真正原因 很快他的身体便被霸占 而山本一夫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天勇者 他可真正在几万年前就是爱人了 所以他们看见彼此才会感到亲切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 当初身为正义化身的天勇者 竟转世投胎成了罪恶之人 伴随着玉米十三占据山本一夫的身体 现场的人几乎已经全军覆没 此时天佑又看到了观音大事 让他相信五星的力量 向五星勇士借取能量对付玉米十三 在观音大事的鼓励下 天佑重新站了起来 他绝不能让人间被毁灭 此时珍珍刚刚苏醒 他恢复了理智 看着山本一夫痛苦的样子 珍珍想上前了结了他 结果被玉米十三抓了个阵着 山本一夫正在痛苦挣扎 他想起了自己的使命 不愿让玉米十三得逞 可惜对方实力过于变态 直接捅死了珍珍 眼看着玉米十三就要天下无敌了 关键时刻天佑总算赶到 山本一夫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让天佑趁机发起致命遗迹 在他们俩的配合下 山本一夫和玉米十三 最终同归于尽了 而如来佛祖和观音大事 被他们打动 决定给天佑一次改变历史的机会 于是他许愿让一切回到60年前 让自己和山本一夫不会被咬 这样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了 如来佛祖大手一挥满足了天佑 时间回到1938年 将臣被马当纳驱赶 同年10月 山本一夫身受重伤回到了日本 后来日本投降 他也选择了安心留在家人身边 1984年山本一夫与世长辞 天佑则下落不明 时间转眼来到1998年 他拎着行李包搬进了佳佳大厦 不同的是这一次没有复生了 而且大家都不记得之前发生过什么 阿平和PP喜结连厉 跟平妈住在一起 喝家欢乐 郑中一家还是跟从前一样做神棍 苏聪和小青也回来了 还有林国栋也好多了 他们未来跟阿均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再见到马晓玲的时候 天佑不自觉的说道 我好像见过你 好了 我和江湿有个约会 这一集的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结尾是个伏笔 向蓝是在为下一步做铺垫 不得不说 这一部剧虽然有些狗血 但是真的很经典呀 能把这么多故事 融合在一起 还不违和 也是一种本事 好了 今天就先说到这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支持一下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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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